第一章 透视之眼 进入六月份 天海市就变成了大火炉 到了晚上十点钟 还让人有种泡桑拿的感觉 江远站在别墅二楼阳台 使用天文望远镜观望着星空 热得劈头流汗 但是一直都不敢停下来 没办法 老婆大人发话 说夜里十一点以后 夜空会出现半个小时的流星雨 要她捕捉那一刻的到来 而后禀报给她 江远 滚过来 二楼客厅里坐着两个美女 一个冰青玉洁 一个妩媚 正是江远的老婆苏颖 和她的闺蜜傅蓉蓉 他们一边吃着冰淨西瓜 一边看着爱情肥皂剧 听到里面的赤鹤 江远擦着汗推开房门 走进去 感到一阵凉风扑面来 她一阵惬意 看两个美女正吃着冰淨西瓜 她是口渴的喉咙发干 老婆大人 有话您说 你没看西瓜快吃完了吗 苏颖娇斥道 江远急忙走向冰箱 端来一盘水淋淋的冰淨西瓜 而后弯下腰 恭恭敬敬地递给苏颖一块 又恭恭敬敬地递几副 蓉蓉一块 老婆大人不能怠慢 这个傅蓉蓉也不能怠慢 因为她是商业大学的高材生 帮助她老婆管理公司和家务 傅蓉蓉吃了一口西瓜 突然撇撇嘴 把西瓜往江远脸上一摔 给我坏西瓜吃 你能不能别这么废物 真是没用 还不捡起来 西瓜出去等流星雨 苏颖白一眼江远 娇斥起来 江远不敢说什么 捡起来西瓜 扔在垃圾楼里 而后低着头走出去 没办法 谁让她是苏家的上门女婿呢 她和苏颖是娃娃亲 是她爷爷和她爷爷二十年前就定下的 当时她爷爷救了她爷爷一命 他们心血来潮就定下了这门亲事 江远的老爸是毒鬼 家里现在是债台高筑 她一科大学毕业后 在老婆手下的私人医院上班 最多就是一个高穷帅 而苏颖是苏氏家族的大小姐 又是大学校花女神 苏颖和她爸妈那是一万个不乐意 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他们最终只能成全老爷子的美意 这也就导致了江远在苏颖家毫无地位 毫无尊严 这不 结婚快一个月了 她从来没有靠近过苏颖不说 还天天受欺负 刚才要是岳父岳母在场 她肺癌顿打不可 江远擦了擦脸上的西瓜水 走到天文望远镜旁边 继续观望星空 突然间 她发现夜空中出现一颗流星 竟然划出一道彩虹 更让人震惊的是 那颗流星竟然朝着自己飞来 看流星像是一道闪电一样 一下飞到面前 她急忙往后一跳 感觉流星撞到脑袋上 她急忙摸了摸脑袋 没受伤 又摸了摸脸 完好无损 江远朝着身后看了看 也没有发现什么 咦 刚才明明看到一颗流星击中我 我怎么没感觉 江远突然感到双眼一疼 像是火烧一般 慌忙蹲下来揉起眼睛 过了一会儿 双眼不疼了 江远慢慢站起来 观察四周 这时 她惊恶地发现 现在看到的场景 跟刚才大不相同 刚才她使用天文望远镜 才能看到的星星 现在使用肉眼都能看得到 以前她只能看到 三里多远的情形 可是现在三十公里 外的东方阿珠大高塔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我去 我的视线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 江远极其震惊 瞪大眼睛观察四周 就在这时 她突然双眼一疼 不得不闭上眼睛 而后脑海里 便浮现很多奇怪的字符和图画 像是流星雨一样 快速划过 过了好长一会儿 耳边突然传来一种 浑厚而缓慢的男中医 我乃天魔星 天魔一惊不但帮你妙手回春 还能帮你降妖除魔 不会吧 江远猛地睁开眼睛 看向身边 可是看了又看 身边什么人都没有 刚才那人提到 只眼 我现在能 江远急忙低头看向身上 一看 衣服都不见了 再一眯起眼睛 还能看到流动的血管 密密麻麻的经脉 和大大小小的骨骼 天哪 我真的呢 江远大喜 想到天魔星还送给自己 天魔一惊更是精神大振 刚才天魔星说 天魔一惊可以帮我妙手回春 捉妖降魔 难道这也是真的 她毕业于天海医科大学 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神医 决定试一试 看一看能不能妙手回春 这可是改变上门女婿命运的机会 一定要试一试 江远便擦了擦脸上的汗珠 走到客厅门口边 然后轻轻打开房门 偷偷观察里面的两个女神 只见她们正一边讨论着肥皂剧情 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西瓜 灯光下 两个美女都穿着白色睡裙 都是珠圆玉润 美得令人发指 不过 现在江远可不会欣赏她们的美 观察起她们来 先看老婆苏颖 没有任何发现 她心想 老婆上的周才体检过 一切健康 又观察富蓉蓉 突然发现 她的右肩竟然亮出红光来 具体位置在肩部的前侧 从锁骨外侧三分之一 到三角肌前外侧圆 后侧为肩胛骨的上半部分 这正是肩周炎发病的区域 透过 江远发现富蓉蓉的右肩肩关节囊 和周围韧带有发炎的情况 又看到她伸出一只手 轻轻地捶打右肩 更是断定她 就是肩周炎 她知道 肩周炎是个慢性病症 治疗的话 需要坚持不懈 也是说 想在短时间内治愈 根本不可能 而刚才天魔星说 可以妙手回春 这是怎么回事 脑海里顿时浮现出 天魔一经提醒的内容 轻轻推拿富蓉蓉右肩 让灵气注入到她体内 一秒钟治愈 我却有这么深 江远更是好奇 大步走进房间 苏颖和富蓉蓉 注意到江远贸然走进来 都冷冷地看向她 江远一心致病 根本没有注意到 两位女神充满敌意的眼神 走到富蓉蓉右侧 伸出双手 直接放在她的右肩上 不知道是激动 还是手滑 她在接触到的瞬间 让富蓉蓉肩膀上的吊带滑落了 使她的美肩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肌肤 不过她并没注意到这些 而是一边推拿 一边观察她肩膀上的红光 发现红光竟然都消失不见了 再看右肩监官结囊 和周围韧带 已经没有发言的情况 我去 肩周延就这么治好了 江远弯下腰 瞪大眼睛 观察富蓉蓉的右肩 啪 富蓉蓉突然一巴掌 打到江远脸上 一怒而起 王八蛋 敢当着你老婆的面摸我 我打死你 她气得花枝乱颤 啪啪又是两耳光 苏颖也气得不轻 站起来赤道 江远 你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了 江远搂住脑袋解释 老婆大人 我再给蓉蓉看病 真的 我现在要问她的是 她是不是感觉很好 王八蛋 我现在感觉太好了 富蓉蓉一个抱摔 摔倒江远 而后按在地板上胖走 苏颖找来一个拖把 递打江远屁股 一边打 一边怒道 我叫你不老实 我叫你不老实 而富蓉蓉 可不是那么客气 攻击江远的面门 喉咙 心脏和裆部 看她咬牙切齿的样子 恨不得准备把江远打死 打了五六分钟 他们才气喘吁吁的助手 富蓉蓉又 得踢了江远一脚 也不撒泡尿罩罩 你是老几 隐儿娶了你 已经到八辈子没 你还敢对她的闺蜜 动手动脚 娶了我 江远听到这几个字眼 感到比挨顿打都难受 蓉蓉 我想一定是外面天气热 她热得大脑发昏 不然她怎么敢 苏颖拉住富蓉蓉 劝说起来 富蓉蓉又飞起一脚 踹到江远肚子上 滚出去 等流星雨去 江远这才慢慢爬起来 走向房门 以前挨打之后 她会感到很沮丧 可是现在没有 因为她感到身上一点都不疼 这时候 她更是相信 那天魔星的神奇 一边走 她一边回头观察富蓉蓉的右肩 看看她是不是已经彻底 治愈了她的肩周炎 富蓉蓉一看 更是火大 恶虎扑羊一般冲向江远 嘴里发出河东湿吼 老娘叫你还看 第二章起死回生 苏颖急忙抱住富蓉蓉 瞪向江远 还不快出去等流星雨 好 老婆大人 江远答应一声 快步走出去 当关上房门的时候 她又看一眼富蓉蓉的肩膀 王八蛋 还看富蓉蓉气得 像是跳芭蕾舞似的窜起来 江远急忙逃之夭夭 过了一会儿 客厅里还传出富蓉蓉 骂骂咧咧的声音 江远擦了擦脸上的汗珠 走到天文望远镜边 继续观看夜空 现在 她可没有心思等流星雨 只看了两眼天空 便开始研究自己的魔眼 还别说 越研究 她越是相信自己的魔眼 也越是喜欢自己的魔眼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东边的大道上 突然传出一个女子焦急的尖叫声 江远抬起头 寻声望去 看到五十多米外的大道边 躺着一个中年男子 旁边一个女孩子 拉着她的手 正在大喊大叫 注意到中年男子的心脏一带 发出耀眼的红光 她意识到 她是心脏病突发 并且病情极其严重 事不宜迟 不然有生命危险 江远纵身一跃 像一只敏捷的猴子 从二楼一跃而下 朝着大道 登登登跑去 跑出去近里远 她才惊愕地回过头 问自己 我刚才从二楼跳下来了 顾不上这个 她快步跑向大道 当来到那个美少女身边时 她看到一个光头男子 正给昏迷不醒的中年男子 做心脏腐苏 魏叔叔 我和我爸刚才从姑妈家吃晚饭出来 准备散会部 再坐车离开 谁知道 爸爸突然就倒下了 美少女哭哭啼啼地说 光头男子一边做着心脏复苏 一边说 马总这是突发心脏病 我是急救专家 会救活你爸爸的 说话间 病人的鼻子流出鲜血来 江远观察病人 想着如何急救 脑海里顿时浮现出 天魔医精提醒的内容 对心脏按压时下 对太阳穴按摩时下 可以起死回生 可以起死回生 江远真不敢相信 决定试一试 看光头男子 一直在做无用功 他大声说 魏医生是吧 你这样下去 马总会死掉的 光头男子抬起头 看一眼江远 看他很年轻 瞪他一眼 没有说话 帅哥 你会不会说话啊 美少女听江远说 他老爸会死掉 很不满地瞪向他 江远叹口气 并不是每一种心脏病 都要做心脏复苏 像你爸这个情况 需要换一种急救方式 你看他现在 已经没有呼吸了 体位也越来越低 美少女急忙使用手指 擦掉他老爸的鼻血 而后把小手伸到他鼻子前 就是没了呼吸 又摸他的手 一片冰凉 美少女顿时大哭起来 爸爸爸爸 你不要死啊 冉冉求你了 你快醒过来 这时候 一辆救护车快速开过来 随即跳下来 几个医生和护士 立即拿出仪器 给病人检查身体 过一会儿 一个医生站起来 使用沉重的语气说 马总没呼吸 也没心跳了 请节哀顺便吧 美少女拉着他老爸的手 嚎啕大哭 光头男子垂头丧气地 坐在地面上 医生和护士 都使用同情的眼神 看一眼他们 病人还有救 江远蹲到病人身边 按住他的胸膛来 他要看一看 按照天魔医精的提醒 是不是可以起死回生 碰 光头男子 一拳打到江远肩膀上 怒吓 你想干什么 江远被打一个猎切 不管光头男子 又一次伸出手 马总已经不行了 滚开 光头男子又来一拳 直接打向江远的面门 江远急了 一巴掌打开光头男子的手 而后又一巴掌放到他脸上 直接打得他满地打滚 靠 我岳父那畜生打我 都没有打过我的脸 你连畜生都不如吗 不再打理光头男子 他先按压病人的胸膛石下 而后又按摩太阳穴石下 突然间 奇异的一幕发生了 江远看到病人胸前的红光 突然消失不见 心脏恢复跳动 而后看到一团黑烟 在他身上弥漫和悬绕 只是过了几秒钟 那黑烟便慢慢飘起 消散在空中 我这是怎么了 病人突然睁开眼睛来 有些迷糊的看向左右 爸爸 你醒了 爸爸 你终于醒了 你刚才心脏病突发 医生和护士都说 你已经死了 可是这个帅哥救了你的命 美少女健壮 拉住他老爸的手喜极而起 滚在地面上 刚刚爬起来的光头男子 极其惊恶地瞪向江远 这个家伙 能让人起死回生 江远一看 喘口气 哈哈 我这 天魔一惊 真是神奇 真是能起死回生 哦 我想起来了 马总慢慢坐起来 揉了揉太阳穴 点点头 我是心脏病突发倒下的 而后向江远伸出双手 先生 谢谢 您贵姓 我叫江远 江河的江 远方的远 江远笑了笑 跟马总握手 江远哥哥 你刚才真是太伟大了 美少女满眼崇拜帝望着江远 我叫马远 就在医科大学读书 以后我要跟你学习医术 江远认识马远这个学妹 她是天海医科大学的校花之一 不过她的医术 其他人可是学不来 她微笑着摇摇头 我刚才也是侥幸而已 江远哥哥 你真是太谦虚了 马远对江远更是欣赏 马总 马总 您没事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马总 一群衣裳光线的男子 带着几个保镖 突然从大道上 慌慌张张的跑过来 他们听说 马总突然心脏病身亡 急忙跑过来 一看才知道是须经一场 没事没事 马总在马远的搀扶下 慢慢站起来 把房车开过来 我想跟江远先生说几句话 不一会儿 一旦黑色奔驰房车开过来 江远在马总的邀请下 登上房车 来到一个封闭的小茶室内 马总请江远坐下 给他倒杯香茶 然后打开旁边的一个抽屉 取出一个黑色公文包来 江远不知道 马总要做什么 有些拘谨地看着他 他已经看出来了 坐在对面的马 总是天海市的著名企业家马建云 也是天海市排名前十的大富豪 突然跟这样一个人物 坐在一起喝茶 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马建云打开公文包 取出一张黑色卡片来 递给江远 江先生 这是一张至尊卡 你收下吧 这个江远一愣 马建云把黑色卡片 放在江远手边 这上面有我的手机号码 以后有什么需要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马总 不必了 换成其他人也会帮你的 江远淡淡一笑 推回至尊卡 他想 自己刚才就是举手之劳 还是在试探自己 能不能妙手回春 说起来 他还要感谢这位马总呢 马建云掏出手机打开来 跟江远要了身份证号码 操作一番 而后对江远微笑道 江先生 以后你就是这张至尊卡的主人了 你可以消费一千万 还可以透支一千万 要是在马市集团管理的公司消费 你可以随便购物 享受全免费的服务 马总 这可是一分厚礼 我不敢接受 江远一站而起 又把至尊卡往马建云面前推了推 马建云问 一张至尊卡 比着我的生命 你觉得孰轻孰重 当然是您的生命更重要 不过 江远刚说到这里 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掏出一看 正是老婆大人打过来的 不由得吓一跳 坏了坏了 我老婆大人叫我呢 第三章 情敌 拿着至尊卡你 可以离开这里 不然我就让你一直坐在这里 陪我喝茶 马建云呵呵一笑 江远只好收下至尊卡 跟马建云道声别 而后走出去 跳出车外 朝着家里的别墅跑去 江远哥哥 改天我来请你吃饭 马染坐在一辆奔驰越野车内 冲着江远挥手 有机会我请你 然然小妹 江远冲马染笑了笑 急忙蹬蹬蹬往家里跑 一口气跑进别墅 刚进客厅 就被人劈头盖脸的骂起来 江远 你的废物刚才跑哪去了 傅荣荣更是冲江远信演员瞪 一脸鄙视 真是废物 叫你守着天文望远镜等流星雨 你都干不好 换成是我 就跳楼死掉 江远低着头站着 像个犯错的孩子 一直一言不发 现在就是解释 他们也不会听 只好任心风血雨扑面来 这时 旁边突然传来一个男子的冷笑声 一个上门女婿 可怜啊 江远这才注意到 客厅内还有其他人 扭头一看 是一个白衣帅哥 正是苏氏集团大股东 刘廷勇的儿子 刘萌 他老妈是老爷子的干女儿 这个人非常迷恋苏颖 早就想着娶她为妻 可是老爷子不答应 他就只能望洋心探 也因为这个原因 他对江远是恨之入骨 还不见过刘少 傅荣荣赤道 江远冲刘萌点点头 见过刘少 还不换西装去 老爷子突然身体不舒服 想看看你和影 叫我开车过来接你们 刘萌协一眼江远 不耐烦道 你看你个熊样 真不愧为毒鬼的儿子 好衣服穿在你身上 你都能传出乞丐的感觉来 江远低下头 转身走向卧室 准备换衣服 老爷子真是的 竟然要这货跟影儿成婚 这不是害了影儿吗 刘萌恶的瞪一眼江远的背影 咬牙切齿 像这种人 活着就是罪恶 真该被车撞死 萌子 我知道你的心意 可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 我们只能想开闲 傅荣荣叹口气 走上前 萌子 来坐 刘萌坐下来 看向苏颖 激动到 因儿 跟这种人在一起生活 有意义吗 你能够快乐吗 你和他离婚 然后咱俩结婚 苏颖一脸冰霜的坐着 一言不发 他和刘萌是一起长大的 是青梅竹马的伙伴 可是从小到大 他都不喜欢他 这个刘萌坐视莽撞 性格凶狠 毫无休养 他最讨厌的 就是这种男人 他宁可和江远 一个废物在一起 也不会跟他在一起 他冷冰冰的回应一句 老爷子那一关 你过得了吗 我过得了 刘萌激动的拍一下茶几 就在这时 卧室的房门打开了 江远走出来 刘萌 苏颖和傅荣荣 都看向他 看到他穿着红背心 和红大裤衩 脚上是红色人字托 刘萌猛的窜起来 靠 王八蛋 你就穿着这身衣服 去见老爷子 你他妈怎么不光着身子去 傅荣荣气的大骂起来 苏颖见状 叹气摇头 他知道 江远是一个毒鬼的儿子 穿衣服这么没水平很正常 可是这样 出去见老爷子 可是真不行啊 荣荣 我有两身西服 一身洗了 另外一身 你不是拿走了吗 江远看向傅荣荣 苏颖柳眉一颈 看向傅荣荣 荣荣 你拿走江远的西服干吗 傅荣荣冷冷一笑 他什么身份啊 我们管他 吃管他住 还管他穿吗 像他这种人 一身西服 一身休闲装 就已经足够了 苏颖苦笑 那他总得有套出门的衣服啊 他不讲面子 咱们还不讲吗 哼 我去拿 穿了之后 还托给我 傅荣荣瞪一眼江远 转身走向旁边的房间 刘猛坏坏一笑 大喝起来 荣荣 别拿了 时间来不及了 老爷子的秘书 给我发微信了 叫我这就带着他们过去 穿着身行头去见老爷子 你就等着被骂个狗血喷头吧 这不合适吧 苏颖站起来 江远穿着身衣服 老爷子见到 还不生气啊 是啊 不能让老爷子生气啊 傅荣荣随声附和道 刘猛摊开双臂来 很是无可奈何 老爷子的秘书 叫我们这就过去 我们能怎么办 他老人家可是日理万机 他的时间 我们耽误得起吗 苏颖不说什么了 咬着嘴唇 走向客厅大门 傅荣荣无奈地叹口气 走啊 刘猛瞪向江远 你还叫我背着你走吗 江远低着头 慢慢走向房门 快点 傅荣荣冲到江远身边 一脚踹到他胯骨上 吃苏家的喝苏家的 要是惹老爷子不高兴 看回来 本小姐不包你的狗皮 他踹江远一脚 江远没什么事 他一个 猎且差点没有摔倒 夏季的天气说变就变 天空突然下起小雨来 哗哗直响 客厅前面的院子里 停着一辆崭新的黑色兵力 在小雨中 像是一头巨兽 这正是刘猛开来的座驾 他打开后面的车门 殷勤地给苏颖打出手势 隐儿 请 苏颖面无表情 也不理睬对方 走向后车门 隐儿 下着雨呢 别动着了 刘猛脱下白西服 劈到苏颖肩膀上 江远走上去 抓起刘猛的西服 朝着旁边垃圾桶的方向一扔 西服像是雨网一样一下散开 盖到垃圾桶上 你干什么 刘猛吼 江远平静地回答 我老婆还需要你关心吗 你老婆 刘猛宁孝 今夜里 我叫她成为我老婆 那就等着看吧 江远冷冷回应一句 搀扶着苏颖坐进车内 而后帮她系上安全带 苏颖突然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 使用异样的眼神 看一眼江远 她突然感觉 江远跟以前不一样了 但是一时间又看不出来 有什么具体的变化 滚出来 坐副驾驶去 刘猛捡起西服 穿到身上 扒着车门 冲着江远咆哮 像你这种人 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 江远看向刘猛 冷冷道 要么我和我老婆 坐在后面 去见老爷子 要么我们下车回去睡觉 你看着吧 刘猛一愣 然后砰的一声关上车门 我们走着瞧 她咬牙切齿 坐进车内 开车便走 苏颖又是一愣 悄悄观察一眼江远 这废物怎么突然变得强势了 这废物 怎么给人一种乖乖的感觉 刘猛开车便走 注意到江远和苏颖坐得很近 鄙视一笑 姓江的 你老爹就是一个毒鬼而已 你爷爷也就是一个赤脚医生 他帮助过老爷子一次 老爷子竟然感动了 叫你娶苏颖 过上等人的生活 靠 你也配 江远一言不发 安静地望着前面的大道 刘猛 你少说一句话吧 好歹他也是我老公 苏颖听不下去了 望着窗外冷冷地说 他是你老公 刘猛回过头 看向苏颖 我让他今晚上就得跟你离婚 尹儿 我向你发誓 今晚上 老爷子一定会叫你 和这软蛋离婚 苏颖冷笑 扭过头 冷冷地不理睬刘猛 跟一个废物离婚 而后跟一个 一无是处的恶棍结婚 你当人傻吗 今夜里各个大佬都在 他们一起劝说老爷子 老爷子 他不敢不留面子 哈哈 我们走着瞧吧 刘猛得意洋洋地大笑 而后看向江远 笑问 小子 老爷子 叫你和尹儿离婚 你会不会哭 你会不会跪着求老爷子 江远没有回答 只是冷冷一笑 哈哈 吓傻了吧 刘猛掏出手机来 尹儿 我给民政局打个电话 叫他们夜里加班 嗯 等老爷子一发话 我们就赶过去 你和这小子先离婚 然后咱俩就结婚 说吧 又哈哈大笑 高兴得像是新郎官似的 第四章 老爷子 几分钟后 他们来到别墅庄园中心 地带的一座别墅前 这正是老爷子 苏刘香的大别墅 这是整个别墅庄园中 最宏伟的建筑 别墅大门前 站着几个高大强壮的黑衣保镖 看到是刘猛开车 打开大门放行 滚下车 刘猛把轿车 停在别墅院子里的车库边 瞪一眼江远 江远推开车门下车 野儿 你慢点 刘猛进跳下车 给苏颖打开车门 满脸是笑的去抓他的手 江远悄悄伸出左手 放在苏颖手上 刘猛进一把抓住江远的手 摸了又摸 突然感觉皮肤粗糙 低头观察 这才注意到 是江远的手 我说汉毛怎么这么重 刘猛气得猛地甩开江远的手 递斜一眼他 走到前面带路 注意到江远拿着一瓶矿泉水 冲洗左手 正是他刚才摸过的那只手 他更是气得怒目切齿 他敢说 不是野儿在场 他能把江远 打得他老妈 都不认识他 江远和苏颖 跟着刘猛 走向别墅客厅 那不是江远吗 就是他 一个废物女婿 不是因为他爷爷 救了老爷子一命 他会和苏大小姐在一起 他老爸是一个毒鬼 早就害得家里债台高筑了 能取野儿 真是烧高香了 看他 竟然穿着大背心和大裤衩 真是不把老爷子放在眼里 旁边的几个保镖和庸嫂 都轻声议论起来 刘猛听到这样的议论 扭头看一眼江远 鄙视一笑 江远一眼也不看刘猛 继续往前走 苏颖听到议论声 脸蛋发烫 身边跟着这么一个老公 的确是让人感到很丢脸的 不一会儿 他们便走进老爷子 苏刘香的大卧室 一看到里面的情形 他们都不由得一惊 老爷子半躺在病床上 脸色晦暗 气喘吁吁 一副身患重病的样子 配偶包括苏颖的爸妈在内 还有几个孙子孙女 另外还站着苏氏集团的 几个大股东 卧室内没有一个人说话 气氛十分沉闷和压抑 江远和苏颖 不由自主地交流一下眼神 都感觉到老爷子 这是病入膏肓 准备交代后事呢 苏总 我把江远和苏颖带过来了 刘猛朝着 站在床头边的苏长风禀报 为了让众人都听到 他是扯着嗓子喊 苏长风是老爷子的长子 也是苏氏家族的接班人 他和众人一听 都扭过头看去 一看江远竟然穿着红背心 红裤衩和红拖鞋 众人都勃然大怒 真是废物 老爷子都快不行了 还穿这么喜庆 这个废物想干什么 是想诅咒老爷子吗 真是想不到 苏家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混蛋女婿 来这里干什么 还不快赶紧滚 众人都瞪向江远 你一句我一句地赤贺起来 刘猛搂起胳膊 得意地笑 刚才他已经料到这一点 想到自己真是神机妙算 苏颖听到众人的唾骂 脸蛋红得像是火烧一样 双腿都快站不住了 慌忙给苏长风解释 大伯 来的时候太急了 江远没有顾得上换衣服 苏家的规矩 江远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吗 苏长风赤道 苏颖又是委屈 又是焦急 拉了拉江远的胳膊 带着他走向房门 他明白自己的身份 表面上他是苏家大小姐 实际上他老爸是老爷子的养子 在苏氏家族里面 他们根本谈不上什么地位 现在家族的核心领导不待见 他只有忍气吞声的 带着老公离开 可是江远站住了 拉住苏颖的胳膊说 老婆 老爷子病重吗 我要给他看病 什么 你个废物说什么 你要给老爷子看病 你也不看看你是老姐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吹牛皮 我们连神医和国外专家都请了 任何办法都没有 你算了什么东西 一群人一听 对江远更是鄙视 更是唾气 还有人对着江远指指点点 就差点戳到他鼻子上了 其中的刘猛更是冲到江远跟前 发出警告 江远 你信不信 我在这里打断你的狗腿 我信 一个戴着茶色眼镜的黑衣帅哥 朝着江远走了走 手里抓着一根棒球棍 江远一看 是老爷子的孙子苏佳琪 是老爷子二儿子的独生子 平常吃喝嫖赌无恶不作 经营着一个地下赌场 跟刘猛是沆瀣一气 苏颖这会儿 真的又急又气 猛地拉一把江远 眼泪汪汪地瞪他一眼 跟我回家 老婆 老爷子现在真的需要我 江远坚定地说 苏颖气得都想当着众人的面 打江远一耳光 信眼一瞪说 你还嫌不过丢人现眼吗 猛地拽一把江远 又往房门走 江远仍是站着不动 大声说 老婆 没有老爷子厚爱 我无法成为苏家的女婿 现在她需要帮助 我不能一走了之 啪 苏颖猛地转身 一耳光打到江远脸上 怒道 给我滚回家 喊什么呢 老爷子突然睁开眼睛来 慢慢扭过头 使用虚弱的声音说 大家都是一家人 和和气气的 不好吗 众人一听 都围向病床 老爷子冲他们轻轻摇头 让尹尔和江远过来 众人往后站一站 给苏颖和江远让道 看向江远的时候 他们的眼神更是冰冷 但愿这废物 别再惹出什么乱子来 苏颖和江远来到床边 都弯下腰看向他 苏颖看老爷子 满眼都是疼爱的眼神 眼神一热 走到床头边 爷爷 打扰您休息了 听你说的 是我叫你过来的呀 我的宝贝孙女儿 蜜月快结束了 我想知道 他现在过得是不是幸福 老爷子拉起苏颖的手来 气喘吁吁的问 尹儿 过得好吗 苏颖过得不好 但还是轻轻点头 脸蛋上已经是泪流满面 老爷子又看向江远 上下打量起来 呵呵一笑 江远 不拘小节啊 爷爷 我来看你了 江远往床头边走了走 俯视着老爷子 只见他脸色十分晦暗 皮肤十分松弛 颜骨一带满是大块大块的老年般 嘴唇更是黑的发子 给人一种夕阳西下的凄凉感 再一看 他的心脏 肺脏和肾脏都亮出红光来 正是心脏病 肺气肿和肾衰竭的症状 江远抓住他的手 凉 老爷子的手十分冰凉 现在 我已经经非西比 一定要给老爷子治病 来个妙手回春 江远暗暗要求自己 想着如何医治 脑海里立即浮现出 天魔医精提醒的内容 使用双眼盯着病人的腹部 看五分钟 让 只眼散发出的能量 进入到病人体内 而后双手按摩腹部五分钟 这样一来 病人就能直立行走 如是三次 病人可以完全恢复健康 江远大喜 按捺住激动的心情 对老爷子说 老爷子 您的身体看起来有高血压 心脏病和肾衰竭等疾病 但是经过我的治疗之后 您的身体会慢慢好转 您经过治疗之后 我不敢保证您长命百岁 但是再活十年 没有任何问题 放屁 你几斤几两 谁不知道 一个废物而已 别在这里逞闹 我们苏家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废物女婿 我们请便天下名医 都拿老爷子身体没办法 你小子 只是一个医科大学的毕业生而已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 来人 打出去 第五章 疯狂一摸 听到众人的怒吓 刘猛和苏家祺都咬着牙 冲向江远 江远大贺 你们有办法吗 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老爷子 一睡不醒 声音如同雷震 惊得众人纷纷后退 就连刘猛和苏家祺都不敢再上前一步 小伙子 你用什么办法救治老爷子 站在床头另外一边的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问 江远一看 正是老爷子的主治医师 也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那科专家于德阳 回答道 于主任 老爷子的几种疾病 看起来都很严重 实际上他身上所有的疾病 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 只要控制他的血压 同时调养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就会慢慢好转 于主任都不这么说 你竟然满口喷粪 刘猛呵斥起来 江远 你他妈还想让我请你出去吗 住嘴 老爷子瞪一眼刘猛 又看向江远 问道 江远 你真的有把握 江远语气坚定 老爷子 我是苏家的女婿 没有把握的话 我敢说吗 一个刚刚毕业的医科大学 学生而已 在尹尔的医院 上班你 还没有一个月 你还有脸说 刘猛瞪一眼江远 看向苏长风 请示道 苏总 我要把这个人赶出去 他知道 老爷子不喜欢他 现在争取家族 心灵导人的意见 我同意猛子的想法 苏家琪斜一眼江远 大声说 苏长风点点头 看向老爷子 爸 您可不能为了 报答江远的爷爷 而伤害到自己啊 这江远 现在连个医生都不是 我们怎么相信他 老爷子摇摇头 气喘吁吁说 长风 别急 既然江远说 有把握 那我们就可以试一试 难道你想让我 这就撒手人寰吗 苏长风一阵汗言 爸 听您说的 我可是希望您长命百岁 扭头看向江远 冷冷道 江远 你给老爷子开药方吧 抽屉里就有纸笔 你自己拿 不急 我先给老爷子检查一 提 江远在众人愤怒 而鄙视的眼神中 往老爷子身边走一走 近距离地观察他的身体 突然发现 他身上弥漫着一股黑色的气息 对于这种普通人 根本看不到的气息 江远看得清清楚楚 知道这里面有阴煞之气 有多年的病气 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 而这些气息加在一起 就组成一种屈之不散的病魔之气 这种气息越浓 就越能置人于死地 江远开始使用魔眼 观察着老爷子的腹部 而后伸出双手 按在他腹部上 开始轻轻推拿 你个废物干什么 你是看病还是按摩 刘猛瞪向江远 江远回答 我既是看病 又是按摩 不可以吗 刘猛咬牙切齿 众人都盯着江远 更是鄙视一笑 苏颖则是半信半疑地看着江远 双手放在胸前 暗暗祈祷 江远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 千万别再给他丢人现眼 等了几分钟 江远感觉差不多了 便收起双手 这时他发现 老爷子体内的红光 突然都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他看到老爷子身上的黑气 慢慢飘起来 像是烟雾一样 张牙舞爪地扑向旁边的人 在这一刻 他意识到 这股黑气 不是阴煞之气和病气那么简单 很有可能就是魔鬼之气 江远以前从不相信鬼 但是现在拥有了魔眼 开始相信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 现在不管这种气息是什么 他相信 绝对不是好东西 绝不能让这黑气伤人 而在一边站着的 有几个女子 有苏长风的双胞胎女儿苏惠玲和苏惠月 江远的岳母薛丽芳和老爷子的干女儿 也是刘猛的老妈丁美莲 江远看到那股黑烟 掀扑到苏惠玲的脸蛋上 急忙走向他 苏惠玲现在是苏家集团下属的一家模特公司的总裁 因为高冷被人称为冰山总裁 很多人看到他都能感觉到自己能结冰 不过当那股黑烟来到他脸蛋上时 他突然感到身上一冷 下意识地看向角落的空调 小心 江远走到苏惠玲面前 伸出双手 猛地捧住他的脸蛋 你干什么 苏惠玲哪被男人这样亲近过 顿时迎牙一咬 挥手打向江远 江远下意识地伸出手 抓住苏惠玲的手 然后继续观察那股黑烟 这时 那股黑气已经飞到旁边的苏惠月的肩膀上 苏惠玲的性格跟他姐姐截然相反 是一个温和可亲的人 现在是苏家集团下属一家医院里的护士长 当那黑烟弥漫在他肩膀上的时候 他突然浑身一哆嗦 下意识地往后站了站 搂住胳膊 小心 江远又一步迈到苏惠玲身边 伸手搂住他的肩膀 呀 苏惠玲还没有交过男朋友 顿时脸蛋滚烫 一下捂住脸蛋来 连连后退 你 你要干什么 众人一看 大怒 站在苏惠玲身边的薛立芳更是来气 直接给江远一巴掌 江远还在观察那股黑烟 注意到那黑烟玄绕在薛立芳的腰部 急忙弯下一蹲 一边躲过他的攻击 一边搂住他的水蛇腰 搂住的同时还大声提醒 岳母 小心 我小心你妈的头 王八高子 你摸了大姨子摸小姨子 摸了小姨子 又搂丈母娘 你怎么这样狂 薛立芳更是暴跳如雷 抓住江远的胳膊 便痛打起来 苏惠玲恼羞成怒 也殴打起江远 刘猛大吼一声 冲上去 按住江远 便痛揍起来 苏佳琪直接挥起棒球棍 向江远发起攻击 苏长风也气坏了 挥着手怒吓 打 一个上门女婿竟然这么狂妄 给我打 她忍不住踹两脚 一脚为大女儿 一脚为二女儿 不过踹第二脚时 竟然踹到苏佳琪的腰窝上 把她踹倒在地 打死她 一个中年胖子 突然恶虎扑羊一般 扑向江远 众人一看 不是别人 正是江远的岳父 薛立芳的老公苏长丽 对两个小姨子 动手动脚也就罢了 连丈母娘都不放过 她这个当岳父的 当然得教教江远怎么做人 扑扑腾腾 噼里啪啦 一群人围住江远 像是打贼似的 你一拳我 一脚殴打不停 江远这会儿 顾不上自己 观察着那股黑气 看到黑气在丁美莲身边悬绕 急忙挣扎着 他站起来冲向丁美莲 大喊 放开我 让我靠近丁美莲 马格比 我妈你也不放过 刘猛更是来气 嚎叫一声 吃奶的劲都用出来 朝着江远的裆部连连攻击 卧室内顿时炸了起来 乱成一锅粥 苏颖看到眼前的一幕 脸蛋滚烫 咬着嘴唇 捂住脸蛋扭过头去 丢人了 这回丢大人了 这一回也完了 他真是没想到 江远敢这么做 碰了他的两个姐妹 又碰他妈 而后连他当姑姑都不放过 这可是当着爷爷 大伯两个族长 和众股东的面啊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第六章 鬼压床 住手 住手 半躺在病床上的老爷子 突然大喝起来 看一群人围着江远 往死里打根本不住手 突然翻身下床 赤着双脚走过去 听到没有 都给我住手 苏颖急忙去搀扶老爷子 看他竟然健步如飞 不由得信眼圆瞪 爷爷 你可以站起来了 老爷子这才意识到 自己可以站起来 又惊又喜 冲着众人大吼 别打了 没看到我在江远的帮助下 能够站起来了吗 众人这才停下来 扭过头 一看老爷子 非常稳健的站着 都惊呆了 刚才还瘫痪在床 看起来已经病入膏肓 现在怎么突然就站起来了 爸 您怎么站起来了 苏长风瞪大眼睛 看着老爷子 其他人也都百思不得其解的 看着老爷子 就连被踹倒在地的苏家旗 都扭过头 瞪大眼睛看着老爷子 不是江远给我按摩 我能站起来 老爷子急忙走上前 搀扶江远 江远 你没事吧 江远当然没事 拍了拍身上 站起来 老爷子 我没事 爷 刚才我被谁踹一脚 腰疼得厉害 你拉我一把 苏家旗向老爷子伸出手 老爷子摆摆手 自己站起来 苏家旗一阵崩溃 杀掉江远的心 都有 一个亲孙子 还不如一个废物孙女婿 他感觉自己 活得很失败 又被众人盯着 他感觉 刚才挨打的是自己 而不是江远 刘猛健壮 急忙伸出双手 把苏家旗拉起来 两个人交流一下眼神 都愤愤不平地 瞪向江远 江远 还是你的医术高超啊 老爷子微笑着 冲江远连连点头 哈哈 你的推拿 是那神奇的气功推拿吗 江远只好顺水推舟 是啊 我懂点气功 不过说不上神奇 气功推拿 能够让一个 几乎瘫痪在床的老人 站起来直立行走 苏长风和刘猛等人 根本不敢相信 可是老爷子精神焕发地站着 他们又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老爷子 你别相信江远 她就是侥幸而已 刘猛咬牙切齿地怒道 你不知道 她刚才对两位妹妹和阿姨乱摸 她还对我小姑姑动手动脚 苏家旗愤怒地指向丁美莲 太不像话了 这是一个废物女婿 应该做的事吗 我们绝不能允许 这种事情的发生 必须把江远这个废物打出去 不然苏氏家族就是一个笑话 其他人都极其愤怒地大喝起来 老爷子刚才都看到了 也很疑惑 示意大家安静 看向江远问道 江远 你刚才为什么那么做 这么一提醒 江远又观察周围的人来 看看那股黑气 现在落到谁身上 注意到丁美莲身边黑气营绕 她急忙走向她 你 过来让我碰一下 不要脸 我就是长得再美 你也不能想着图谋不轨啊 丁美莲气的脸色苍白 全身哆嗦 苏家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上门女婿 真是丢死人 你还想着我妈 我杀了你 刘猛怒火攻心 扑向江远 苏家旗一弯腰 忍住腰疼 抓起地板上的棒球棍 也扑向江远 我看谁敢动 老爷子怒喝 刘猛和苏家旗都猛地站住 刘猛气得一张脸都扭曲了 老爷子 你听到 他刚才怎么说了吧 我咽不下这口气 叶儿本来该是我老婆 被他霸占 他道好 摸了我的两个妹妹 还对我妈念念不忘 今天不费了这畜生 我刘猛势不为人 在苏氏家族 敢这么无敌 我宁死不饶 苏家旗抓着棒球棍 使用膝盖猛的一顶 咔嚓一声 使棒球棍一分为二 老爷子冷冷道 猛子 佳琪 我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 不过 你们等我先问一问 要是江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也不会罢休 刘猛和苏家旗 这才控制住怒火 使用痴人的眼神 瞪着江远 听他怎么解释 苏长风 丁美莲 薛立芳 苏惠林 和苏惠月等人 也都愤怒地瞪着江远 苏颖则是眼神复杂地望着江远 刚才江远乱摸 他气得不清 可是他救了老爷子的命啊 一时间 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现在的心情 江远 你解释一下吧 老爷子看向江远 刚才你碰了惠林和惠月 又碰你岳母 最后怎么又想着碰你小姑姑 江远看推辞不掉了 绞尽脑汁 想着怎么回答 而后咳嗽一声说 老爷子 鬼压床您知道吗 我知道 老爷子点点头 您一直重病不起 实际上就是鬼压床的缘故 刚才我只所以治好您的病 就是因为我把压在您身上的鬼赶跑了 那鬼先是跑到惠林身上 我去抓 而后又跑到惠月身上 我又去抓 而后呢 又跑到我岳母身上 我接着抓 江远指向丁美莲 最后那鬼扑到干姑姑丁美莲身上 所以我才想着靠近他 你他妈放屁 刘猛气得跳起来 什么狗屁鬼压床 那是睡眠瘫痪症 你以为我不懂 那就是睡眠瘫痪症 江远 你别强此夺脸 苏惠林和苏惠月都是学医的 冲江远性碾圆凳 苏长风看向江远的眼神 更是鄙夷 这个世界上有鬼吗 你拿这种说法迷惑人 会有人相信 在这样蛮不讲理 我叫人打断你的双腿 其他人 包括几个鼓动在内 也都木火中烧 这时候 老爷子的脸色也十分难看 看向江远 冷冷道 江远 你这样的解释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吗 江远回答 看看干姑姑的身体 不就知道了 他现在体温远远低于36度 而高压已经超过200 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瘫痪在床 废物 你还诅咒我有病 丁美莲突然尖叫一声 扑上前 一耳光打向江远 江远一把抓住丁美莲的手 退后 老爷子瞪向丁美莲 美莲 我看你脸色灰暗 眼角有眼屎 想必身体健康 就是出现了问题 现在还是量一量 你的体温和血压 丁美莲急忙往后退一步 揉揉眼睛 不说什么了 得瞪一眼江远 往后退了退 王八蛋 被你气得眼屎都出来了 我要看看 美莲的体温和血压是多少 老爷子冲苏惠月摆一下手 惠月 你是做护士长的 快把体温计和血压表 拿来量一量 第七章 道歉 苏惠月答应一声 转身出去 不到两分钟 他又走回来 手上拿着体温计和血压表 我要看看 我的体温和血压是多少 丁美莲瞪一眼江远 坐到旁边的沙发上 突然间 他感觉到头晕头疼 并且全身酸软无力 不由得暗暗一惊 我这是怎么了 难道真是鬼压身 胳膊夹住体温计 而后给他量血压 其他人都瞪大眼睛看着 苏颖更是往前走了走 他希望江远说的是对的 那样一家人就不会再闹起来了 三分钟后 结果出来了 体温是35度3 远远低于常人 高压205 低压100 远远高于正常人 众人大惊 都惊恶地看向江远 真被江远说中了 难道丁美莲身上 真的有鬼 江远的岳母薛丽芳 本来站在丁美莲身边的 吓得急忙 往一边躲一躲 以免那魔鬼跑到他身上 怪不得我头晕头疼 丁美莲这时候更是心虚 有气无力地半躺在沙发上 使用温和的眼神 看向江远 江远 我本来好好的 可是现在感觉像是生了重病 身上毫了 难道我现在真的是鬼压身吗 现实生活中没有鬼压身 江远也相信这一点 但是刚才随着老爷子身上的病气 煞气 和那种现在无法解释的气息 都跑到丁美莲身上 他根本扛不住 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高血压 加上各种气息的侵扰 再加上害怕 所以他病来如山倒 就突然倒下了 想到丁美莲刚才恶劣的态度 江远决定还是吓一下他 指着他的肩膀说 你没看到有个鬼在你肩膀上坐着吗 呀 丁美莲吓得急忙拍打肩膀 紧接着他两眼一翻 便扑腾一声昏倒在沙发上 两道鲜血从鼻孔中流出 众人大惊 站在丁美莲身边的苏长风 苏惠林等人都慌忙往一边站一站 就连刘猛和苏家琪都朝着后面退了一步 他们都能看出来 现在丁美莲病情危急 更让他们害怕的是 是丁美莲身上的鬼 于主任 快救我妈妈 刘猛冲着站在角落的家庭医生 于德阳大喊起来 于德阳快步走到丁美莲身边 给他把脉 而后又听了听他的心脏 惊慌失措的说 不好 他有心梗的症状 还有脑梗的症状 必须送医院 不然有生命危险 刘猛惊呆了 众人更是惊恶一片 现在送医院是不是来得及 老爷子看向于德阳问 于德阳摇摇头 他的最佳治疗时间只有三分钟 超过三分钟 神仙也救不了他 老爷子和众人都喜口凉气 刚才江远不是让老爷子 起死回生吗 让他救我妈 刘猛激动的大喊起来 众人一听 都喊起来是啊 快让江远急救 老爷子冲将圆摆摆手 江远 快救救你姑姑 江远不为所动 老爷子 他们不相信我啊 刚才怎么说的 又是怎么做的 你又不是没看见 老爷子当然看到了 邓向刘猛 大喝 道歉 刘猛慌忙往江远身边走一走 低下头 而后使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 江远 对不起 请你 请你救救我妈吧 江远看着旁边的台灯 像是没有听到一般 毫无回应 刚才又是打又是骂 还要夺 一句简简单单的道歉就完了 老爷子看丁美莲的脸色 越来越灰暗 又看他全身哆嗦的厉害 邓向刘猛 喝道 跪下 刘猛一惊 猛地抬起头 老爷子 我是您的外孙啊 可他就是一个废物女婿 您叫我给他跪下 啪 老爷子一巴掌盖到刘猛脸上 上门女婿怎么了 就不能得到尊重啊 你不是废物 过来救你老妈 刘猛捂住脸 低下头 不敢再说什么 跪下 苏长风看刘猛 胆敢挑战老爷子权威 又看老爷子动怒 怒喝起来 这是在救你老妈 快给江远跪下 他是一个极其迷信的人 要是一个外姓人死在苏氏庄园里 那么会给他这个未来的组长 带来极大的恶语 刘猛咬咬牙 只好双膝跪地 又一次给江远道歉 江 江远 对不起 请你不要生气 请你救救我妈吧 江远冷笑 我一个废物女婿 怎么能承担起你这一鬼 江远 我错了 我刚才不该动手 别说下跪 就是磕头都是应该的 那你要磕几个头 江远问 刘猛两眼一闭 一阵崩溃 只是随便说说 谁知道江远当真了 站在他身后的 正是他老爸刘廷勇 脸上更是挂不住 他悄悄斜一眼江远 咬了咬牙 江远可以不给刘猛留面子 但是得给他刘廷勇留面子 得给老爷子和苏长风留面子 可是人家就是不留 悄悄地 刘廷勇看一眼旁边的苏佳琪 苏佳琪冲刘廷轻轻点头 看向江远 冷冷道 江远 大家都是自家人 为何要苦苦相逼 我劝你 赶紧救这小姑姑 别做事不给自己留后路 江远看向苏佳琪 冷冷一笑 问道 这么说 你要替刘猛下跪磕头 苏佳琪吃个闭门羹 咬咬牙 不说话了 手上紧紧地抓着半根棒球棍 我 我磕 我磕三个 刘猛看谁说话都没用 只好紧闭着双眼 紧咬着牙关 给江远磕了三个头 磕头之后 还得讨好一笑 江远 求求你 快救救我妈吧 江远突然扭过头 看向站在一边的苏颖 我要不要救 我老婆说了算 众人一听 都眼巴巴地看向苏颖 苏颖顿时精神一震 从来到这个卧室 他就被人压着 开始苏长风不给他留面子 紧接着众人辱骂和殴打他老公 实际上 不还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而现在 他突然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要知道 他老爸是老爷子的养子 他们一家人在苏氏家族里 一直都没有地位 现在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还是头一回 他使用感激而欣赏的眼神看一眼江远 而后昂起头说 江远 听老爷子的 舅舅小姑姑吧 说话的时候 他特意加重老爷子 三个字的语气 就是要苏长风知道 他只给老爷子面子 不会给其他人面子 包括苏长风这个未来的家族组长 苏长风倒是陪着笑 屁都不敢放一个 第八章 目中无人 江远从苏颖当地人 这才走到丁美人身边 按照天魔一惊的指点 先给他推拿推拿脑袋 而后又给他按压按压心脏 最后问道 家里有银针没有 我带的有 于德阳急忙从白大挂里 掏出一个银针盒 打开来走到江远身边 他心中疑惑 江远会针灸吗 这可是救命 稍有差错 会有生命危险 江远先后取出十八根银针 一一刺进穴道中 有九根在头顶上 有九根在心口上 不一会儿 十八根银针都轻轻抖动 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看情形 银针有要飞出的可能 飞天神针 于德阳突然激动的大喊一声 众人一惊 都看向于德阳 老爷子问道 于主任 什么是飞天神针 飞天神针 是一种极其神奇的针法 只有达到神医境界的医生 才敢使用这种针法 因为用对了 可以起死回生 而用错了 会置人于死地 于德阳瞪大眼睛 无比惊恶的看向江远 江先生 这种针法 已经失传三百多年了 您怎么会这种针法 没有那么神奇 这是我跟我爷爷学的针灸 他说了十八根银针 扎对穴位就可以了 江远随意编个理由 语气平淡 这时候 他注意到 那股黑烟 从丁美莲的身上慢慢飞出 而后飘飘摇摇飞向天花板 慢慢消失了 哎呀 我这是在哪 丁美莲突然醒过来 像是刚睡醒似的 有些迷糊的看向四周 这是哪 我怎么在这 醒了醒了 终于醒了 看不出江远真有一套 不管是不是飞天神针 但是人家就是有一手 众人大喜 都放下心来 大家都是在夸赞江远 但是明白人 还是能够听出来 大家还是不相信他的医术 只相信他又来一次 瞎猫闯个死耗子 站在一边的刘廷勇 倒是显得灰头土脸 地斜一眼江远 要是丁美莲这个 结发妻子能够死掉 他就可以把 扶正 可是现在看来 还得继续往下等 小姑姑 看看能不能站起来 江远搀扶丁美莲的一只胳膊 丁美莲尝试着慢慢站起 而后尝试着走路 感觉行动自如 激动的手舞足蹈起来 哈哈 真是神了 江远 想不到你这个废物 还真有一点本事 意识到自己说漏嘴 赶忙冲江远讨好一笑 我的侄女婿 姑姑骂你是疼你 你可别生气啊 我怎么敢生气呢 江远指了指刘猛 快把他扶起来吧 他一直跪着我 我会折瘦的 放屁 刘猛突然窜跳起来 一边揉着疼痛男人的膝盖 一边瞪向江远怒喝 谁跪着你了 我刚才是跪着老爷子 能是跪着你 你是什么身份 你有什么资格 说话间 双拳已经握起来 看起来随时准备 像刚才一样 暴躁江远 江远知道刘猛不服 只向丁美莲说 尽管小姑姑 现在身体明显好转 但是她仍需要 服用我的药方 不然三天内 一定还会瘫痪在床 丁美莲大惊 直女婿 那你快给我开点药方啊 江远冷笑 摇摇头 我是什么身份 能有资格给你开药方 啪 丁美莲突然挥起手 一巴掌打到刘猛脸上 刚才瞎说什么 给你妹夫跪下 刘猛又是脸疼 又是头大 捂住脸 只好又一次跪下 麻辩 知道我刚才也不乱说话 刘猛 你给谁跪着呢 江远问 刘猛哭丧着脸 回答 妹夫 我是给你跪下呀 不是给老爷子跪的 他 我 我现在只看到妹夫 只给妹夫跪下 老爷子一听 走到刘猛身边 挥起巴掌 地放到他脸上 目中无人 到现在 你还是目中无人 刘猛两边脸 都被打肿了 捂住脸 浑身哆嗦 一阵崩溃 死的心 都有 今夜里 他带着江远来 本来想痛痛快快地 收拾他一顿 把他赶出苏氏家族 然后夺走他老婆 现在倒好 还夺个屁啊 自己能不变成猪头 就是万幸了 呵呵 侄女婿 猛子已经道歉了 你快给我开个药方吧 丁美莲冲江远 讨好一笑道 江远这才点头 找来纸笔 快速开个药方 然后叠起来 递给丁美莲 快去抓药 谢谢谢谢 丁美莲接过药方 搀扶起刘猛 而后母子一起 快速走出卧室 来到别墅外面 丁美莲打开药方 我看看 都是什么药材 刘猛也瞪大眼睛看 这毕竟是下跪 才换来的药方 男儿西上有黄金 这药方一定珍贵 一看药方 上面就五个字 多喝白开水 他马戈壁 刘猛气得暴跳如雷 转身冲向客厅 他本以为这个药方上面 会有很多名贵药材 谁知道是白开水 一直以来 都是他耍别人 现在被一个废物这么耍 他忍不住这口气 丁美莲慌忙拉住刘猛 急到 你还想给江远跪下吗 靠 刘猛气得大爆粗口 我进去是宰了他 谁给他跪下 现在老爷子罩着他呢 你以为你能动得了他 刘猛一听 转身返回 咬牙切齿的发誓 走着瞧吧 不把江远踩到脚下 不把爷儿搞到手 我刘猛就势不为人 这会儿 卧室内传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好了 现在我和美莲都没事了 那就万事大吉了 老爷子大喜 亲切地拍了拍江远的后背 江远 以前谁都不认可你 我坚决让你做我的孙女婿 我这把老骨头 是不是有眼光啊 老爷子 您的眼光 当然比那裙废物强多了 江远笑了笑 这句话 把苏家一家人和几个股东都包括完了 他们一听 都气得咬牙切齿 这小子就是太狂妄 看老爷子转危为安 苏长风的心情十分复杂 他正准备借此机会 从老爷子手中 接过家族的权杖 而后把几个跟他争权夺势的兄弟打压下去 现在看来没戏了 看老爷子身体被棒 一下年轻了十岁 苏长风悄悄携一眼江远 暗暗痛恨 这个废物竟然坏了我的好事 想到只有耐心地等候下去 他冲大家挥挥手 好了好了 老爷子现在没事了 大家就请先回去吧 众人一听 都散了 苏长风和几个弟弟 送几个股东离开别墅 其他人该回家回家 该干嘛干嘛 苏总 那废物女婿太猖狂了 这可是在苏家 他怎么那么狂 苏总 您可得想想办法 不然后果难料啊 叫我说 想办法清理门户 绝不能养这种咬人的狗 走在别墅院子里 刘廷勇和几个股东 都愤愤不平地看向苏长风 这些话一说 苏长风更是觉得脸上无光 心中更是把江远当作眼中定肉中刺 不过他嘴上倒是呵呵一笑 年轻人妈不懂事 慢慢会好的 再说 我们要相信老爷子 他会教江远怎么做人的 第九章 改头换面 当其他人都离开的时候 江远和苏颖还在老爷子的卧室 现在老爷子对江远是稀罕得不得了 依靠一手神奇的气功推拿和针灸 竟然让人起死回生 不得了 了不得 他一直都是满脸笑容 夸道 江远 你太低调了 你这个神医怎么就隐藏那么深啊 知道你本身那么大 你岳父岳母也不会看不起你了 江远挠了挠短发 笑道 老爷子 其实吧 我对气功推拿和针灸 也没有多少信心 这话我相信 苏颖点点头 江远的本是我了解的 他现在连医师资格证都没有 怎么可能突然会达到神医的境界 怎么说呢 我觉得 这是一种巧的不能再巧的巧合 爷爷 你千万别再夸他 他真把自己当成神医 把病人致死 那就麻烦大了 不不不 站在一边的主任医师于德阳 不住摇头 隐儿 那非天神针 根本不是一般医生能够驾驭的 你千万别小看你老公 我这个针灸大师 都得拜他为师 说话间 又使用欣赏的眼神看向江远 要知道 他以前和两个针灸大师 一起研究过非天神针 研究了整整二十年 都没有掌握这种针法 更不敢尝试 可是现在 江远一个年轻人 竟然可以轻松驾驭 嗨 苏颖暗暗叹气 轻轻摇头 他就是想不明白 老爷子和于主任 怎么就这么欣赏江远 他是他老婆 难道不了解他吗 对了江远 我们是第一人民医院里 有个特殊病人 要不明天我带你过去看看 于德阳突然问 江远暂时没时间啊 苏颖担心江远把人治坏 婉言拒绝 明天我就要带着他 去我们的私立医院上班 因为过蜜月 我们已经耽误一个月了 一上班是很忙的 于德阳急忙说道 尹儿 这样明天我带着病人 去医院找你们 先让江远见见病人 怎么样 江远很为难地叹口气 想到于主任 毕竟是老爷子的私人医生 又是老爷子的好朋友 还是点点头 那好吧 江远看病的时候 我必须在场 好好 就这样说定了 于德阳伸出双手跟江远握手 江远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就这么定了 老爷子亲切地拍了拍江远的肩膀 好了江远 时间不早了 你们小两口 今晚上不回去了 就睡在我的别墅里 我叫人给你们准备卧室 一般家庭人员都住不上老爷子的别墅 这可是最高礼遇 江远和苏颖自然不会拒绝 和老爷子又聊一会儿 一起走向二楼 两个人间并肩地往前走 突然间 两个人的肩膀碰了一下 然后互相看一眼 江远看到苏颖的信念里 没有多少冰冷和鄙视了 笑了笑 刚才她是第一次给老婆大人长脸 当然得有一些奖励 一边走 她一边使用肩膀 轻轻碰一下苏颖的相间 轻声问 老婆 睡这里的话 你还让我睡地板吗 当然不会 我会让你睡床上 苏颖回答 江远大喜 拉起苏颖的小手来 放手 苏颖突然又变得面入冰霜 江远慌忙 放下手来 老婆 又怎么了 爷爷欣赏你 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欣赏你 苏长风 刘猛和苏佳琪 接下来会怎么做 你心里没点谱吗 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江远自信地点点头 苏颖冷笑 你有自信 我可是没自信 你以为接下来 你还会那么幸运吗 来到二楼 又冷冷到 我们的卧室是分开的 你睡你的卧室 快步走向她的卧室 我去 看来 我还得加把劲啊 江远摇摇头 走向她的卧室 休息去了 第二天 江远早早起床 先是锻炼身体 而后冲冲早 穿上老爷子 派人送来的黑色休闲装 和黑皮鞋 走出卧室 老婆 早 苏颖正准备下楼 看江远穿一身名牌休闲装 显得人模狗样的 不由得一愣 还别说 江远穿上名牌衣服 还真叫一个帅 更让她不敢想象的是 江远比这以前 突然多了一种精气神 以前江远总是搭拉着脑袋 显得无精打采 缩头缩尾的 可是现在整个人是改头换面 显得精神抖擞 老婆 看够了没有 江远笑问 苏颖翻翻白眼 转身下楼 他们先陪着老爷子吃早饭 而后便乘坐老爷子的坐驾 离开别墅 按照安排 他们要去苏家医院上班了 江远是里面的一个实习生 不忙 但苏颖可是里面的院长 现在过蜜月 医院里面已经积攒一大堆的公务了 一路上 苏颖和江远一句话都不说 车厢内的气氛很是沉闷 快到医院 江远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他掏出一看 是小妹江彦打过来 小妹 吃过早饭没有 哥 你快回来吧 家里闹疯了 都快打起来了 电话里记得喊起来 江远一惊 怎么回事啊 还不是咱爸欠钱的事 现在亲戚朋友都来要钱 还要准备卖咱家的诊所呢 江远听到小妹要哭 又听到电话里传出吵闹的声音 急忙说 你告诉爸妈别急 我这就回去还钱 事不宜迟 必须赶回去 江远看向苏颖 老婆大人 我跟您请个假 我得回家一躺 家里出事了 苏颖问 江远点点头 呼吸有些急促 脑门上出现黄豆大小的汗珠 苏颖打开手提包 取出一张银行卡 也不看江远 递给他 家里需要钱是吧 拿去 江远看出 苏颖第一次想帮他 但是他不会接受这种施舍 推回银行卡 我能摆平 好吧 你别说我没帮你 苏颖知道江远老爸是赌鬼 欠下好几百万的高利贷 可是江远死要面子不要钱 他也没办法 看轿车快行驶到医院门前 冲司机会一下手 轿车立即停到路边 司机颇为不满地 看一眼江远 咱们跟与主任约好的 给一个重要病人看病 你赶紧回来 苏颖冷冷道 老婆大人 我是不会忘的 江远快速下车 冲向大门边的保安室 不一会儿 他跟保安借一辆破旧的踏板摩托车 飞一般冲向大街 摩托车轰轰哄响 尾气拉出一条长长的黑线来 姑爷 别忘了加油 跟我借车 你从没有加过油 一个卷头发的青年保安 冲着江远的背影大喊 没结婚 你怕你未婚妻结了婚 你怕你老婆换成是我 把老婆按到床头打 注意到一辆奔驰轿车开过来 坐在后座上的正式苏颖 他吓得搂住脑袋 慌忙往保安室里钻 第一十章 上门逼债 北交乡 复原大街 康陵诊所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还不起债 砸锅卖铁也得还 喊话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脸上长着白电风 凶巴巴的样子 看起来吓人 他身后站着一群人 都面带冷笑 不住点头 他们的视线 都在一对中年夫妇身上 这正是江远的父母江国法 和钱平 喊话的正是他们的二弟江国正 指向江国法和钱平 又大喝道 你们欠下我们的钱 今天必须还 还不上 就卖诊所的房子和地皮 凭什么 旁边传出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窃窃的 但是声音并不低 众人一听 都扭头看去 江国法和钱平的旁边 站着一个女孩子 有十七八岁 长得十分清秀可爱 就是穿衣十分朴素 正是江远的妹妹江燕 江燕 这是大人说的事 跟你小屁还没关系 滚一边去 江国正恶 递瞪一眼江燕 江燕鼓起勇气 往前面走了走 二叔 怎么没关系 你把我家的房子和地皮都卖了 我不陪着爸妈喝西北风吗 你们欠我们的钱不还 我们不喝西北风 江国正瞪向江燕 江国正的老婆范燕方台 其手指向江燕 扯着一副鸭嗓大喝 老头子把诊所和地皮 都留给江国法 这么多年了 你们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今天不还钱 我们必须把这诊所和地皮卖掉 江燕说 二婶 虽说诊所和地皮留给我爸了 这么多年来 你们看病抓药 给你们要过钱吗 大前年二叔动手术 我爸是不是一把 给你们过七万块钱吗 范燕方冷笑 该 你们活该给钱 要是诊所留给我们 我们能给你们七十万 问题是 二叔不会看病啊 不会看病 我们不会做生意 爷爷要求我们 世世代代行医 你忘了吗 他老头子算个狗屁 偏心眼 死了他也不得安生 你怎么骂爷爷 江燕气得两眼含泪 走向范燕方 范燕方直接冲上前去 一把推向江燕 腾你也去棺材里找他 江远被推得连连后退 扑腾一声坐到地板上 江国法和钱平一看 不答应了 都冲向范燕方 你怎么打孩子 打孩子怎么了 老娘连你们都敢打 范燕方迎向江国法和钱平 尖叫着跟他们撕扯起来 江国正和他儿子江征一看 都冲上前 挥起拳头 顿时间 众人撕打在一起 使诊所大厅一下爆炸起来 住手 大厅门前突然传出一声怒吓 声音如同雷震 惊得众人都停下来看过去 只见外面站着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江远 他就害怕出事 骑着破旧的踏板摩托车 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 看到大厅内的场景 看到一个个亲戚朋友 像是仇人 一眼看待他的家人 他是极为来气 大贺不就是还钱吗 我这就还给你们 你能还钱 你以为你成为苏家的女婿 就了不起了 谁不知道你是废物女婿 在苏家连挑狗都不如 真有本事带回来一堆钱啊 骑着一辆破摩托车回来 你就不觉得丢人 江国正 范燕芳带着一群亲戚 都瞪着江远 一个个都冷嘲热讽 根本不把江远放在眼里 其中的江国正 更是冲着江远吹胡子瞪眼 因为他患有白电风 腮帮子 下巴和脖子上 都是白一块黑一块的 加上表情凶恶 看起来十分吓人 今天 我要你们拿到钱 江远只上摩托车 走进大厅 要是你们拿不到钱 你们可以卖诊所 众人一愣 面面相聚起来 这废物真的能还钱 哥 你回来了 江远眼泪汪汪的迎向江远 江远伸手擦去江远脸蛋上的泪珠 别哭 这才多大一点事 江远使用手背擦着眼泪 哽咽着说 哥 问题是 咱们签他们一百六十多万呢 现在上哪弄那么多钱啊 我回来就是还钱的 江远拍了拍江远的肩膀 小妹 去拿纸笔来 咱们欠他们多钱 还有他们的银行账号 你都写到纸上 我一会儿就给他们转账 江远一惊 瞪大眼睛看向江远 江国法和钱平也都看向江远 不敢相信 江国郑和范延芳等人 更是张大着嘴巴看向江远 然后你看我 我看你 江远真的有钱了 去 小妹 江远推一把江远的肩膀 哦 江远这才半信半疑的走向角落的一个房间 不一会儿 他拿着圆珠笔和药方本走出来 按照江远的要求 一边询问他老爸 一边一一记录 江远 你到底有钱没有 别倒是完我们 江国郑根本不相信江远 瞪向他 指手画脚 警告你 到时候打了你 你们照样得还钱 我外甥在刑侦大队上班 敢当老赖 我叫他第一个抓你 范延芳哼哼哼冷笑 江远不理睬他们 掏出钱家来 取出那一张马剑云富豪赠送的黑色至尊卡 别废话了 把你们的银行账号报给燕子 我这就打给你们 江远看向江国郑和范延芳等人说 等一下 范延芳携一眼江远 咕噜咕噜小眼珠 走到亲戚朋友中间 跟他们嘀嘀咕咕起来 像是商量什么重大国家大事似的 他们围坐一团 非常神秘的商量 不过众人都跟江国郑保持一段距离 因为他有白电风 过了一会儿 人群散开了 范延芳挺着像是怀孕一般的大肚子 走出人群 朝着江远挥挥手 大喝道 江远 我们不要转账 我们要现金 说这话 他看一眼旁边的几个亲戚 给他们史实眼色 他们刚才已经商量 今天就是要难为江远他们 逼迫他们把诊所和地皮卖掉 那样 他们不但可以拿到更多的钱 还可以让江远一家人无家可归 我们没带银行卡 也没带手机 就要现金 我儿子等着下彩脸 人家要现金 我也没办法 还是现金放心 一手还钱 一手轻账 今天不拿到现金 我就是不走 江远一听 气得一炸而起 你们怎么这样啊 江国法和钱平也都气坏了 可是欠人家的钱 他们只能是干瞪眼 毫无办法 第一十一张 二百万现金 小妹 别激动 我满足他们 江远冷冷一笑 拿着黑色至尊卡 打起上面生花银行的服务电话 这张至尊卡 可以支取一千万 他想着 应该问题不大 江远和他爸妈一看 都屏息静气聆听起来 其他亲戚朋友 也都不再说话 看着江远接听电话 不一会儿 手机里面传出一个美女甜甜的声音 先生 您好 我们是生花银行 很高兴为您服务 美女 您好 我是我们银行的客户 我想取出来二百万现金 可以吗 先生 您是我们的至尊客户 是可以的 请您报一下您的身份证号码 江远说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过了一会儿 手机里又说 先生 我刚才查了一下 您的至尊卡是转让的 所以呢 您需要大量现金的话 是要提前预约的 江远一愣 我现在预约可以吗 可以啊 您现在预约的话 二十四小时之后 就能提出二百万现金 我现在就需要 江远打断服务人员的话语 电话里歉意一笑 江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这是银行规定 给您带来不便 请多多原谅 江远见没一景 尴尬的挠了挠短发 挂掉了电话 预约的话 明天才能拿到钱 可是这群亲戚朋友 不会等下去啊 吹吧 你就吹吧 我就知道你是废物 还演戏 拿着一张银行卡 跟真的似的 装逼 我敢说 这卡里一分钱都没有 还至尊卡 我们就要现金 有种拿出来 不然我们这就卖房子 江国正和范燕芳等人 都对江远极为鄙视 你一句 我一句挖苦起来 有人搂起胳膊 有人拉把椅子坐下来 有人干脆坐在地板上 看样子 今天就是跟江远杠上了 哥 江彦走到江远身边 拉一拉他的胳膊 这可怎么办啊 这群亲戚朋友太讲道理 他都快急哭了 是啊江远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江国法和钱萍 走到江远身边 都急得火烧火燎 愁眉苦脸地看着他 这群亲戚朋友 已经翻脸不认人 这样等下去 绝对是不行的 江远心想 我得给马建云老总打个电话 就在这时 一辆银灰色劳斯莱斯轿车 停在诊所门前 不一会儿 车上下来一个 身穿粉红裙子的美少女 眉带如画 肤白如雪 素腰一束 盈盈一卧 走起路来风度翩翩 像是天仙下凡 随着他走进诊所 整个大厅都被照亮了 而后两个戴着墨镜的黑衣保镖 颈部跟上 都警惕地观察四周 众人一看 有豪车和保镖这样的标配 都知道红裙少女是大家小姐 不敢再说什么 好奇地打量他 江远感觉到有人进来 扭过头看去 一看走来的美少女 竟然是熟人 正是马建云的女儿麻染 天助我也 江远大步走向马染 然然 你怎么来了 江远哥哥 没想到吧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 马染可爱得歪头一笑 然然 找我学医吗 才不呢 马染拉起江远的胳膊来 我有件事 想请你帮帮忙 没问题 然然 你先帮我做一件事 江远把马染拉到一边 冲他儿语一句 马染扫一眼大厅内的一群人 轻声道 有人上门逼债是吧 真是气人太深 江远哥哥 你说吧 只要是小妹能做到的 绝不会说一个不字 江远点点头 掏出那张黑色至尊卡来 这是你老爸 昨天送给我的至尊卡 我想取二百万现金 可是银行说 这卡是转让的 取出大量现金 需要预约 哈哈 这事儿你找对人了 包在我身上 走 我带你直接去银行 马染拉起江远便走 江远看向江国正 范燕芳等人 大声说 你们等着 我去银行取现金 又看一眼父母和小妹 从他们挥一下手 和马染一起走向外面的 劳斯莱斯轿车 两个保镖跟上 开车门的开车门 开车的开车 不一会儿 叫车便驶向大街不见了 江国正和范燕芳等人 都大眼瞪小眼 等候起来 老二 你说江远那废物 能不能取回来二百万现金 范燕芳问 江国正挠了挠白电风的脸 冷冷一笑 我看学 那豪车不是租来的吧 有可能 江远就是一个废物女婿 想租辆车长长脸 她要是真牛逼 绝对开着豪车回来了 你们不知道 江远虽然是苏颖的老公 睡觉都是睡地板 一群亲戚朋友议论起来 越议论越觉得有问题 最后都愤怒的大喝起来 你们能不能安静一下 江远不满的瞪向他们 就算我哥会欺骗你们 他会欺骗我们吗 众人又觉得有道理 都焦急的等候起来 江国正和范燕芳 在大厅内是走来走去 还有几个亲戚抽起门烟来 突然间 江国正举起手机 怒喝起来 不管怎么说 我给他留一个小时的时间 只要过了一个小时 我照样卖诊所卖地皮 江燕和爸妈互相交流一下眼神 便焦急的等候起来 江燕是时不时的往门口走一走 眺望一眼大街 每时每刻 他都盼望着大街上出现哥哥的身影 可是等了足足一个小时 仍是不见他的身影 他急的都要跺脚了 哥 你怎么还不回来 整整一个小时了 江远怎么还不回来 我敢说 他一定是不敢回来了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是废物 是胆小鬼 不等了 叫人过来买走诊所和地皮 江国正和范燕芳等人都等不及了 纷纷大喊大叫起来 坐在地板上的几个人都快速站起来 江国正更是掏出手机 给人打电话 王总 你过来没有 带着钱已经到了是吧 太好了 今天康林诊所和地皮就卖给你了 江燕 江国法和范燕芳大金 都扭头看向大门 还别说 一辆黑色奥迪轿车已经停在门前 随着车门的打开 车上走下来两个中年胖子来 两个人都戴着金项链 金戒指和金手表 看起来像是爆发户的样子 王总 就等你们呢 江国正一看 哈哈一笑 迎上钱 江国法 钱平和江燕一看 都慌了 江国法更是冲上去 一把抓住江国正的胳膊 大喊道 江远不回来 谁也不能卖诊所 江国正一巴掌 打开江国法的手 滚开 不叫卖 你们拿钱啊 没钱 这诊所就是我说了算 老二 江国法又一次抓住江国正的胳膊 滚开 江国正猛地推开江国法 走向房门 哈哈 王总 您看这诊所和地皮 能值多少钱 王总看一眼江国法 又看一眼江国正 问道 你们谁说了算 当然 是我说了算 这是我老爹留下来的房子和地皮 江国正大喝道 江国法 瞪向江国正 你的房产证呢 有没有房产证 我都能卖 我都能卖江国正气急败坏道 看王总迟疑 把他往大厅里面拉了拉 王总 快看看吧 我看谁敢卖 大门前突然传出一声冷贺 第十二章 多少 众人一惊 都看向外面 正是江远 怒发冲冠 气势凶有 后面跟着麻染 信念圆瞪 也是气势逼人 再看后面 还跟着两个黑衣保镖 他们西装墨镜 面容冷酷 一人提着一个黑皮箱 也是气势十足 江国正瞪大眼睛 看向江远 问道 钱你带回来了 欠你多少钱 江远冷冷反问道 江国正伸出三根手指来 三十万 对 就是三十万 范燕芳走到江国正身边 两手卡腰 拿来吧 有种还钱吧 别装模作样了 你以为找个漂亮小姐 又租一辆劳斯莱斯 你就牛逼了 呵呵 一看就知道都是假的 吓唬人的 就是 拿出钱来 才是真本事 其他亲戚朋友 都鄙视着江远 大喊大叫起来 江远看向后面的两个保镖 挥一下手 把皮箱打开 是 两个保镖答应一声 拉过来一张小桌子 把两个皮箱都放在上面 然后打开来 顿时 一打打崭新的红色大钞 出现在众人面前 整整齐齐 厚厚实实 众人一下都瞪圆了眼睛 一个皮箱一百万 这可是二百万 都是新花花的钞票 散发出耀眼的红光 看起来 让人热血沸腾 让人挪不开眼神 更让人动不了脚步 你们怎么都闭嘴了 你们怎么不说 这是假的 麻染瞪向众人 娇斥起来 江国正 范燕芳等人 都静若寒蝉 没有一个人敢知一声 欠你三十万是吧 江源走到皮箱边 抓起来一打打钞票 朝着江国正脸上砸去 三十万 自己数 啪啪啪啪 他先后把三十打钞票 砸到呆若木鸡的江国正脸上 我江源还钱 就连本代理还你们 十万块是一万块利息 这是三万块 江源又抓起来三打钞票 朝着范燕芳脸上一摔 想要拿走 不想要留下 要要要 范燕芳顾不上脸疼 慌忙蹲到地板上捡钱 大侄子 你可是发了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你将来一定会有出现 是啊是啊 江源小时候 我就知道 这孩子将来有本事 我会看向 一看江源 我就知道 这还是一定会了不起 我不让你们过来 你们飞过来 这回都后悔了吧 江源 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得照顾才是 一群亲戚朋友 都冲江源点头哈腰的笑 你一句我一句的夸赞起来 江源冷笑 抓起来一个皮箱 朝着他们面前 一摔 扑通 哗啦啦 一打一打 钞票都蹦出来 而后划得满地都是 使得地板上一片大红 更是亮下了一群债主的狗眼 欠谁的钱谁拿走 以后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一群亲戚朋友 非常配合江源的工作 纷纷蹲下来捡钱 一个个是争先恐后 总担心这些钱不够还钱的 不一会儿的时间 他们各自捡起一打打的钞票 而后让江国法和钱拼过目 而后都冲江源讨好的笑 而后都快速地离开 范燕芳在捡钱的时候 多捡起两打 偷偷摸摸地往裤子口袋里塞 放下 江源观察得很清楚 瞪向范燕芳 范燕芳慌忙掏出来两打钞票 冲江源讨好一笑 大侄子 你现在有钱了 还在乎这一万两万的吗 欠你的 都还你 不欠你的 一分钱也不会给你 江源一挥手指向房门 拿着你们的钱 滚 哼 有啥了不起的 不就是几个臭钱吗 范燕芳把两打钞票往地板上 一摔 一站而起 走就走 你请我留下 我还不会留下呢 大摇大摆地走向大门 站住 江源指向范燕芳 左边的裤子口袋 把左边偷色的两打钱放下 范燕芳一震 而后羞愧的满脸通红 慌忙掏出来两打钱 往地板上一扔 捂住脸扭扭捏捏地跑出去 哈哈哈哈 周围有很多人大笑起来 就知道给我丢人 江国正瞪一眼跑出去的范燕芳 提着一兜钞票 更是灰头土脸的走向房门 站在旁边的王总健壮 知道买不成诊所了 悄悄打亮一眼江源和两个保镖 跟同伴使的眼色 也灰溜溜地走向外面 哥 江燕满脸激动地 搂住江源的胳膊来 你在哪弄这么多钱 江源伸手刮了刮江燕的小鼻子 笑了笑 傻妹妹 我是苏氏家族的金龟婿 能缺钱吗 快把剩余的钱收起来 江燕呵呵一笑 和他爸妈一起捡钱起来 江国法 以后还赌钱不赌 江源生他老爸的气 连爸也不叫了 直呼其名 江国法满脸发烫 看一眼麻染和他的两个保镖 江源 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 你还要面子 因为你 家都快没有了 这还是亲戚朋友要债 要是赌场过来逼债呢 江源大喝 江国法一听 老脸一红 低下头 再也不敢吱声 钱平慌忙站起来 一脸担忧 江源 你爸还欠赌场高利贷五百万吗 可咋办 他们要是来逼债 还不吃人啊 这正是江源所担心的 那些放高利贷的 可都是穷凶极恶之辈 他看向江国法说 把放高利贷的手机号码给我 我直接把钱给他 江国法一惊 猛地抬起头来 可是五百万啊 江源 你有五百万 这就不是你管的事了 我卖血卖肾也会还钱 前提是你以后别再赌博 江源看向江燕 大喝道 小妹 去把菜刀拿来 今天必须下一下江国法 江燕一惊 拿菜刀干什么 把江国法的两根小指剁了 以后他没赌一次 我们剁他两根手指 江源对他老爸赌博 已经极其痛恨 这一次必须让他怕 小妹 快去拿菜刀 江燕顿时慌了 你就给老爸一次机会吧 燕子 钱平一把拉开江燕 你爸是狗改不了吃屎 就得剁他的手 因为赌博我跟他生过多少气 就差上吊了 江国法文言扑通一声 给钱平跪下了 举起一只手信誓旦旦的说 老婆 我戒赌 这一次我一定戒赌 我向你发誓 接下来我要是再赌博 就让我段子绝孙 江燕一听 一头黑线 我去 你段子绝孙 不是在诅咒我吗 第一十三章 做人要低调 江燕哥哥 你就给你老爸一次机会吧 站在一边的马染冲江 远笑了笑 劝说一句 江燕当然要给马染面子 瞪向江国法 大喝道 这次冉冉说情 我就给你这最后一次机会 另外 别在这当医生了 你给我骂回农村老家养老去 江国法下的浑身一哆嗦 不住点头 好好好 我跟你骂回老家 江燕急忙把江国法拉起来 而后眼泪汪汪地望 向江远 问道 哥 你真的要卖血卖肾吗 卖 江远大喝道 只有人家要 人头我也会卖 哥 江燕捂住脸啜泣起来 扑到江远怀里 哥 我不要你卖血卖肾 我不上大学了 去打工 江远心头一酸 搂住江燕的肩膀 冲他而语道 我吓唬老爸呢 现在两千万也难不倒我 你不用担心 江燕这才不哭了 连连点头 心说 哥 你这哪是吓唬老爸 把你小妹都快吓坏了 江远 这就是赌场的手机号码 你还给他五百万就可以了 江国法打开手机 窃窃地看向江远 江远扫一眼手机号码 掏出手机拨打电话 防止夜长梦多 必须现在还钱 不一会儿 出一个男子的声音来 谁啊 我老爸是江国法 江远说 哦 还我高利贷的吧 我们见个面 我把五百万还你 你把欠条给我 五百万 一周前是五百万 现在还是五百万 电话里喊起来 老子这可是高利贷 利滚利 江远冷笑 别管多少 我们总得见个面吧 我现在正在医院 晚上吧 我给你打电话 就这么定了 江远挂上电话 眼神一冷 五百万我还不想还呢 还要利滚利 我们走着瞧 哥 利滚利啊 那得还多少 江远满眼担心地望着江远 江国法和钱平 更是提心吊胆 呆呆地看着江远 放高利贷的 没有一个善茬 万一跟儿子要太多钱 怎么办 没事 我认识 有警方的朋友 他们不敢放肆 江远编个理由 呵呵一笑 表现得很自信 麻然往江远身边站一站 冲江远微笑道 是啊小妹 江远哥哥认识的 还是公安副局长呢 你们就放心吧 有千金大小姐 做出这个保证 江远他们都相信了 这才放心 小妹你帮爸妈收拾东西 而后把房子租出去 而后你回大学住校 江远拍了拍江远的肩膀 叮嘱起来 现在哥有钱了 你多买几身好衣服 和好鞋子 我要我小妹不做平平笑话 做就做白富美 嗯 江远呵呵笑着点头 使用崇拜的眼神望着江远 哥哥有钱了 他以后当然可以 打扮得漂亮一些 我先走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江远又跟他老妈聊几句 让他把钱放好 然后带上几大钞票 和马远一起走向外面 然然 说吧 找个啥事 江远想到 现在该帮马远做事了 马远笑了笑 江远哥哥 我有个闺蜜 下巴上有块伤疤 去是第一人民医院 看几次了 没有一点效果不说 还整发炎了 现在他正在 苏家私立医院输液呢 我想请你这个神医 过去看看 江远呵呵笑了 然然 你知道苏家私立医院的院长 是谁吗 不知道 马远摇摇头 江远拍了拍马远的肩膀 你 我 是啊 我老婆苏颖 苏颖 我知道的 我上大一的时候 他上大四 是笑花女神啊 哇 江远哥哥 你太棒了 呵呵 让你见笑了 现在呢 我就在那家医院上班 真是太巧了 马远拉着江远 走向劳斯莱斯轿车 走走 坐我的车去 江远站住了 只向大门旁边 破旧的踏板摩托车 这是我骑来的摩托车 得开回去 你们先走 苏颖打两眼踏板摩托车 不由得秀没意景 远哥 你是院长的老公 怎么开这种车 低调 做人一定要低调 江远冲苏颖点点头 悄悄的撇撇嘴 哥以前想高调 问题是能高调起来吗 扑痴 站在旁边的一个大鼻子保镖 突然笑起来 江远看向保镖 严肃的问道 你笑什么 低调不好吗 大鼻子保镖赶忙捂住嘴 不过仍是忍不住 转过身笑 他听说过 江远是上门女婿的事 在苏家毫无地位 别说配车了 穿衣服就两身 这可不是低调 是窝囊 他也不能说什么 只能笑 我就是不明白了 你笑什么 江远怂怂肩膀 看向马远 然然 你来说 低调不好吗 难道低调不是一种修养吗 江远哥哥 你说的太对了 马远白一样大鼻子保镖 娇斥起来 大舟哥 你还笑 以后跟远哥好好学一学吧 我们做人就得像他一样低调 苏家私立医院 这是一家小型的私立医院 里面只有两座楼 一座是六层高的办公楼 一座是十二层高的病房楼 医院职工加起来不到200人 说起规模来 相当于一家乡镇医院 当初这座医院 作为苏氏家族企业的一部分 是老爷子送给苏颖老爸苏常丽的 这也是苏常丽在苏氏家族中 唯一拥有的一处企业公司 她觉得企业太小 根本看不上眼 就找人管理着 等女儿苏颖医科大学毕业之后 就交给她管理了 江远跟苏颖结婚之后 就嫁机随机嫁狗随狗 跟着苏颖来这家医院上班 平常也就是 给苏颖端茶倒水 拖拖地板打打文件什么的 相当于苏颖的秘书 话说她骑着保安的踏板摩托车 来到医院 把摩托车停在保安室门前 翻身下车 秦永胜 秦永胜 一个卷发的青年保安 走出保安室 呦 姑爷回来了 摩托车还有油吗 三个保安跟出来 都呵呵笑 别想着姑爷加油了 这不能怪姑爷 人家也是没办法 嗨 姑爷每天给院长端茶倒水 洗车拖地 也够辛苦的了 几个保安看似是同情江远 实际上都是在挖苦 这样的话 江远听得太多了 根本不理睬 把摩托车钥匙扔给秦永胜 秦永胜 你这摩托车太旧了 坐着不舒服 还是换一辆吧 秦永胜接过钥匙 撇撇嘴巴 翻翻眼皮 姑爷 这样的小摩托车得两万块 你是院长老公 要不给老哥拨一点办公经费 哈哈 还是算了 老秦 你这不是敢压子上架吗 姑爷的生活费都是问题 你让他下拨办公经费 可能吗 其他几个保安都哈哈大笑起来 看向江远的眼神更是轻视 第14章 神医的儿子 一辆小摩托车才两万块 江远突然问秦永胜一愣 其他保安也都不笑了 狐疑地看向江远 江远打开背包 从里面掏出来两达钞票 直接往秦永胜脸上一砸 给姑爷买辆新摩托车去 江远又取出一达钞票 朝几个保安脸上一摔 以后见到姑爷要敬礼 秦永胜和其他几个保安 一下都傻了 这不是废物女婿 是土豪啊 这时 马远的劳斯莱斯轿车 正好开过来 马远下车 给江远打开车门 彬彬有礼地说 江远哥哥 请上车 豪车美女 一下吸引很多人的注意 看美女给江远开车门 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以前都是江远给人家开车门 这次是怎么回事 江远呢 弯身上车 马远也坐进车内 而后叫车 缓缓驶进医院大院内 秦永胜和几个保安一看 更是惊掉下巴 过了一会儿 秦永胜突然仰起胳膊来 大喊 给姑爷敬礼 几个保安刷刷刷敬礼 随着叫车停到病房楼前 江远和马远下车 快步走进大楼 医院规模小 名声又不是很大 所以病人很少 大厅里面根本没有多少人 电梯门前 只是站着寥寥几个病人家属 几分钟后 他们乘坐电梯 来到八楼皮肤科 走进一间单间病房 病房里有个美少女 下巴上贴着大胶布 正半躺在床头上挂掉瓶 她手里拿着手机 正在看网络小说 旁边站着一个 三十来岁的青年妇女 正提着开水瓶到开水 小小 我们过来了 马远冲美少女笑了笑 来 我给你们介绍 这位是孙小小 我的闺蜜 这位是江远哥哥 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请来的神医 江远往床边走了走 冲孙小小微笑点头 孙小小则是柳眉紧皱 使用怀疑的眼神观察江远 她见过的名医可是不守 像这么年轻的 还从来没有 站在一边的青年妇女 更是冷冷地看着江远 对她有了戒备之心 小小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江远观察起孙小小的下巴 微笑着问 马远笑道 小小 你就如实跟江远哥哥 反映情况吧 我敢说 她一定会手刀病除 孙小小仍是皱着绣眉 看着江远 使用不嫌不淡的语气说 江先生不是神医吗 应该可以看出我的问题吧 看出来一些 江远点点头 你是下巴皮肤溃烂 重度发炎 曾经使用点酒消毒 又被医生驱除掉腐肉 还使用姚夫康消炎 但是治疗后的效果不好 孙小小一听 瞪大眼睛看向马远 然然 是你把我的情况 告诉给江远的 马远急忙摇头 怎么可能 再说了你用什么药 我也不知道啊 你也没有跟我说过 小小 你有三天没有大便了 小便倒是很勤 对吗 江远又问 孙小小一惊 你怎么知道 你每天晚上都很难入睡 入睡之后 又老是做噩梦 并且还是那种 恶鬼缠身的噩梦 对吗 江远又问 孙小小大惊 你怎么知道 不会吧 青年妇女 更是惊得两眼圆瞪 呆呆地站在一边 这些情况 他们都觉得 跟小小的下巴无关 没有跟医生说 可是被江远一眼就看穿了 小小 看不出病症 江远哥哥还是神医吗 马远觉得 江远真是太牛了 冲孙小小笑了笑 听江远哥哥的 绝对没错 孙小小这时候 冲江远笑了笑 歉一道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见过的专家太多了 他们大都是有名无实的医生 正说着 马远的手机响起来 他冲江远和孙小小点点头 走到一边接听电话 过来了两分钟 他走到床边说 江远哥哥 你先给小小看病 我需要出去一下 外面有人找我呢 我见个面就回来 你去吧 江远冲马远挥挥手 坐下来 跟孙小小聊起他的病情 两个人聊的有五分钟 江远正准备给孙小小治病 外面突然走进来一个长发青年 身材高大强壮 长着一双鹰眼 有一股逼人的气势 他怀里抱着一大树的玫瑰花 一边走 一边笑道 小小 感觉好些了没有 孙小小一看 是一直追求他的混混焦亮 冷冷地扭过头 轻轻点头 这人开有地下赌场 是个混社会的 他非常讨厌这种人 可是因为他势力大 他又不能太拒绝 倒是那个青年妇女迎向焦亮 笑了笑 焦亮 你来了 好漂亮的玫瑰花 帮小小收下吧 焦亮笑了笑 把玫瑰花递给护士 看向江远 打亮两眼 冷冷问 这个人是谁 怎么会在这里 他不允许自己喜爱的女孩 身边有其他陌生男子 现在看到 是本能的排斥 江远听到声音很耳熟 见没意警 也打亮起焦亮来 在家里 他曾经给那个放高利贷的人打电话 通过声音他敢确定 这个焦亮 正是那个放高利贷的人 他不曾想 会在这里遇到他 心中顿时怒火腾腾 这个焦亮给他老爸下套 让他老爸连连输钱 最后使他老爸欠下 高达五百万的高利贷 在电话里 焦亮还说 一周前是五百万 现在绝不可能是五百万 想到老爸的无助 老妈的焦虑 和小妹的眼泪 江远更是咬紧牙关 这个人是谁 怎么出现在这里 焦亮指向江远 又冷冷问 那个青年妇女回答道 她是个医生 是小小的闺蜜 请来的神医 神医 焦亮眯起眼睛 又打亮起江远 冷冷一笑 天海市的神医不超过十个 有什么资格称为神医 我闺蜜说的不会有错 我刚才问了问 她就是有实力 孙小小冷冷的看向焦亮 一个吃喝嫖赌的货 整天游手好闲 还说认识天海市所有的神医 真好意思说 小小我带来的 就有皮肤科的专家神医 叫你们见识见识 焦亮看向房门 大声说 唐建昌 唐主任 房门被人推开 一个一脸麻子和雀斑的青年 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走进来 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 文质冰冰的笑了笑 亮哥 唐主任 这是我女朋友 你给她看看下吧 焦亮指向孙小小 孙小小很不喜的看向焦亮 谁是你女朋友 焦亮笑了笑 小小 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 还是看病要紧 这唐主任是唐神医的儿子 深得他老爸的真传 也绝对是个神医 唐神医 唐卫国 孙小小听说过唐卫国的大名 是天海市治疗皮肤病的态斗 看向唐建昌 唐建昌面露骄傲之情 正是家父 孙小小看一眼江远 还是选择拒绝 不好意思 我闺蜜已经给我请医生了 唐建昌笑了笑 没关系 先让这位医生给你治疗 他要是不行 我再治疗 那可不行 焦亮立即拒绝 我绝不允许 有医生拿我女朋友的脸蛋 当试验品 第15章 缘分不浅 你怎么知道 江先生拿我的脸蛋当试验品啊 孙小小冷冷问 焦亮看向江远 冷冷一笑 这个人有什么 我请来的唐主任 是皮肤病专家 获得过很多次国家大奖和国际大奖 你朋友呢 其中一项是皮肤病杰出贡献奖 被人称为皮肤病中的奥斯卡 过去的荣誉了 不止一提 唐建昌挠了挠马子脸 很谦虚的笑了笑 不过给人的感觉十分骄傲 孙小小一听 看向江远 问道 江先生 你都获过哪些奖项 我没有 江远如实回答 你有皮肤病专家证吗 唐建昌盯着江远问 江远又摇摇头 我没有 你不会是连皮肤科医师症都没有吧 唐建昌又问 江远点点头 还别说 我真没有皮肤科医师症 你不会是连最基本的医师症都没有吧 唐建昌又问 江远又点点头 还真是 我就是连医师症都没有 哈哈哈哈 唐建昌和娇亮都哈哈大笑起来 娇亮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尼玛 看起来牛逼得不得了 原来是一个废物 孙小小瞪大眼睛 极为震惊地望着江远 原来冉染眼中的神医 竟然连医师症都没有 也是说 他连看病的资格都没有 小小 你怎么不说话了 娇亮笑了一通 笑得肚子疼 揉着肚子问 孙小小皱了皱绣眉 小脸蛋拧巴着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真别说 现在江远跟人家唐建昌主任比起来 就是差了太多 江先生 那什么 让这个唐主任先给我看看 好吗 孙小小这时候都相信唐建昌 而不相信江远了 江远大度一笑 没关系的 唐主任 快给小小看看吧 娇亮给唐建昌打出手势来 携一眼江远 冷冷一笑 你妈 什么都没有 还不赶紧滚 美女 关于你的病情 我已经看过很多资料 并且 我已经给你开两个药方 一个是内服 一个是清洗伤口用的 唐建昌携一眼江远 当然 其他医生 再长的话 我是不会把药方交给你的 他已经注意到 娇亮对江远的态度 自然而然帮娇亮一把 娇亮满意一笑 冷冷地看向江远 使用命令的口气说 小伙子 为了小小的健康 你快回避一下 这样不妥吧 孙小小很不高兴地看向娇亮 不管怎么说 她是我闺蜜的朋友 一会儿我闺蜜还回来呢 看她不在这里怎么办 小小 你别生气 我刚才就是开个玩笑 娇亮冲孙小小笑了笑 敢忙冲唐建昌使使眼色 唐主任 还是给小小看病要紧 那好吧 唐建昌写一眼江远 坐下来 从公文包里 取出圆珠笔和打印纸 我先给小小开个药方 担心被江远看到 她背对着江远写字 江远冷冷一笑 轻轻摇头 像孙小小这种 并且根本不是简简单单的 一两个药方就能够治疗的 接下来 孙小小和焦亮 都看着唐建昌开药方 病房内一片安静 不一会儿 焦亮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他掏出手机 冲孙小小点点头 走进洗手间 关上小门接听电话 亮哥 有个叫江国法的人 欠你五百万高利贷 是吧 电话里问 江远现在的听力 远远超过常人 听到焦亮手机中的声音 顿时见没意境 电话里的声音 分明是刘猛的声音 现在突然提到他老爸 想干什么 焦亮回答 有啊 他是个医生 以前常常来赌场赌牌 就是欠我五百万高利贷 他儿子给我打过电话了 说 今晚上把钱还给我 有事啊 老爹 江国法的儿子叫江远 是苏家女婿 狂得很 连我大伯苏长风都不放在眼里 那二少爷家琪 更是被他踩到脚下 家琪现在对他是恨之入骨 昨晚上 他就和我商量找你的事情了 亮哥 我说这话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明白 焦亮阴阴一笑 一双阴眼里 浮现出一道狠色 今晚上见面 我知道怎么做 亮哥 家琪想要他下跪的视频 知道了 你等我的好消息 焦亮挂了电话 走向小门 江远听到这里 眼神一灵 手上发出啪的一声响 他手里抓着一支铅笔 铅笔竟然被他握断了 这时候 焦亮走出洗手间 不动声色的走到病床边 看唐建昌还在开药方 就坐在一边看着 房门突然被人推开 两个护士走进来 其中一个圆脸当护士 走到孙小小身边 把一个体温计递给他 说 孙小小是吧 亮亮体温 知道了护士 孙小小接过体温计 在青年妇女的帮助下 亮起体温 当孙小小掀开一点上衣的时候 他腹部的雪白皮肤露出来一点 焦亮看到了 滴咽下口水 太白了 他都想铺上浅舔一舔 突然想到 江远就在一边坐着 应该也看到了小小的皮肤 他唐建昌注意到焦亮的眼神 慌忙往后面站一站 咦 江远 你怎么在这里 圆脸当护士 突然看到江远在一边坐着 冲他笑了笑 你院长老婆刚才见到我还问我 有没有见到你 江远笑了笑 我一会就过去了 还是快点去吧 圆脸当护士呵呵一笑 使用同情的眼神 看一眼江远 转身走向房门 另外一个护士 也冲江远笑了笑 跟着走出去 院长老婆 焦亮一听 皱起眉头观察江远 他知道这家医院的院长叫苏颖 招个上门女婿 是一个废物老公 难道这江远就是那废物 刚才刘萌给他打电话 叫他收拾江国法的儿子江远 难道这个江远 就是江国法的儿子 上下观察江远一番 他问道 小伙子 这家医院院长苏颖 是你老婆 孙小小和唐建昌他们 也都惊诧地看向江远 这家医院的院长可是女神啊 这个小伙子 虽然长得比较帅 但是看起来 还是跟苏颖不配 江远已经看出 焦亮在想什么 盯着他的眼睛 冷冷地回答道 我是 我不但是苏颖的老公 还是江国法的儿子 哦 哦 焦亮意味深长地发出感叹 双手下意识地握了握拳头 握得哥哥作响 原来上次给我打电话的 就是你啊 本来想晚上见面的 结果现在就见面了 缘分呢 不但是缘分 还缘分不浅 江远点点头 孙小小和唐建昌等人 不知道江远和焦亮在说什么 都大眼瞪小眼地看着他们 那好吧 小伙子 我也是爽快人 就直接点 焦亮毫不避讳孙小小和唐建昌 走向江远 伸出一只手来 八百万 拿过来吧 江远老爸 欠下他五百万的高利贷 现在他偏偏要八百万 看江远怎么还钱 他知道江远是废物女婿 根本没有多少钱 他就是要当众羞辱江远 而后逼他下跪 第十六章 老大当小弟 欠条拿来 钱不是问题 江远语气平淡 但中气十足 呦 焦亮又一次打量江远 满眼蔑视 满口讽刺 身为苏家的上门女婿 真是财大气粗啊 就怕一会儿给人下跪客厅 求人少要点吧 江远冷冷一笑 问道 是你给我下跪吗 焦亮大怒 你他妈放屁 大鹤一声 冲向江远 直接一拳打出去 从来没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 现在他要江远明白这一点 江远看着对方的拳头打过来 在只眼的帮助下 他看到他的速度太慢了 慢慢伸出手 轻轻松松就抓住他的拳头 你想干什么 孙小小瞪向焦亮 你是来看我的 还是来惹事的 焦亮看一眼愤怒的孙小小 猛地收回拳头 冲着江远争鸣一笑 看在小小的面子上 现在我就饶了你 不过 欠我的钱 你现在必须拿出来 孙小小看向江远 江先生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你要是真的欠焦老大钱 那就还他 是啊小伙子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唐建昌也劝说起来 而后走到江远身边 冲他二语道 你还是赶紧还钱吧 那可是焦老大 黑白两道通吃的大人物 要是小小不在 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正说着 病房的房门被人打开 一个美少女 一脸冰冷地走进来 呦 然然大小剑 焦亮一看是麻染 像个奴才似的产妹一笑 点头哈腰地迎上钱 大小剑 您怎么突然会大驾光临啊 快请快请 走到麻染身边 又是作医 又是鞠躬 就差下跪了 原来他老爸是个建筑商 跟麻染老爸有生意上的来往 最近他老爸 需要麻染老爸的一笔投资 所以他见到麻染笔 见到他祖宗都情 麻染倒是一句话都不说 冷冷地看一眼他 走向病床 大小剑 我老爸的事情 还请你多给马老总美言几句啊 焦亮跟着麻染 脸上堆满着笑容 麻染仍是不理睬焦亮 走到病床边 冲江远歉一笑 江远哥哥 让你久等了 没事 江远站起来 江远哥哥 焦亮一听 两个眼睛顿时瞪圆了 然然 你认识他 麻染冷笑 走到江远身边 搂住他的肩膀来 江远是我的大哥哥 是我的好朋友 又是我老爸的救命恩人 我怎么会不认识他 焦亮看然然 竟然极其亲密地 搂住江远的肩膀 像是遭到电击一样 身子一下僵硬了 想到刚才对江远说过的话 和做过的事 他的心脏都不由得一阵 江远哥哥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来到门前的时候 麻染注意到 焦亮挥拳进攻江远 所以才不搭理焦亮 才问一问 江远是怎么回事 我老爸在焦亮的赌场书前 上周跟他借了500万的高利贷 现在他要我还800万 江远回答 借500万 还800万 麻染一惊 江远冷笑 是啊 这才是利滚利 哦 原来赚钱这么好赚啊 麻染冷冷地看向焦亮 焦亮双腿一软 浑身一阵哆嗦 他想解释什么 可是张张嘴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好啊江远哥哥 咱欠钱当然要还 麻染冷冷一笑 又看向焦亮 焦老大 欠条拿来 我和江远哥哥还钱 不过 我相信 只要江远哥哥 给我老爸打一个电话 我老爸给你老爸的 十个亿的投资 就会取消 并且 我老爸以后 永远不会跟你老爸合作 别别别 大小姐 千万别别别 焦亮顿时慌了 他可不傻 800万跟十个亿的投资比起来 那就是九牛一毛 再说他老爸没有 马老总那个靠山 将会破产 甚至会锒铛入狱 他吓得大汗淋淋 慌忙给麻染作一 又给江远作一 江远大哥 我不认识您 不知道您跟然然的关系 对不起啊 小弟有眼不识泰山 请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江远冷冷一笑 我是苏家的废物女婿 能够做你焦老大的大哥 江远大哥 江大哥 远哥 远大哥 焦亮已经下得雨无伦次 以后您就是我大哥 江远摇头 你黑白两刀通吃 在天海市横着走 我算老几 别开玩笑了 江远大哥 小弟怎么敢开玩笑 小弟真的错了 刚才不该动手 焦亮给江远鞠躬 鞠躬 又鞠躬 脑袋都快碰到地板了 动手 麻染顿时信念圆瞪 你还敢对我的江远哥哥动手 抓起来床头柜上面的一个水果盘 朝着焦亮脸上 一砸 江远哥哥 是我老爸的救命恩人 是我的好朋友 又是我请来 给小小看病的神医 你一个 混混敢对他动手 随着哗啦啦一声响过 焦亮被裹盘砸得鼻青脸肿 扑腾一声 就给麻染跪下来 大小姐 您别生气 我真不知道 江远大哥是您的人 不然杀了我 我都不敢啊 慌忙掏出钱家 举出一张纸条来 打开让麻染和江远过目 这就是江远大哥 他老爸打下的欠条 现在我吃了它 吃啦吃啦撕碎 直接往嘴里一塞 伸长脖子吞下去 而后给麻染 扑扑腾腾磕头 给我磕头 有什么用 在我老爸面前说话 顶用的是江远哥哥 麻染骄斥起来 焦亮慌忙给江远磕头 磕得砰砰作响 磕得他的脑瓜都红肿起来 江远大哥 小弟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 以后您就是我大哥 您就是叫我上刀山下火海 小弟都不敢说 一个不字 磕头的同时 他竟然哭了 哭得一把鼻子一把泪 现在欠条被焦亮吃了 焦亮又磕头求饶 还哭哭啼啼的 江远自然不会再说什么 看麻染仍是气鼓鼓的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然然 既然教老大道歉了 那就算了吧 麻染看江远不生气了 笑了笑 江远哥哥 今天我请你过来 给我朋友看病 既然出这事 我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中午 我请你吃饭 你千万不要拒绝 没问题 江远哈哈大笑 这小妹 跟谁学的装逼啊 起来吧起来吧 江远看焦亮还在磕头 冲他白白手 焦亮不敢起来 眼泪巴巴的看一眼江远 又看一眼麻染 江远哥哥叫你起来 还不滚起来 麻染赤道 谢谢大哥 谢谢然然大小姐 焦亮感激涕零 这才敢爬起来 注意到江远的皮鞋上 落有灰尘 慌忙蹲下来 使用袖子给他擦了擦 擦得亮光闪烁 第17章 祖传秘方 这时候 孙小小和青年妇女 看向江远的眼神 都充满着敬畏 连焦老大都得给他下跪 一般人可是惹不起 不过唐建昌可是不服 他来这里 比的是医术 比的可不是身份 再说 江远虽说是麻染的朋友 但是他废物女婿的身份 是改变不了的 麻染让焦亮先出去 省得眼不见心不烦 而后看向孙小小问 小小 这个唐主任 给你治疗得怎么样了 孙小小微笑着回答 唐主任 已经给我开好药方了 麻染看向唐建昌 唐建昌掏出来 折叠起来的药方 使用手指弹了蛋 表情多少 显得有些骄傲 麻染冷冷一笑 而后看向江远 问道 江远哥哥 你觉得怎么治疗小小 效果最好呢 江远指了指唐建昌手中的药方 这个药方 我再加一种药 不用内服 清洗伤口就可以了 你吹什么牛 唐建昌瞪向江远 呵斥起来 你知道 我开的是什么药方 因为你是皮肤病专家 开什么药方我知道的 江远回答 唐建昌和和冷笑 可我这是祖传秘方 对你来说是祖传秘方 对其他人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偏方 江远语气平淡 唐建昌顿时火大 你要是能够开出 跟我一模一样的药方来 我现场拜师 马远和孙晓晓一听 都看向江远 江远点点头 拿起床头柜上的铅笔和打印纸 开始刷刷刷 开启药方 五分钟后 他把开好的药方递给马远 然然 开好了 看看是不是跟他的一样 马远接过来 看到江远写的 有十几种中药材 双花十克 蒲公英十五克 十克 龙胆草五克 胆草五克 他随即要求唐建昌 打开他的祖传秘方 然后对照起来 一看内容 他们都不由得目瞪口呆 两个药方竟然一模一样 不但药材一样 客树一样 连顺序都一模一样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 江远的字 体工整有力 而唐建昌的字体歪歪斜斜 还不如小学生写的 江远哥哥真是太神了 马远兴奋的欢呼起来 哼 跟江远哥哥比 你还差得远 唐建昌经的外焦里嫩 呆若目鸡 对他和他的神医老爸来说 这是极其宝贵的祖传秘方 可是到了江远这里 竟然就是一个小小的偏方 现场拜师吧 马远斜一眼 唐建昌 催促起来 唐建昌顿时脸颊一红 服了服眼镜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不过 他相信江远误打误撞的成分多一些 才二十多岁 怎么会有那么高的水平 拜师啊 马远又催促去了 唐建昌更是尴尬 低着头 恨不得钻到床底下去 不用 江远摆摆手 马远叹口气 江远哥哥 你也太善良了 不是 他还不配 江远淡淡道 马远和孙小小一听 都和和笑起来 唐建昌更是满脸通红 偷偷地斜一眼江远 一会儿看你怎么治病 治不好让你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江远哥哥 你准备怎么给小小加一种什么药 马远笑迷你的问 现在他对江远更是欣赏 期待着看到奇迹的发生 江远指向马远手中的药方 这个药方加上十颗野人餐 就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叫人去抓药 唐建昌冷笑 轻轻摇头 孙小小一听 立即要旁边的青年妇女去抓药 等得有二十分钟 他便提着一包药材回来 江远安排说 把药材放在开水里浸泡十分钟 青年妇女一听 立即照做 不一会儿的时间 病房内弥漫起中药的香气 找一张干毛巾 沾上药水 拧一拧 然后给我 江远又安排到 青年妇女又一次照做 不一会儿 把一直湿漉漉的 散发着滚滚热气的毛巾 递给江远 江先生 小心烫 江远接过湿毛巾 走到孙小小身边 说 小小 把湿毛巾捂在你下巴上就可以了 外面的胶部不用取掉 说话间 他把湿毛巾叠了叠 叠成一个长条 捂在孙小小下巴上 这能行 孙小小半信半疑 唐建昌更是不相信 走上前 聚精会神的观察 江远也往前走一走 江远没有解释 使用 直言扫描孙小小下巴上的伤口 而后一只手 按在毛巾上轻轻推拿 十分钟之后 他拿起湿毛巾 可以了 看看现在的伤口怎么样 什么 孙小小惊得娇和起来 不会吧 这么快 唐建昌都惊了一跳 他身为皮肤病专家很清楚这一点 治疗皮肤溃烂 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 可是现在只过去五分钟啊 娇亮现在虽然敬畏江远 但是仍不敢相信 疼疼疼 孙小小慌忙捂住下巴上的胶部 往后面坐一坐 麻染知道孙小小胆小 笑了笑 小小 你就相信江远哥哥吧 他说的话绝对没错 来 你自己试着来 孙小小要他们都靠后 而后拿起枕头边的圆镜子 照着镜子 小心翼翼地尝试着 摸了摸下巴上的胶部 没有疼痛感 他就胆大一些 一点一点揭开胶部 从头到尾都没有疼痛感 只是觉得有些痒痒的 等全部揭开胶部 他不由得信念圆瞪 哇 伤口结疤了 唐建昌一看 还真是 原来溃烂的皮肤不见了 现在结上一层淡红色的伤疤 而这些伤疤 已经跟皮肤结合起来 他们相信过不多久 这些伤疤会自然脱落 这个药方原来可以这么用 唐建昌经的张大嘴巴 看向江远 眼神里再也不敢有任何轻视 江远淡淡一笑 观察起唐建昌脸上的麻子来 唐主任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你脸上的麻子和斑点 有很大一部分 是你十岁之后生长出来的 你老爸曾经使用多种办法 帮你去除麻子和斑点 但是都没有成功 对吧 唐建昌经的肩膀一耸 您怎么会知道这个 因为你的脸盘是不是用过药 我能看得出来 更何况你这张脸 可是宝金风霜啊 更是惊愕给江远弯身行礼 江先生真是神医 我甘拜下方 我老爸伴有养颜堂 请江先生有时间光临赐教 江远又淡淡一笑 我早就听说你老爸的大名 等有时间 一定过去看看 太感谢了 江先生 不是亲眼所见 我真是不敢想象您的神奇 您放心 我一定会向我老爸 隆重推荐您的 唐建昌太激动了 一时间无法控制自己 上前跟江远握手 而后又跟他拥抱 甚至跟他还来一个贴面 我去 江远直接推开了唐建昌 被这么一个大老爷们搂着 可是让人觉得别扭 更何况他一脸麻子 跟他来个贴面礼 感觉脸上都痒痒的 像是生了一脸麻子似的 这时 他裤子里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掏出来一看 是苏颖打过来的 他不敢怠慢 立即接听 老婆大人 有何指示 你回医院没有 苏颖冷冷问 江远回答 回了 快一个小时了 回来一个小时了 怎么不找我报道 于主任已经等候多时了 苏颖语气不满 您别生气 我这就过去 第一十八章 专家会诊 然然 你先陪着小小 我出去一趟 江远轻轻拍了拍马远的肩膀 又看向孙小小安排道 小小 有时间你家人方便的话 我去你家里一趟 看看你家里的风水布局 有没有问题 孙小小现在已经非常相信江远 连连说好 江远又冲马远笑了笑 这才走向病房房门 大哥 您请 焦亮急忙恭送 焦亮一直在门外等着 一看江远出来 更是殷勤 又是打开房门 又是弯腰打出手势 而后掏出一张银行卡 快速塞到江远裤子口袋里 你这是干什么 江远站住了 焦亮讨好一笑 大哥 小弟的一点心意 就二百万 密码从六到一 还请大哥在马老总面前 多多美言几句 你这个焦亮 跟谁学的这一套 呵呵 孝敬您应该的 大哥 嫂夫人等着呢 您快去 下不为例啊 江远想到自己不收 焦亮一定心理难受 就发发善心 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苏颖的院长办公室 在办公楼 江远离开病房楼 便快速赶到办公楼 你去哪了 不知道一耳 何余主任在等你吗 你是不是要我找 八台大轿 把你抬过来啊 江远还没走到 院长办公室门前 一顿赤和声 已经披头盖脸的迎面来 江远不看对面的女人 就知道是谁 老婆大人的闺蜜 秘书 管家 傅蓉蓉 放在以前 江远挨过训斥 不但老老实实的道歉 还得点头哈腰的巴结她 可是现在 她看都不看她一眼 禁止走向院长办公室房门 咦 傅蓉蓉不由的一愣 这废物 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 看昂首挺胸的样子 她好像这里的院长啊 站住 傅蓉蓉上前一步 抓住江远胳膊 江远扭过头 怎么了 哼 傅蓉蓉冷冷一笑 昨晚上 你做的好事 你自己清楚 江远笑了 你是说 我给老爷子和丁美莲看病吧 应该的 呸 傅蓉蓉迎牙一有 你还有脸说 都是摸谁了 你不知道 蓉蓉 我老婆都不管 你这是干什么 想上位吗 呸呸呸 傅蓉蓉气得小脸都白了 想不到你现在变得这么无耻 别装了 想上位 你就表现温柔一点 像你这样 倒贴我都不要 江远推开傅蓉蓉 走向房门 混蛋 傅蓉蓉更是来气 挥一拳打到江远肩膀上 怒道 野儿他们都等着呢 你就等着被扒一层皮吧 江远不予理会 走到房门边轻轻敲门 傅蓉蓉冷笑着 快步走到房门边 伸出手猛的推开房门 房间内 苏颖陪着余德阳等人正在聊天 听到房门突然被人打开 都看向房门 怎么不敲门 苏颖冷冷问 江远看一眼傅蓉蓉 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 看什么看 还不进去 傅蓉蓉严肃的看着江远 心里乐开了花 叫你个废物欺负老娘 一会儿更有你受的 江先生 快进来快进来 余德阳一看到江远 喜笑颜开 走到门口边 把他拉进办公室内 江远歉意一笑 余主任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我刚来没多久 来 请坐 我们一起谈谈病人的情况 余德阳指一下旁边的沙发 拉着江远走过去 江远看到沙发上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穿着护士装的美女护士 正是做护士长的苏惠月 她是苏长风的二女儿 大学毕业之后 就在这里工作了 另外一个是个中年胖子 叫苏长领 是皮肤科主任 她是苏氏家族的人 虽然在家族里地位不高 但是按照辈分 江远和苏颖都叫她二叔 在医院里 她是元老级别的人物 惠月小妹 二叔 江远冲苏惠月和苏长领点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苏惠月扭过头 洋装无事 昨天江远给她爷爷看病 中间她竟然摸她姐姐苏惠玲的脸蛋 还搂她的肩膀 虽说最后江远自圆其说了 但是她仍是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嗯 苏长领则是咳嗽一声 不知道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到现在为止 她都想不明白 于德阳为什么这么看重江远 就因为江远误打误撞救了老爷子 好了 江先生到了 我们谈谈病人的病情吧 于德阳拉着江远坐下来之后 看向苏颖说 苏院长 我们就当这是一次专家会诊 你先说说吧 还是让我二叔先说说吧 他是皮肤病专家 苏颖微笑着看向苏长领 他虽然是这里的院长 但苏长领是医院的中流砥柱 怠慢不得 苏长领也不客气 看一眼苏颖 又看一眼于德阳说 那个病人我已经见过 并且研究了他的病情 他下巴的皮肤感染了病毒 溃烂多次 治疗之后 病情又多次反复 一般的药物又没有效果 我建议住院治疗 于主任 你觉得呢 苏颖看向于德阳问 于德阳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我不是皮肤病专家 不能妄加评论 我想听听江先生的建议 江远还没有开始说话 苏长领就训斥起来 江远懂什么 来到我们医院实习 一直给尹端茶倒水 他会看什么病 就是啊 苏慧月冷冷一笑 医生看病可不是靠懵 靠的是实力 江远咳嗽一声 说 二叔 我觉得吧 治疗一个人的皮肤病 不但要考虑病人身体的情况 还要考虑病人的生活环境 你懂什么 苏长领很不客气地打断江远的话 你现在只有一科大学的毕业证 连医师证都没有 你懂什么 换成是我 就老老实实地拖地板 江远倒是不恼 呵呵一笑 问道 我没有水平 于主任会叫我过来 因为于主任不了解你 谁不知道 你是苏家的废物女婿 苏长领赤和起来 江远听到这句话 见没意境 要是只有 他和老婆在场 苏长领身为一个长辈 可以骂两句 可是现在与主任也在场啊 给脸不要脸 是吗 他站起来 看向苏长领 冷冷道 你本事大师吗 我们医院 就是以治疗皮肤病起家的 可是自从你做了皮肤科主任之后 来看病的病人越来越少 你来解释解释 这是怎么回事 你算老姐 你有什么资格 叫我给你一个废物做出解释 苏长领突然把手一挥 大吼起来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给我滚出去 第19章 奇迹 苏长领大吼的声音 在办公室内回荡 如同雷声滚滚 把苏颖 于得阳 傅荣荣和苏慧月都惊呆了 他们都知道 苏长领脾气暴躁 但是没想到 他现在会突然爆发 就算看不起江远 那么也得给院长和于主任面子吧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更是让他们大吃一惊 苏长领吼叫之后 突然窜跳起来 冲到江远身边 猛地推一下他的肩膀 又一次大吼 滚出去 江远一不做二不休 顺势往后一歪 左脚顺势往上一挑 脚尖凑巧碰到苏长领的裆部 与此同时 他一下搂住站在旁边的傅荣荣 把他 在地 就听扑腾一声 两个人重重地摔到地板上 江远身下有柔软的棉垫 没什么事 而傅荣荣是疼得呲牙咧嘴 瞪向江远 废物 你想干什么 江远扭头瞪向苏长领 身为一个长辈 你想干什么 苏长领此时弯着腰 搂住裆部 闭着眼睛皱着眉 表情相当丰富 那是疼得不要不要的 身为一个医生专家 他太了解这种疼痛了 男人的命脉是内脏器官 一旦受创 疼痛的地方 不单单是一个地方 当裆部和腹部 都拥有一种 钻心的疼痛感时 那种感觉 真的令人失分 二说 肚子疼吗 苏颖刚才并没有注意到 江远用脚碰一下苏长领 余德阳也走到苏长领身边 关心的问 苏主任 要不要休息一下 苏长领此时脸色苍白 满脸大汗 不过他咬牙 坚持住了 刚才江远顺势给他一脚 他当然不能就此罢休 没事 我有点肠筋乱 不过现在好多了 苏颖和余德阳这才放心 小心翼翼的搀扶着他 让他坐在沙发上 这时候 江远和富蓉蓉 还在地板上躺着 具体来说 江远还在富蓉蓉身上趴着 刚才他们只顾着 看苏长领 把自己的事情给忘了 趴在我身上 很舒服吗 富蓉蓉猛地推一把江远 咬着银牙 压低声音问 江远忍住笑 轻声回答 还别说 比睡地板强多了 我们走着瞧 富蓉蓉咬着牙 呦 地推一把江远 突然感觉到 身子后面 又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他对江远更是憎恨 注意到江远脸上 有坏坏的笑容 他怀疑 他刚才就是故意的 二叔 你没事吧 江远站起来之后 很关心地问 你怎么还没滚 苏长领又一次大喝 可是刚说出几个字 便感到一阵钻心的淡疼 声音顿时温柔下来 你怎么还站在那里 谢谢二叔 江远立即走到沙发边 坐下来 富蓉蓉和苏惠月一看 顿时一头黑线 叫你滚呢 你竟然坐下 你也要点脸 苏颖这时候 可不想着让江远离开 因为余德阳主任 带着病人来这里 是特意找江远的 现在赶江远走 就是不给予德阳面子 要知道 他们这么一个小医院 以后更是第一人民医院 合作的地方多了去了 他瞪一眼江远 知道 江远还不快去给二叔倒杯茶 我不喝 苏长领没好气到 看苏颖有偏袒江远的意思 悄悄斜眼他 在苏颖和江远结婚之前 他就警告过苏颖 要他跟刘猛在一起 可是他不听 现在他想 苏颖就是婚姻不幸福 也是活该 偏袒一个废物 你就是活该 突然注意到江远正笑眯眯的看着自己 颇有幸灾乐祸的样子 他更是火大 正要发火 他白大挂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他瞪一眼江远 掏出来手机 接听电话 苏主任 那个于德阳主任带来的病人 本来计划住院的 现在已经好了 正准备离开呢 什么 苏长领大惊 皮肤溃烂到那个程度 正常恢复也得一个月 现在就已经好了 苏颖 于德阳等人一听 也不由得一惊 他们太了解 那个病人了 想治愈都十分困难 怎么可能现在就好了 是啊 苏主任 已经好了 我们几个护士 都是亲眼所见 电话里大声说 苏长领大喝 这怎么可能 谁有这个本事 苏主任 是一个年轻人 我们都没有见到 不过病人身边的人 都说他很神奇 要不您还过来看看吧 好 我这就过去 苏长领收起手机 一站而起 突然感到一阵 火烧火燎的疼痛 赶从下面传来 他疼得咧咧嘴弯下腰来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苏颖摇摇头 是啊 这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搞错了 于德阳也摇摇头 连连发出感叹 苏慧月和富蓉蓉也不相信 都惊恶地 看向苏长领 苏长领冷笑道 我研究皮肤一辈子 根本不相信这样的奇迹 我倒是觉得有可能 江远突然咳嗽一声说 在这个世界上 总会有奇迹的发生 总会有一些现象 使用常理无法解释 你懂个屁 苏长领瞪向江远 一个废物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谈论医学 我虽然不行 但是别人行啊 人家一个年轻人看好的 人家一个年轻人都能看好 你一个老专家却看不好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年轻人 江远问 苏长领又是蛋疼 又是气愤 怒道 我要看看那个年轻人是谁 他真要是看好了 那个病人的病 我就拜他为师 希望你说话算数 我向来一言九鼎 苏长领忍住疼 走向房门 闪开 我要去看看那个病人 江远往后站一站 让苏长领先走 苏颖 于德阳和苏慧月 此时又是震惊 又是好奇 急忙跟上苏长领 因为老想着这件事 他们把江远都给忘了 你怎么不走 傅蓉蓉看江远在最后面 瞪向他 江远笑了笑 叹口气 蓉蓉 我来这里的时候 你想上位 刚才你又故意拉我 让我压在你身上 你这样做 是不是太明显了 傅蓉蓉顿时气得花枝乱颤 飞起一脚 踹到江远胯骨上 王八蛋 回家老娘 才给你算账呢 这一脚用的劲很大 可是江远稳如磐石 他一个猎切 扑腾一声 一屁股坐到地板上 刚才已经摔过一下 现在更是疼痛 不由得横眉竖眼 使用要吃人的眼神 瞪向江远 蓉蓉 要不要我抱你起来 滚 江远哈哈一笑 扬长而去 第二十章 拜人为师 病房内 马染和孙小小 正在收拾东西 现在孙小小恢复很快 基本康复 不需要留在医院了 碰 房门突然被人撞开 苏长领直接冲进了病房 瞪大眼睛观察孙小小 孙小小 你的下巴已经好了 孙小小看苏长领冲门而入 有点不喜 不过还是点点头 伤口已经结疤了 我们收拾一下 就准备离开呢 孙小小 你能摘下口罩 让我看看你的下巴吗 苏长领走到孙小小身边问 孙小小看到苏长领 几乎都要趴到自己脸蛋上 往后面退一退 冷冷道 我不是你的病人啊 马染对苏长领的无礼也很厌烦 小小是于主任带过来的 是于主任的病人 正说着 于德阳带着苏颖和苏惠月 已经走到病房门前 几个人都往孙小小脸蛋上看 小小 你的下巴已经好了 于德阳一边走进病房 一边仔细孙小小的下巴 孙小小笑了笑 点点头 于主任 你不用担心了 我的下巴已经好了 真的 你摘下口罩我看看 于德阳走到孙小小面前 孙小小又笑了笑 这才摘下口罩 看于德阳和苏长领两的老男人 都盯着自己看 他脸蛋一红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真是好了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太不可思议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于德阳和孙长领 一看伤口结巴了 目瞪口呆 苏颖 苏惠月和傅荣荣 更是极为震惊 这是谁给你瞧好的 苏长领突然一把 抓住孙小小的手腕 激动地问 孙小小乃被男子这样亲密过 一把甩开苏长领的手 冷冷道 说出来你也不认识 真是的 马染更是冷冷一笑 白一样苏长领 这人四五十岁了 还是皮肤科主任 做事竟然这么鲁莽 真是让人想不明白 他是怎么混到这一步的 苏颖也想问一问 可是看孙小小和马染态度冷淡 就没开口 然然 小小 你们准备回去吗 江源走进病房 看向马染和孙小小问 马染和孙小小还没有回答 苏长领就瞪向江源 大喝起来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你怎么说话呢 马染这次不答应了 冷冷地看向苏长领 就是江源哥哥给小小看好下巴的 你让他走 什么 苏长领一下瞠目结舌 苏慧月和傅蓉蓉根本不敢相信 都瞪大眼睛看向江源 倒是余德阳轻轻点头 使用极其钦佩的眼神 看向江源 沈亿果然是沈亿呀 出手不凡 就是出手不凡 就是江源哥哥给我看好的 孙小小点点头 这话不假 当时我也在场 站在旁边的唐建昌 随声附和说 我也在场 娇亮瞪向苏长领 眼神狠独 江源说我大哥 再对我大哥大呼小叫 别怪我不客气 苏长领认识娇亮 顿时吓一跳 慌忙往苏颖身边站一站 接着他看看娇亮 又看看江源 江源就是一个废物女婿啊 怎么会治疗皮肤病 又怎么成为娇老大的大哥 苏主任 开始拜师吧 江源看向苏长领 玩味一笑 不是拜师吗 成全你 是啊苏主任 你可是一言九鼎的 余德阳冲苏长领 冷冷一笑 刚才苏长领对江源大肆羞辱 那不但是看不起江源 也是不把他余德阳放在眼里 现在他要看看 苏长领怎么践行莫言 苏长领哑口无言 说不出话来 拜师吧 这是一个小年轻 是自己的侄女婿 还是一个废物 不拜师吧 话已经说出去 总不能言而无信 愣了愣 他苦苦一笑 看向苏颖 苏颖明白苏长领的眼神 可是低下头不说话 刚才苏长领做事太过分了 就算看不起江源 也得给他和余主任留面子 现在苏长领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那只能让他自己承担 还有就是 他对苏长领早已经心怀不满 这个人明明就是皮肤科主任 却横加干涉医院的管理工作 有一次 他竟然向他提出副院长的人选 更让他接受不了的是 这人还不踏实工作 喜欢干一些拉帮结派 排除一己的事 其实 他早就想赶他走 可是他一直 又没有那个实力 苏长领看苏颖不表态 更是尴尬 一时间站也不是 走也不是 直气的浑身发抖 拜师啊 江源看苏颖都不帮苏长领 更是有了底气 拜师 我就教你 不拜师 赶紧滚蛋 什么 你敢叫我滚蛋 苏长领怒气滔天的 瞪向江源 是的男人 你就说话算话 不是男人 你还留在这里干嘛 还等着你把医院搞得乌烟瘴气 搞得支离破碎 这可是你说的 老子走 苏长领一脚踢飞脚边的垃圾楼 转身便走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病房门前站着几个医生和护士 走廊上也有医生和护士 看苏长领冲出房门 没有一个人拦住他 反而众人脸上浮现出几次喜色 还有几个人悄悄交流一下眼神 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明的爽 二叔 二叔 苏颖冲着苏长领的背影 喊叫两声 而后瞪向江源 扬怒道 江源 你好大的胆子 还不把二叔追回来 江源心里很清楚 老婆大人要是不让苏长领走 早就直接就拉住他了 不可能站着不动 不过他 还是答应一声 追出房门 二叔 二叔 苏长领猛地站住了 扭过头 极其愤怒地瞪向江源 小子 现在你求我 还来得及 不是啊 二叔 江源指向苏长领身上的白大褂 这白大褂外套 是医院的财产 你脱下来之后才能走 苏长领以为江源害怕老婆过来求他 谁知道是咽过拔毛 气得浑身哆嗦 一见白大褂 老子还稀罕 脱下来 往地板上 一摔 转身冲向楼梯 慢走 不送 江源走上前 捡起来白大褂 抖了抖上面的尘土 转身又走向孙小小的病房 哈哈哈哈 有人忍不住大笑起来 苏长领这种人早就该赶出医院 真是没想到 姑爷竟然敢这么做 姑爷这回干得好 干得大快人心 第一次看到苏家女婿这么血气方刚 走廊上的医生和护士都轻声议论起来 都像江源投去钦佩的眼神 第21章 惊喜连连 这时候苏长领冲进楼梯 越想越气 逃出手机打电话 他给苏长领打电话 因为苏长领是江源的老丈人 只有苏长领可以拿住江源的七寸 三哥 你在哪呢 嗯 我是长领 我现在非常生气 气得肚子疼 江源回到病房 看苏颖正陪着于德阳 孙小小和马冉聊天 冲他笑了笑 老婆大人苏长领走了 苏颖暗暗喘口气 苏长领这个绊脚石被踢走 以后他开展工作就顺利多了 不过他仍是冷若冰霜 二叔一走 皮肤科可就差个好领导 你必须给我找一个回来 不然你也得走 马冉 孙小小 还有站在旁边的焦亮和唐建昌 都知道江源怕老婆 现在苏颖一发火 他们都为他捏把汗 江源倒是呵呵一笑 只向唐建昌 唐主任是唐神医的儿子 又是皮肤病专家 你觉得他怎么样 苏颖刚才走进病房 就注意到唐建昌了 知道他是唐神医的儿子 也知道他是东边康复私立医院的皮肤科主任 比苏长领的水平高 并且 这个人的人品是苏长领无法比拟的 唐主任当然是好了 但是唐主任正在康复医院工作啊 是啊 唐建昌很为难的看向江源 我在康复医院已经工作十来年了 我老婆是泌尿科医生 也在那上班 江源呵呵一笑 康复医院岂是卧虎藏龙之地 唐建昌顿时一头黑线 身子一下僵硬了 那家康复医院比苏家私立医院大的 足足有十倍 是国家一级甲等医院 根本不是苏家私立医院可以比你的 唐主任 你是担心他们不放人是吧 站在江源身后的焦亮 突然开口说话了 我这就带着一群兄弟 拿着砍刀过去 我看谁敢不让唐主任做我大哥的同事 立即冲向房门 唐建昌一下慌了 慌忙拉住焦亮 亮哥 不要冲动 我过来 我和我老婆都过来 做远哥的同事 又看向江源和苏颖说 远哥 苏院长 我这就回去辞职 大步走出病房 江源微微一笑 看向苏颖 苏颖非常满意地点点头 使用欣赏的眼神 看一眼江源 不但把苏昌领赶走 还请来唐建昌和他老婆 这一件双雕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来的 这是江源第一次在医院给他长脸 真是干得漂亮 他的梦想 就是把苏家私立医院发展壮大 成为特级甲等私立医院 要是江源能够一直这样超长 发挥下去 他相信自己的梦想 一定会实现 江源注意到苏颖的眼神 也感觉到他对自己的期待 又笑了笑 老婆大人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能不知道 走着瞧吧 我会成为你的骄傲 他走到于德阳身边说 于主任 现在我们这医院 缺少三个内科医生 两个呼吸科医生 和三个泌尿科医生 你看你能帮帮忙吗 当然可以 于德阳毫不犹豫 冲江源大声爽朗一笑 我们医院正好有几个老医生退休 我说句话 他们还是留面子的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你尽管说 以后 我请你去是第一人民医院帮我 你不要拒绝 江源哈哈一笑 于主任 我随叫随到 不用车接 不用车送 不用招待 全都是义务劳动 于德阳大喜 哈哈大笑 伸出双手跟江源握手 江先生 你这样的朋友 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江源也大笑起来 看来认识一个重要的人物 很管用啊 此时此刻 苏颖看向江源的眼神 又多了一些欣赏 最近一段时间 医院里走了几个医生 新的医生没有补充过来 他一直在为这件事发愁 没有医生弹劾病人 为此 他想尽一切办法 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他也曾经找过于德阳 于德阳只是答应帮忙 但是没有付出行动 他也明白 哪有资格老的医生 愿意来到这样的小医院工作呢 不曾想这个极其困难的问题 竟然被江源轻松解决 加上刚才赶走苏长领 请来唐建昌夫妇 那真是惊喜连连 想到这里 苏颖又眯起眼睛 好奇地观察江源 这江源这么能干 我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他穿着贴身小西服 身材是玲珑有致 加上一张霍国殃民的小脸蛋 那更是美得惊人 再加上他眯着眼睛 整个人又多了一种妩媚 那看起来更是倾国倾城 江源一看 淡淡一笑 往他身边走了走 使用肩膀 靠住他的肩膀 苏颖感觉到了 没有拒绝 娇亮就在一边站着 偷偷地欣赏苏颖 看他还跟江源偷偷亲密 口水横流 心中暗暗叹气 这女人多亏是我大嫂 不然宁肯坐牢十年 也得泡她一碗 江源哥哥 小小要出院 我得把她送回家了 马染提出告辞 江源笑道 中午不走 我请客 马染打去一笑 江源哥哥 你请客 是不是出钱啊 江源捂住脸来 苏颖忍不住笑起来 其他人更是哈哈大笑 江源哥哥 我们就不在这吃了 我爸妈做高铁精 中午到家 他们跟我说了 邀请明下午去我家里做客 明下午有时间吗 孙小小满怀期待地望着江源 江源看向苏颖 苏颖跟孙小小不熟 但是了解马染 看孙小小是马染的闺蜜 说道 江源 下午你必须去一趟 因为你是第一次登门 别忘记带上礼物 好的 老婆大人 我是不会忘的 江源连连点头 孙小小看江源答应了 顿时喜笑颜开 又拉着马染的说 然然 你现在就跟我回家吧 你要一直陪着我 必须的 马染看江源答应下来 也痛快地答应下来 接着 马染和孙小小 拉着皮箱走出病房 看孙小小离开 于德阳也离开了 江源要交谅代表 他送一送于主任 和苏颖一起 返回办公楼 傅容容在后面跟着 时不时地会携一眼江源 在院长办公室摔一跤 到现在 身子后面还疼吗 老婆大人 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嗯 六十分吧 才六十分 我是害怕你骄傲 苏颖红唇蝙蝠 献出甜甜的酒窝 和掩盖不住的微笑 刚走进院长办公室 苏颖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他掏出手机一看 是老爸打过来的 不好 一定是苏长领 跟咱爸告状了 江源也有这样的预感 淡定到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苏颖这才接听电话 果然 电话一接通 里面就传出 苏长领的怒喝声 隐儿 那个废物怎么就那么狂妄 胆敢把你二叔赶出医院 第二十二章 赢品专家 果然是告状了 苏颖看一眼江源 回答道 爸 你消消气 我跟你解释一下 不用跟我解释 我和你妈在古湾大街呢 你快带着那个废物过来 电话挂了 苏颖看向江源 叹口气 以他老爸老妈的脾气 见到江源之后 还不把他骂得体无完肤 还不动手打人 富蓉蓉站在一边 幸灾乐祸地看着江源 哈哈 等着吧 废物一会儿有热闹看了 江源倒是表情平静 安慰起苏颖来 老婆大人 去就去呗 你不是叫我带着礼物 去孙小小家吗 去古湾大街 我顺便可以挑选一件礼物 问题是 见到爸妈怎么办 好吧 老爸不是喜欢收藏古湾吗 我帮他捡漏 搞到他喜欢的古湾 他不就喜欢了 苏颖又叹口气 轻轻摇头 看病方面 江源可以靠运气蒙一蒙 再挑选古湾方面 他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呵呵 你就吹吧 富蓉蓉看江源装逼 都要手舞足倒起来 咱们走着瞧 我敢说今天中午的午饭 你都吃不好 还捡漏呢 江源笑了笑 拍一下富蓉蓉的肩膀 好了 快去给你跪开车 呸 富蓉蓉 得翻了翻白眼 我是给你开车 哼 你也配 我是给叶尔开车 扭动着小蛮腰 走向房门 那好吧 临阵磨枪 不快也光 江源 你赶紧上网了解一下 古湾方面的知识 苏颖知道 江源在古湾方面一窍不通 催促起来 好好好 江源笑了笑 打开手机 浏览古湾方面的知识 拥有 只眼 他什么问题看不出来 不过 拥有古湾方面的知识 一定会锦上添花 五分钟后 富蓉蓉驾驶着苏颖的黑色奥迪Q7 带着江源和苏颖驶向医院 驶向古湾大街 北城有个叫惠湖的漂亮小湖 古湾大街就坐落在惠湖的北边 说是大街 实际上是一片古湾城 里面有十来条古湾街 占地足足有五千亩的面积 这是天海市最大的古湾市场 里面拥有上千家商铺 拥有上百亿件古湾 每天来这里的客人 足足有三十万人 再加上这里绿树成荫 百花盛开 很多市民饭后会来这里散步 顺便逃一件古湾 逃也一下心情 江源和苏颖来到一家叫金古斋的店铺 下车来走进店铺 因为今天是阴天 苏颖和富蓉蓉都没有打遮阳洒 这家店铺的主人叫陈金文 是江源岳父苏常丽和岳母薛丽芳的朋友 现在他们就在这家古湾店内 等候着江源和苏颖 废物 你算哪根葱 胆敢对你二叔不敬 还敢开除他 也不看看你的身份 你可是苏家的女婿 胆敢对苏家的长辈不敬 苏常丽和薛丽芳一看到江源来到 便都吹胡子瞪眼地训斥起来 随着这么大声一指责 旁边有很多客人都扭头看向他们 江源就当是耳旁风 扭头观察旁边货架上面的一件件古湾 爸 妈 少说一句吧 其实二叔也有点过分 苏颖走到他爸妈身边 轻声解释一句 苏常丽和薛丽芳一听 都不由得一愣 以前他们训斥江源 苏颖都会帮助他们 可是这一次 他怎么帮着江源说话 隐儿 没什么事吧 薛丽芳拉起女儿的手 观察着她的脸淡问 苏颖浅浅一笑 能有什么事呢 妈 不管怎么说 江源毕竟是我老公 在外面你们还是给我留点面子吧 薛丽芳和苏常丽又是一愣 这宝贝女儿 今天是完全不同啊 终是疼爱女儿 他们都不再说什么 的瞪向江源 薛丽芳赤道 等回到家再跟你算账 苏常丽更是看向傅蓉蓉 怒道 蓉蓉回去把我的皮鞭找到 我看有些人就是数破车的 三天不打就零散 好的苏总 我知道了 傅蓉蓉心花怒放 悄悄斜一眼江源 哼 叫你欺负老娘 你就等着回家挨鞭子吧 你还站在这里等什么 还不回家做午饭去 薛丽芳又瞪向江源 苏颖想到 江源在古丸方面实在是帮不上爸妈 便冲他说 江源你还是回家做饭吧 蓉蓉 把家里钥匙给他 傅蓉蓉从背包里掏出一串钥匙 走到江源身边 把钥匙递给他 赤道 还不回家去 江源一眼也不看傅蓉蓉和他手中的钥匙 而是打量起苏常丽手中的木盒子来 问道 岳父 买的啥破玩意儿 能让小旭先赌为快吗 苏常丽一听 鼻子和嘴巴都气歪了 你懂个屁啊 滚回家做饭去 家里穷光蛋 你见过古丸吗 薛丽方美好气地瞪向江源 还磨蹭什么 滚回去 江源仍是站着不动 岳父 要是小旭没有猜错的话 你手中盒子里的古丸 应该是一种圆带的文物 叫掐丝发廊缠织 连向耳炉 咦 苏常丽和薛丽方都愣住了 这小子还懂文物 据我所知 真正的掐丝发廊缠织 连向耳炉 现在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我敢说 你这件事赝品 江源又说 苏常丽顿时不高兴了 这是高仿品 不过也是元代的发廊真品 是我刚才花了二百万 从一个买家手中买回来的 你老爸经常研究 这样的发廊真品 根本不会看走眼 你懂什么 薛丽方吃的 江源呵呵笑了 真正的发廊真品 就值二百万 你都没看到 我盒子里面的宝贝 敢说是假的 滚 苏常丽大怒 太不像话了 睁着两眼说瞎话 薛丽方更是火大 扑向江源 动手就打 看向江源 娇赤道 别说了 快回家做饭去 正说着 一个身穿黑色糖装的中年人 呵呵一笑 从里面的柜台走过来 说什么呢 这么热闹 苏常丽一看 正是店主 也是他的老朋友陈经文 呵呵一笑 老陈 我正来找你呢 我刚才在北街 逃到一件宝贝 叫掐丝发廊缠织 连向耳炉 你快给我长长眼 没问题啊 陈经文微笑着接过盒子 打开盒子 取出里面的骨丸 乍看起来 就是掐丝发廊缠织连向耳炉 色泽浑厚和谐 造型端庄敦厚 不过鉴别一番 陈经文皱起了眉头 苏总 你来看 这旁边的向耳 是不是和整个藏品融为一体 是啊 融为一体 我看起来真是鬼斧神功 苏常丽不住点头 陈经文又说 实际上 这种掐丝发廊炉 是景泰年间改造的元代发廊器 炉的赞花内胆 底足与两只卷鼻向耳 是景泰朝工匠的后配 而这个小炉整体是一致的 无论是颜色 是做工 还是用料 是同时期完成的 所以 我敢说 这是一件高质量的房品 苏常丽大惊 老陈 那你说 这件文物现在价值几何 两万块钱是一关 陈经文摇摇头 他太了解苏常丽了 自诩鼓完大家 实际上就是一个票友 总是干一些赔本赚吆喝的事情 苏常丽一下呆住了 薛丽芳更是脸色煞白 一言不发 花了二百万买件东西 竟然是假的 现在连两万都卖不到 亏死了 苏颖健壮 轻轻叹口气 劝道 爸 这就像是做生意 有赚有赔 你也别往心里去 以后在购买古玩之前 你先请教一下陈伯伯吧 他老爸在购买文物方面 至少赔进去一千万了 他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 什么古玩大家 就是一个赝品专家 我女儿说的是 这一次就当是赔了 苏常丽嘴上说着 表情欺然 眼神悔恨 突然 他从陈经文手中 拿过掐丝发廊缠织 连向耳炉 递往地板上一摔 啪的一声摔成几半 不成功变成人 两万我也不要了 第二十三章 好女婿 店铺内一片安静 众人都不知道 该怎么安慰失望 愤怒的苏常丽了 你真的不要了 突然有人打破了沉默 苏常丽正有怒火 没地方发泄 一看是江远 顿时怒骂起来 混蛋 东西我都摔了 还要个屁啊 不是叫你个废物 回家做饭吗 滚回去 昨晚上 江远在老爷子病房乱摸 他还没有跟江远算账了 现在竟然还挖苦人 要是现在大家在家里 他早就飞出岳父扫当腿了 薛立方更是来气 冲着江远指手画脚 我说 老苏今天怎么这么倒霉 原来是碰到你这个窝囊废 没用的东西 还不快找条轴 把这些垃圾扫掉 富蓉蓉站在一边 冷笑着添油加醋 江远 你这人真是的 苏总和阿姨正心里不好受 你竟然还说风凉话 我真是不明白 你的智商有问题吗 苏盈也十分不喜 催促起江远来 别站着了 快回家吧 江远像是没有听到他们的话 走到衰尾几部分的垃圾 边蹲下来 从一个家层里面 取出一样东西 只见这东西比枣子大一些 外面包裹着黑色丝绸 随着它打开一层层丝绸 众人不由的两眼一亮 只见是一白一粉两个珠子 圆润光滑 晶莹剔透 比美玉看上去还要养眼 还要讨人喜欢 好漂亮的珠子 这不会是珍珠 一出来就发光了 不会是夜明珠吧 太不可思议了 竟然还是一白一粉两个珠子 众人一看 都发出惊叹声 就连旁边几个购买古玩的买家 都好奇地围上前来 店主陈经文更是两眼放光 冲到江远跟前 伸出的双手有些哆嗦 小伙子 能让我欣赏欣赏这两颗宝珠吗 您放心 我会轻拿轻放的 江远大度一笑 递给陈经文 陈总 我不了解这珠子 你帮我看看 没问题 没问题 陈经文小心翼翼地接过两个宝珠 眼睛瞪得越大 表情越是欣喜 颜色银润 皮光明亮 形状晶圆 这绝对是珍珠 又是半透明状 无需任何光照 即可永久主动发光 并且发光能量较大 这还是叶明珠 说到这里 陈经文十分羡慕地看向江远 小伙子 你捡到宝贝了 这才是简陋啊 一颗珠子一千万 您愿意卖给我吗 您要是嫌少 我还可以提价 我出两千二百万 旁边一个胖的流油的中年男子 大喝一声 两千五百万 一个相貌冷艳的美女 往江远身边走一走 娇喝一声 他身后跟着两个保镖 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四周 我出两千八百万 第一个胖子说 冷艳美女立即加价 三千万 胖子看冷艳美女志在必得 不敢再喊价 冲他摇摇手 表示甘拜下风 众人听到这里 都惊得像是雕塑一般 不但是珍珠 还是叶明珠 并且价值三千万 两个买家 竟然还争起来 可是就这么一件宝贝 刚才竟然被苏常立摔掉 薛丽方更是骂做垃圾 他们都惊恶地看向江远 像是不认识她似的 上下打量 而后看她下一步怎么做 这位先生 三千万你同意吗 冷艳美女看着江远问 不好意思 这位姐姐 这珍珠 我不会买 江远冲冷艳美女微笑摇头 而后从陈金文手中 接过两颗宝珠 使用纸巾擦了擦 走到苏颖身边 捧上一颗粉红色的珍珠 递给她 笑道 老婆 自从结婚以后 我从未送过你礼物 这就当我的新婚礼物吧 苏颖先是一愣 而后浅浅一笑 心中涌过一阵暖流 这一次 江远不但给她长了脸 还奉送一件价值不菲的珍珠 她心中不敢动 那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 她这个所谓的苏氏家族大小姐 以前戴过的最贵的首饰 也就是价值五万多块的翡翠项链 而现在江远一出手 就是价值上千万的珍珠 谢谢 苏颖接过珍珠 冲江远微笑点头 那个冷艳美女颇为失望 使用欣赏的眼神看着苏颖 发出一声感叹 你真幸福 苏颖又笑了笑 看一个极其冷艳 富贵的白富美都羡慕自己 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悄悄使用温情的眼神 看眼江远 江远注意的苏颖的眼神 冲她笑了笑 拍了拍她的肩膀 而后走到薛丽芳身边 把剩余的一颗白色珍珠递给她 岳母 我来苏家做上门女婿 承蒙你的关心和照顾 这一颗是送给你的 薛丽芳喜珠望外 一把接过珍珠 速度快得跟抢似的 初开始我就说我有个好女婿 你们还不信 现在打你们的脸了吧 又冲江远呵呵一笑 我的好女婿 你想吃啥 回家老妈亲自给你下厨 这时候苏长里也笑了 江远 最近一段时间 我天天教你文文方面的知识 看来你是祸益匪浅啊 哦 是吗 谢谢 江远笑了笑 王八蛋 你以前搭理过你的女婿吗 江先生 我在天海商业联合会工作 这是我的名片 希望有时间能够合作 那个冷艳美女 把一张金黄色的名片递给江远 哇 黄金名片 江远知道 只有极其富有的人士 才会拥有这种名片 伸手接过 谢谢 希望我们下次合作 江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 江先生 您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远哥 加个微信号码 旁边有几个买家围上来 非常热情的跟江远套近乎 他们都是明白人 没有超乎常人的眼力 是发现不了那两颗珍珠的 过了几分钟 江远才一一把他们送走 小伙子 刚才我们大家都没有发现 这里面暗藏玄机 你是怎么发现的 陈金文好奇地问 江远淡淡一笑 我就是感觉这里面有东西 随手拿出来看 谁知道捡到宝了 哼哼 这就是幸运吧 幸运幸运 真是太幸运了 嗨 我怎么就不这样幸运呢 看来江远真是幸运心啊 一群人又是叹气 又是羡慕江远 这时候 薛丽芳和苏常丽 都是笑眯眯地看着江远 越看越喜欢 现在他们眼里看到的不是废物 而是亲女婿 亲儿子 至于江远赶走苏常领的事情 他们都已经望到九霄云外了 哟 说什么呢 这么高兴 旁边突然走来一个阔哨 冲苏常丽和薛丽芳 呵呵一笑 第24章 严大师 江远和众人一看 走来的阔哨 正是刘哨 刘猛 江远注意到 刘猛的身后跟着一个人 相貌不凡 悄悄打量 只见这人有四十四五岁 身高一米七左右 相貌有黑 留着山羊湖 眼神十分英智 给人一种压迫之感 身上穿着一身白色休闲装 脚上是白色皮鞋 穿的袜子 却是大红色的袜子 江远扫一眼他的全身 看到他身边 弥漫着一股黑煞之气 这股气息 比以前看到的老爷子身上的病气 都要浓厚 都要争鸣 一眼这个人的衣服 江远又看到 他口袋里竟然装着朱砂 黄纸 桃木板等物 而这些东西 都是做符咒用的 江远断定 这是一个道士 并且是一个心狠手辣 背负着人命的道士 现在刘猛把这么一个人物请过来 居心何在 江远又悄悄观察刘猛 看到他贪婪 赢邪的眼神 在薛立方和苏颖身上徘徊 断定他应该是有备而来 猛子 你怎么来了 薛立方笑呵呵地看向刘猛 刘猛笑道 舅妈 我带着朋友过来选翡翠 不曾想碰到你和舅舅二老了 你们这是选什么呢 随便看看 薛立方笑着说 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 苏常立呵呵笑着 重复着薛立方的话 刘猛看向苏颖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哦 尹儿也来了 苏颖没有说话 只是冷傲地点点头 哦 江远也在啊 刘猛一看到江远 心中莫名的一跳 与此同时感到双膝疼痛 没办法 现在一看到江远 他就想起 自己给他双膝跪地的情形 那种奇耻大辱 让他的怒火 立即就点燃起来 不过他知道 自己现在需要克制 因为好戏还在后头 他眯着眼睛看向江远 阴枪怪掉地说 我听说你在私立医院 把苏常立舅舅赶跑了 真的假的 他舅由自取 怪不得别人 江远冷冷回答道 刘猛呵呵冷笑 看向薛立方和苏常立 舅舅 舅妈 是这样的吗 薛立方似笑非笑 白白手 猛子 过去的事情了 就不要提了 是啊猛子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了 苏常立也白白手 重复道 刘猛不由的一愣 放在以前 薛立方和苏常立两口子 一定会对江远破口大骂 现在是怎么了 注意到薛立方和苏常立 还使用颇为欣赏的眼神 看向江远 他更是意识到什么 悄悄和身边的道士 交流一下眼神 哦 舅妈 舅舅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的这位朋友 刘猛指向身边的同伴 他叫严震邦 以前是风轻道馆的道长 现在郑云游四方 他不但是功夫高手 而且还是风水大师 江远一听 暗暗冷笑 他刚才已经观察过 这个道士的身体 就是比一般人健壮一些 也会点功夫 至于功夫高手 那是根本谈不上 哎呦 原来是颜大师 苏常立常常去道教 圣山中南山烧香拜神 对修道大师非常尊敬 以前曾经耳闻过 这个严震邦 现在一件事肃然起敬 严震邦来个拱手礼 不苟颜笑道 见过施主 颜大师 这是我舅舅 我老妈是他老爸的干女儿 所以我喊他舅舅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我们比亲人还要亲 刘萌给严震邦介绍道 而后又介绍了 薛立芳和苏毅 至于江远 他根本无事 颜大师 您是风水大师 我想邀请您去我家里一趟 看看我家里的风水可以吗 苏常立微笑着问 是啊是啊 我们这两年生意不顺 我们老是觉得 家里的风水有问题 薛立芳连忙说 眉头紧皱 显得很焦急 严震邦又一次来个拱手礼 回答道 看在刘少的面子上 我也得去俯上一趟 谢谢 谢谢 真是太感谢了 苏常立和薛立芳 都喜欢的和不容嘴 像是遇到一件 极其令人高兴的事情似的 江远见状 轻轻摇头 他就在苏颖家里住 当然知道 那里的风水好不好 那里做北朝南 背山面水 说不上是风水宝地 但是绝对也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这两年 苏常立和薛立芳多次投资 是因为他们的经营有问题 又老是喜欢做一些 急功近利的事情 他冲苏颖而语道 老婆 不要让老爸相信这个道士 他是一个很危险的人 苏颖柳眉一景 看向江远 看他眼神坚定 自信 又想到这两天 江远做出来的一件件 令人震惊的事情 冲他轻轻点头 他也一直在观察这个道士 总觉得他有问题 虽然说不出他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感到心里不舒服 他往苏常立身后站一站 冲他轻声而语一句 爸 别随随便便相信陌生人 你不懂 苏常立根本不理会女儿的警告 冲颜正邦笑道 颜大师 要不我们这就过去 我先请颜大师去饭店吃午饭 而后就去我家 怎么样 苏总 不急 我先看看夫人的情况 颜正邦扭过头 观察薛立芳的鸭蛋脸来 众人一看 也都看向薛立芳 这女人虽然已经四十多岁 但是皮肤保养得好 身材又挺拔妖娆 绝对是中年女神 不是拥有这么好的披子 她怎么可能生下苏颖 这么一个倾国倾城的女儿 欣赏的眼神看着自己 薛立芳是挺胸抬头 像是模特一样 让大家欣赏自己的美 要知道 她年轻的时候 是天海市的十家歌手 受到的关注越多 她越是兴奋 越是要展现自己的美 不过颜正邦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她一下吸口凉气 夫人 我看你硬堂发黑 双眼浑浊 嘴唇发紫 皮肤松弛 最近一定会有血光之灾 放屁 江远看到颜正邦 睁着两眼说瞎话 立即骂了一声 像这种小人 她绝不能看着她继续演戏 滚开 大师说话 你有什么资格插嘴 薛立芳得瞪一眼江远 而后满眼担心地看向颜正邦 颜大师 还别说 我最近老是觉得身体不舒服 总是晚上睡不着 颜大师 你快帮帮我 这个 颜正邦面露难色 你要知道 我逆天改命 是要受到天谴的 颜大师 你一定要帮这个忙 刘猛健壮 急忙劝说起颜正邦来 她是我舅妈 我老妈是她公共的干女儿 所以我喊她舅妈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我们比亲人还要近 你一定要帮这个忙 至于遭到天谴 你是风水大师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化解的 是啊是啊 薛立芳和苏常立 都连连点头 冲着颜正邦讨好的笑 颜正邦低下头 捋着山羊湖 像是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似的 考虑再三 最后终于点头 那好吧 看在刘少的面子上 我就破例 帮助这位夫人一次 第25章 核桃手串 太感谢了 真是太感谢了 薛立芳和苏常立 都对着颜正邦鞠躬行礼 站在一边的傅蓉蓉 对颜正邦 也是深信不疑 跟着薛立芳和苏常立 给颜正邦鞠躬 颜正邦悄悄描一眼 薛立芳风于而诱人的身材 又悄悄跟刘猛交流一下眼神 而后捋着山羊湖 不动声色的得意一笑 江远注意到 颜正邦和刘猛眉来眼去 更是相信 他们一定有他们的罪恶目的 可是此时此刻 抓不到他们的把柄 再说 薛立芳和苏常立 又不听劝说 他只能静观墨茶 随着继续观察 他看到颜正邦 时不时地会偷偷欣赏薛立芳的身材 并且眼神极其迷恋 极其贪婪 这伙就这么喜欢薛立芳 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江远又一次 颜正邦的全身 注意到他的前家里 藏着一张照片 是六个青年的合影 每个人还都穿着高中校服 而其中 有个十分漂亮的少女 正是薛立芳 就在薛立芳的旁边 站着一个瘦瘦的青年 正是颜正邦 原来颜正邦跟薛立芳是高中同学 并且颜正邦对薛立芳念念不忘 而薛立芳早已经忘记了颜正邦 这时 江远明白了颜正邦的眼神 同时也明白了 颜正邦这一次来这里的目的 他不但是帮助刘猛 而且也是为了得到薛立芳 最起码 他要得到一次 夫人 苏总 走吧 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颜正邦又偷偷使用贪婪的眼神 欣赏一眼薛立芳的好身材 而后冲他点点头 跟刘猛又交流一下眼神 一只手背负身后 一只手捋着山羊湖 颇有大师风范的走向外面 舅妈 舅舅 请吧 刘猛倒是很有礼貌 恭敬地给薛立芳和苏常立打出手势 薛立芳和苏常立都微笑点头 跟上颜正邦 苏总 店主陈经文上前两步 一把抓住苏常立的胳膊 冲他而语道 这个颜正邦 我早有耳闻 他是心术不正之人 你和夫人千万不要靠近他 呵呵呵呵 老陈 你想多了 苏常立冲陈经文摇摇头 笑了笑 和薛立芳一起昂首走向房门 薛立芳听到了陈经文的声音 斜一眼他 冲苏常立低估道 老公 想不到陈经文竟然是这种背后说人闲话的人 看苏常立不听劝 陈经文叹口气 摇摇头 不远处就是刘猛 他不能说的太多 只能妄扬心叹 江远 快走啊 苏颖看江远站着不动 提醒他一句 江远注意到 旁边的货架上有上百个核桃手串 其中四个里面隐隐约约浮现出绿光来 觉得是好东西 老婆 这四个核桃手串很不错 我想买了 那边爸妈都快要被人骗了 别买了 苏颖拉一拉江远的胳膊 现在江远在身边 他突然拥有一种安全感 尤其是对付严正邦那种小人 有江远在身边 他感觉更是拥有底气 老婆 咱们能跟上他们的 江远冲苏颖笑了笑 又看向陈金文 陈总 这四个核桃手串怎么卖 江先生 送给你了 陈金文冲江远很豪爽的挥挥手 江远掏出钱家来 那怎么可以 这样吧江先生 过两天 我要去京都古丸 批发市场进一批货 你陪我去一趟吧 这四个手串都送给你了 另外 这里的古丸随你挑 陈金文已经看出 江远眼力惊人 想到带着江远过去 一定会有重大收获 刚才陈金文提醒苏常立 防备严正帮 江远注意到了 感觉这个人很不错 笑道 我是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 我老婆同意不同意 同意 赶紧走吧 苏颖现在赶时间 拉起江远便走 江远笑了笑 冲陈金文点点头 一边盘着手串 一边和苏颖一起 跟向前面的薛力芳 和苏常立他们 老婆大人 你觉得这几个手串值钱吗 要是值钱的话 我会叫你要 江远呵呵笑了 老婆 你可别小看这核桃手串 我可告诉你 这是无价之宝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 苏颖只向江远手中的 核桃手串 这是硬灯笼核桃 上面毛刺多得很 要是盘的话 需要五六年 就你手中的这个核桃手串 一个能卖五百块钱 就已经很不错了 江远笑而不语 手上加快速度 盘起核桃手串来 一只手两个手串 一边盘完 一边喃喃低语 时不时的还使用 直言扫一眼四个手串 这时候 他们还不耽误 跟上薛力芳和苏常立他们 一直朝着东边的谷湾大街走去 只过了三分钟 江远停下盘完核桃手串 老婆 你再看看这手串 苏颖一直在观察前面的动静 没有听到江远的话 看颜振帮离他老妈很近 时不时的跟他交流 咬牙冷笑 老妈真是糊涂 竟然相信这种人 老婆 看明白什么没有 江远也观察起前面的一群人 苏颖注意到 颜振帮偷看他老妈的身材 娇斥起来 真是可恶 这颜振帮 被包装成风水大师 实际上就是一个无耻之徒 颜振帮和岳母是高中同学 他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得到他 你怎么知道 苏颖一下性碾圆瞪 惊恶地看向江远 江远当然不能说出自己拥有 直言 随口编个理由 在刘猛和颜振帮去古玩店的时候 我偷听到他们说话了 江远 那可怎么办 现在爸妈这么迷信颜振帮 他们一定会上当受骗 苏颖十分焦急 一把抓住江远的手来 江远 你快想办法 江远笑 老婆 你现在就这么相信你的废物老公 苏颖很不好意思地笑了 脸蛋一片滚烫 放在以前 就是放在两天前 他也不会相信江远 但是现在非常相信 给老爷子治病 给丁美莲治病 给孙小小治病 发现赝品中藏着的珍珠 能看出他老妈和严振帮是高中同学 这一件又一件事 难道都是巧合 现在老爷子信任他 于德阳主任信任他 千金大小件麻染 叫他江远哥哥 皮肤科专家唐建昌 对他心服口服 大混混较量拜他为大哥 难道他们都看错人了 想到这些 他抓着江远的手 更是抓得紧紧的 呢喃一声 江远 你就快想想办法嘛 江远搂住苏颖的肩膀 冲他而语着问 老婆 晚上睡觉 我还睡地板 第26章 面善心恶 同共枕 苏颖说过这几个字 娇羞一笑 伸出双手捂住滚烫的脸蛋来 他也想不明白 自己跟江远 都已经结婚一个月了 怎么现在还这么羞答答的 比小姑娘还小姑娘 老婆 你笑了 第一次给我这么笑 哈哈哈哈 江远看苏颖第一次这么笑 笑得非常美 忍不住哈哈大笑 笑得十分豪爽 不知不觉 在征服老婆的路上 又拿下一个制高点 一听到江远大笑 走在前面的薛立芳 苏常立 刘猛和富蓉蓉 都扭过头 观察他 这废物是不是傻了 我舅妈有血光之灾 她竟然还能笑得出来 真是丧尽天良 刘猛对江远十分不耻 呸 废物到什么时候都是废物 除了丢人现眼 他还是丢人现眼 富蓉蓉顿一眼江远 不住摇头 严震邦观察着他们的脸色 恰如其分地补充一句 这个年轻人方脸翘嘴 眼大唇薄 鼻大口小 耳后至多 是面善心恶之辈 不得不防 薛立芳一听 吓了一跳 慌忙看向严震邦 严大师 怪不得我们家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都不顺利 原来问题都在他身上 我终于明白了 苏常立垂头顿足 终于找到 事事不顺的原因了 江远是罪魁祸首 严震邦捋着下巴说 有些话我不能多说 我只能说一句 日房夜房 家贼难防 夫人 苏总 为了你们的健康 也为了你们的事业 你们一定要小心警惕 一句话说的薛立芳 更是提心吊胆 扭过头 便冲着江远怒喝起来 江远 谁让你这个废物跟上来的 眼儿留下 你回家做饭去 快回家做饭去 苏常立重复着大喝一声 江远回应道 岳母 你不是亲自下厨 给你的好女婿做好吃的吗 你也配 薛立芳咬牙切齿 唾弃起来 你岳父说的没错 你就是数破车的 三天不敲打就零散 你回去就等着吧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苏常立冷冷道 不需要跟他这个客气 回去跟老爷子商量商量 然后直接扫地出门 妈 爸 你们说什么呢 苏颖不满地 看向薛立芳和苏常立 薛立芳和苏常立顿时意识到 在大街上不能谈论家事 薛立芳冷冷道 颖儿 我现在不想看到她 叫她回家 苏颖当然不会让江远离开 妈 我现在身体不舒服 需要江远扶着我 颖儿 我来扶你 刘猛看机会来了 大步走向苏颖 江远眼神一灵 等刘猛走近 低声冷冷道 昨晚上的事情 你已经忘了 抢不走别人的老婆 还给人下跪 要是我没有说错的话 现在你的膝盖骨 还有些疼吗 刘猛猛地站住 咬咬牙 眼神里迸射出一道猙獰之光 好 江远 我们走着瞧 转身又走向薛立芳 苏常立和颜振邦 颜大师 我们走 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垃圾 而耽误了我们的大事 薛立芳和苏常立都点点头 对对对 我们还是以大事为重 接下来 他们都冷冷地协一眼江远 继续朝着前面走去 江远 我爸妈做事 有时候很糊涂 你别生气 苏颖替他爸妈给江远道歉起来 江远拍了拍苏颖的肩膀 我能不了解他们 他们不是有失糊涂 而是彻头彻尾的糊涂虫 嗯 苏颖柳眉一紧 江远赶忙笑了笑 当然了 他们还是做了一件聪明的事情 那就是 给我生育了一个如花似玉 美若天仙的老婆 不管怎么说 看在这一点上 他们就是骂我打我 我都不会生他们的气 苏颖轻轻点头 又问 那你准备怎么对付那个颜大师啊 首先利用这个 江远亮出手中的两个核桃手串 另外两个他装起来了 准备去孙晓晓家时 送给孙晓晓和麻染 苏颖一看手串 不由得又惊又喜 哇 好漂亮啊 刚才他看这个核桃手串的时候 核桃还在暗淡无光 并且十分粗糙 可是现在所有的核桃 都是精灵透亮 犹如红色的美玉一般 摸在手里 光滑一片 感觉珠缘郁润 手感极佳 令人心神愉悦 闻了闻 还有一种桃花香气 沁人肺服 苏颖把两个手串都抓在手里 那是恋恋不舍 江远 想盘活这样的核桃手串 至少需要五年 你怎么几分钟就盘好了 老婆 盘完手串 只要方法正确 很快的 江远呵呵一笑 实际上 除了他能这样玩 其他人还真是玩不了 更重要的一点 他按照天魔一经的指点 给这两个手串开了光 就相当于符咒高手 在手串上加了平安符 他在这两个手串里 注入了灵气 比平安符还好使 这灵气可以保护手串的主人 还可以强身健体 江远 刚才你说使用这个 就能保护老妈 苏颖看出 这手串的与众不同 但是还不相信 它能起到保护的作用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 江远指向两个核桃手串 这两个手串 你戴上一串 一会儿 你再戴到老妈手上一串 苏颖还真想看一看 这核桃手串的神奇 戴在左手上一串 装在裙子口袋里一串 等着送给他老妈 他们顺着大街往前走 几分钟后便来到一家大型的翡翠店 名字非常大气 天下翡翠城 大门前守着七八名训练有素的保安 跟店铺的名字很大 天下翡翠城 江远一看到这个名字 感觉自己好像见过这个名字 想了想 他悄悄掏出钱家 取出大富豪马建云 送给他的至尊卡来 一看才知道 这是马建云的产业之一 马建云曾说过 只要江远拿着这张至尊卡 过来购买东西 都是免费 他想着既然来了 那就给老婆大人挑选一样 让他满意的翡翠 江远和苏颖 跟着前面的一群人走进去 看到里面的大厅很大 像是一个大型超市 里面摆放着长长的玻璃柜台 一个个都是璀璨夺目 亮丽多彩 里面的美女服务员 足足有五十个人 都穿着统一的红色工作制服 显得温婉可人 都令人如沐春风 江远扫一眼旁边的介绍 看到这里主打翡翠 世界上任何一种翡翠都有 二楼的贵宾厅里 有价值上义的翡翠 颜大师刘少 欢迎欢迎 大唐经理华晓慧 热情地迎接颜振帮和刘猛 他一个长着一双三脚单凤眼 笑起来非常美 颜振帮捋着山羊湖 轻轻点头 表情看起来十分高傲 但是眼神 得渺一眼华晓慧鼓鼓的胸前 刘猛呵呵一笑 华经理 打扰你了 真不好意思 华晓慧呵呵笑起来 刘少 您真会开玩笑 我可是希望你们这些贵宾 天天来打扰我 刘猛笑了笑 极其亲切地拍了拍 颜振帮的后背 颜大师 下一步怎么帮我救妈 你来安排吧 第27章 五千万翡翠 颜振帮看向薛立芳 严肃道 夫人 我帮您挑选一件翡翠吧 翡翠中包含大量矿物元素 和微量元素 在佩戴过程中 会摩擦皮肤和按摩穴位 能起到防病治病的作用 我给翡翠开光之后 更能起到护身符的效果 薛立芳大写 那就麻烦大师了 那我们上二楼吧 颜振帮跟刘猛交流一下眼神 带着众人走向旁边的楼梯 请 华小慧急忙走到最前面带路 江远和苏颖见状 悄悄跟上 江远 颜振帮给老妈选翡翠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佩戴翡翠当然没问题 就担心颜振帮在翡翠上做手脚 刚才颜振帮说给翡翠开光 怎么开光啊 开光就是赋予物体灵性 可以让他保佑自己的主人 无论是道士开光 还是和尚开光 都有个过程 并且呢 开光的大师必须修行高深 品行端正 就拿着颜振帮来说 他开光就会百害而无一意 苏颖一听 更是紧张 颜振帮居心叵测 现在又要在翡翠上做文章 我真是担心我妈的健康和安全 有我在呢 她伤不了我岳母 江远牵着苏颖的手 走向二楼 苏颖下意识地抓紧江远的手 甚至不知不觉朝着他身边依靠 二楼是贵宾厅 柜台里摆放着的翡翠 都是名贵翡翠 像老坑中翡翠 冰重翡翠 紫罗兰翡翠等 都是要有尽有 灯光下都熠熠闪光 令人心动 没有美女不喜欢翡翠的 薛丽芳和富蓉蓉一看 都两眼放光 双手按住砰砰乱跳的心脏来 可是这里的翡翠都太贵了 最低的也得上百万 有两千多万的 还有五千多万的 当看到还有一个五千多万元的 老坑玻璃中帝王绿翡翠时 他们的呼吸都停止了 这是一个翡翠配钻石的项链 名字叫东方珍珠 摆放在一个单独的展览台里 灯光哈宿她最为璀璨夺目 也属她最为豪华尊贵 他们都想 要是这个翡翠项链 能够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那么这辈子做女人也就值得了 苏颖看到这个翡翠项链 也是心中一动 可是造价太高 她只是扫一眼 便掏出手机看起手机来 她可不想 让自己表现得像老妈和荣荣那样 一个贪婪的女人 就是戴上最豪华的翡翠 也不会有什么动人之处 江远注意到苏颖刚才的眼神 看向单独柜台里里的翡翠项链 淡淡一笑 在这里 只要银儿喜欢 她就可以拥有 江远想着等会儿看 要是有更好的 就给老婆选择更好的 舅妈 这个翡翠项链怎么样 就是这个东方珍珠 刘猛观察到薛丽芳的眼神 呵呵一笑看向她 薛丽芳呵呵一笑 看向翡翠项链的眼神 更是挪不开 好啊 真好 苏常丽一听 老脸一红 虽然是苏氏家族的人 但是现在 叫她一下拿出来五千万 来购买一串翡翠项链 她可是拿不出来 就是有 她也不舍得拿出来 五千多万 买一串项链 这不是要命吗 华经理 这个珍珠项链 刘猛非常豪爽地指向东方珍珠 大声说 就是这个东方珍珠 我买了 而后送给我舅妈 不会吧 薛丽芳又惊又喜地看向刘猛 刘猛你可要三思啊 苏常丽更是惊呆地看向刘猛 周围的人群都嘖嘖称赞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 灰金大土豪啊 苏颖一听 扭过头 也看向刘猛 不过她是冷冷一笑 心想 为了对付江远 她是真舍得下血本啊 刘少 您是刷卡 还是复制票 华小慧笑眯眯地问 不急 刘猛呵呵一笑 看向江远 只顾着帮舅妈挑选翡翠 我把江远给忘了 呵呵一笑 只向江远 看向严正邦和华小慧的人说 各位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帅哥叫江远 是我舅妈的女婿 呵呵 她可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物啊 严正邦和华小慧等人 都打量起江远来 要知道 站在刘猛身边的 还有几个跟班小弟 一看刘猛实眼色 顿时都起哄起来 既然是女婿 那当然得表示表示 叫我说 这东方珍珠 不应该是刘少买 而应该是做女婿的买 说的是啊 一个女婿半个啊 她不买谁买 江远 别站着了 快付钱购买东方珍珠啊 随着这么一起哄 旁边很多服务员和客人 都围上来看热闹 江远 出手吧 刘猛此时是心花怒放 得意洋洋的看着江远 呵呵 今天老子 就用钱砸死你 医术再高 没有钱你 也是一个屁 此时 薛立芳和苏常立 脸上都挂不住 嘟 地鞋一眼江远 丢人 真是丢人 没有钱 你跟着来二楼干嘛 叫做岳父岳母的 陪着你 丢人现眼吗 他们真想抓住江远 骂一顿再打一顿 而后把他扔出去 可是现在有很多人看着 他们只能静静地站着 要知道 来这里的人非富即贵 他们可不能出丑 苏颖这时候 也会很难为情 悄悄拉一拉江远 示意他赶紧退走 他比谁都了解江远 现在根本没钱 别说五千万 五百万 甚至是五万 他都拿不出来 再这样下去 刘猛和他的心腹 不知道又会怎么挖苦讽刺呢 还有老爸老妈 不知道会怎么对待江远呢 江远倒是站着不动 冲华小慧摆一下手 很大方帝说 这东方珍珠我要了 给我岳母包起来 什么 还真要 不会是打肿脸冲胖子吧 刘猛的几个心腹 都大喊大叫起来 苏颖 薛丽芳和苏常丽 都惊恶地看向江远 刚才是江远说的话吗 刘猛看江远的表情 十分认真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一会儿昂着头大笑 一会儿趴在柜台上大笑 直笑得快要站不住了 五千一百八十八万啊 叫他拿 他要是能拿出来 我现场吃香 哈哈 这个废物 怎么就这么逗呢 薛丽芳这时候 终于忍不住了 冲江远瞪一下眼 压低声音说 走 走啊 苏常丽更是气得呲牙咧嘴 浑身发抖 在家里丢人也就罢了 竟然出来丢人 他敢说 回到家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让女儿跟他离婚 苏颖这会儿咬住嘴唇 把嘴唇都咬走了 然后用力拉起 江远的胳膊来 走啊江远 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第二十八章 爆发小宇宙 苏颖急得两眼 都在闪烁着泪光 现在明白着 刘猛要报复江远 而江远根本没钱 那么现在 他们只有溜之大吉 可是 江远仍是稳稳地站着 掏出至尊卡 递给华小慧 大声说 拿着我的卡去刷卡 华小慧一愣 不过还是伸出双手 结果黑色卡片 一看上面的内容 不由得大惊 先生 您稍等 我去把我们领导叫过来 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使用敬畏的眼神 看一眼江远 转身便走 走着走着 他竟然跑起来 这时候 薛立芳 苏常立 还有刘蒙等人 都愣住了 就连苏颖都挣住了 那是一张什么样的银行卡 大唐经理 怎么看起来很紧张 等得不到两分钟 他们便看到一个 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 快步走过来 他一边走 一边整理蓝色领带 看样子准备面见尊贵的大领导 卢总 我手中的贵宾卡 就是这位先生的 华小慧小跑着带路 一直带到江远身前 先生 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 我是我们天下翡翠城的副总经理儒太 我们总经理出国了 我来负责接待您 儒太总经理给江远身鞠躬 双手把至尊卡递给江远 我不知道您大驾光临 要是知道的话 我一定会开车接您 卢总客气了 江远接过至尊卡 收起来 卢太直起腰来 又看向华小慧 安排道 快把先生 要的翡翠包起来 是 华小慧立即领命 众人大惊 薛丽芳经的往后 退了三步远才站稳 刘萌经的 头发都要竖起来 苏颖是信念圆凳 江远到底是什么身份 为什么总经理这么尊敬他 要知道 包括刘萌和严正邦在内 卢太副总经理 都没有看上一眼 而对江远 竟然毕恭毕敬 这时候 苏颖痴迟地望着江远 眼中有震惊 又有喜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江远 还有极其高深的身份背景 结婚一个月了 他就隐藏这么深 先生 您要的翡翠项链 给您收拾好了 华小慧 把一个极其精美的包装盒 恭恭敬敬地 送到江远面前 江远指向薛丽芳 那是我岳母 给他了 华小慧一听 急忙把翡翠项链 恭恭敬敬地 送到薛丽芳面前 阿姨 这是那位尊贵的先生 送给您的 请您收下 薛丽芳瞪大眼睛 还在傻站着 像是已经窒息似的 满脸通红 刚才还在辱骂江远 要他滚 可是转眼间 江远就购买了 这珍贵的翡翠项链送给他 此时 他感觉到 一只无形的手 正啪啪啪啪 打着自己耳光 不过愣了愣 他还是收下翡翠项链 紧紧地搂在怀里 快步走向江远 冲他讨好一笑 江远 我的好女婿 岳母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嗯 一会儿回家 岳母亲自为你下厨 江远 你岳母的拿手菜 是一鱼三尺 一会儿回去 我亲自给你购买鲈鱼 苏常立冲江远呵呵一笑 贤婿啊 到时候你可得多吃点 多补补身子 我和你岳母 早就想抱外孙了 说完 又是呵呵一笑 江远冷冷一笑 岳父 你这样说 我都不好意思了 苏常立明白江远的意思 顿时老脸发烫 呵呵一笑 掩饰着自己的尴尬 笑道 贤婿 你们是新婚夫妇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呵呵 告诉你 你和叶儿一结婚 我和你岳母 就给你们制定好造人计划了 苏颖一听 脸蛋一热 这个老爸真是的 这种话都能说出来 先生 原来这都是您的亲人和朋友 大唐经理卢泰冲江远笑了笑 而后看向华小慧 安排道 快 给几位尊贵的客人 准备猫屎咖啡 是 华小慧急忙转身走开 招呼两个服务员 准备咖啡 卢总 你们这里有猫屎咖啡 有猫屎吗 江远看向卢泰问 卢泰一愣 这个 他不明白江远是什么意思 问道 先生 请问您的意思是 江远指向刘猛 回答道 这位刘猛先生需要 刚才他说了 他要当众吃香 刘猛浑身一抖 先生 要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派人去卫生间取一些过来 卢泰看到江远很不高兴 立即冲着旁边的一个保安 使个眼色 那保安转身便走 我靠 刘猛 看对方动了真格的 浑身又是一抖 不由得吸口凉气 现在他不知道 江远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和几个心腹 又绝对不是 卢泰和一群保安的对手 他想到赶紧走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悄悄的 他跟严正邦交流一下眼神 示意计划有变 让他想办法带他走 刘少 你先忙 我先走一步 严正邦比刘猛反应还快 冲他点点头 捋着山羊 胡转身便走 他可是明眼人 一看计划无法实施 立即退走 我靠 这个王八蛋 刘猛顿时慌了 急忙追赶严正邦 严大师 严大师 严正邦果然是大师 跑得比兔子都快 刘猛健壮 也跑起来 不管怎么说 现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可是 两个保安早已经守候在门口边 伸出胳膊 拦住了刘猛 刘猛慌忙看向旁边的几个心腹小弟 这几个人来这里是当托儿的 不是打架的 他们也看到了 就是打 也是挨揍的份 都转身走开了 其中一个一边走 还一边说 前面的翡翠很不错呀 我们过去看看 刘猛两眼一闭 浑身一哆嗦 麻痹 一群废物 愣了愣 他慌忙 走向薛丽方 舅妈 你看这 我帮你买翡翠呢 江远竟然叫人这么对我 薛丽方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看出刘猛的目的 冲他点点头 看向江远 笑道 贤婿 刘猛可是我们自己人 你别搞错了 退后 江远大喝一声 声音震耳欲聋 薛丽方大害 慌忙后退一步 苏常立更是吓一跳 慌忙往后退两步 苏盈也是一惊 瞪大眼睛看向江远 这还是他们认识江远以来 江远第一次爆发 看他怒法冲冠 气势逼人 他们都感觉认错了人 这是那个忍气吞声的废物女婿吗 现在突然爆发 怎么这么可怕 刘猛见状 更是吓得双腿哆嗦 冲江远巴结一笑 妹夫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看你能不能 这时候 刚才离开的保安走回来了 手中拿着一个矿泉水瓶 里面装着泛黄色的浑浊的东西 他走到卢泰身边 从他耳语几句 而后把矿泉水瓶递给他 卢泰接过矿泉水瓶 走到江远身边 低头禀报 先生 您要的东西送过来了 正好我们一个服务员的孩子拉吸 这就是他拉的东西 稍微吸了一些 您看可以吗 江远点点头 看向刘猛 刘少 你可以趁热用 你看 要不要给你送一套餐具过来 刘猛又是浑身一抖 扑通一声 坐到地板上 第二十九章 可遇而不可求 刘猛看求助薛立芳和苏常立不行 慌忙给苏颖坐一 尹儿 你快帮帮我啦 看在我妈是老爷子干女儿的情分上 你也得帮帮我啦 苏颖冷冷一笑 扭过头去 一眼也不看刘猛 要是刘猛想尽一切办法追求他 也情有可原 可是现在 他竟然跟一个心术不正的风水大师 联手在他老妈身上做文章 从而再对他和江远下手 这是他万万不能原谅的 刘猛 看在我老婆和岳父岳母的面子上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江远突然说 众人一乐 刚才还要刘猛吃翔 现在怎么变卦了 刘猛一听 慌忙爬起来给江远坐一 谢谢妹夫 谢谢妹夫 你永远都是我妹夫 妹夫 您放心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你听我把话说完 刚才你说的是当众吃翔 毕竟这是大厅 不太雅观 江远指了指一个角落 我觉得 你去洗手间单独享用 会让人更能接受一些 什么 刘猛扑腾一声 又坐到地板上 他还以为江远要原谅他呢 谁知道 人家是换一个玩法 苏颖 薛立方和苏常丽一听 这才明白江远的意思 都想笑 这个女婿 不但变得强硬起来 还变得很狡猾啊 卢总 叫人把刘猛拉到洗手间去 这一瓶看着让他解决 江远看向卢泰 下了指令 告诉他 不要浪费 是 卢泰冲着两个保安挥一下手 两个保安立即拽起刘猛的胳膊 朝着角落的洗手间走去 你们干什么 我是苏氏家族老爷子的外孙 你们要干什么 救妈 快救救我啊 哎呀 我要打110 刘猛惨叫连连 挣扎不停 可他岂是两个保安的对手 不一会儿的时间 他便消失在洗手间里 随着房门被保安关上 众人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野儿 你看这里 有你喜欢的翡翠吗 江远看向苏颖 微笑着问 苏颖悄悄看一眼洗手间的房门 轻声回答 江远 今天我没有这个心情 等等看吧 江远知道 老婆是一个冰清玉洁的人 现在旁边有刘猛这种小人污染的气氛 再好的翡翠他 也会觉得不干净 那好 老婆 你把核桃手串 送给老妈一串吧 苏颖这才想起这件事 从手腕上取下一件核桃手串 走向薛丽芳 妈 这是江远送的手串 你戴在手上吧 薛丽芳一看是手串 皱了皱眉头 他知道 再好的手串 也就是几万块钱 跟他刚才收到的东方珍珠比起来 那是根本不值得一提 两个都戴在身上 他觉得很不搭 这手串漂亮 卢泰一看 两眼一亮 走上去 夫人 能让我欣赏欣赏吗 苏颖淡淡一笑 把核桃手串地给卢泰 卢泰伸出双手接过 又是抚摸 又是鉴赏 又是闻了闻核桃手串的香气 连连赞叹 好东西 真是好东西 站在他身边的一个浓眉大眼的保安 也是一边欣赏 一边点头 卢总 您的那位收藏家朋友 也不见得有这样的手串啊 是啊 卢泰欣赏一番 又说 我有个喜欢收藏手串的收藏家朋友 常常跟我讲解这方面的内容 挑选核桃手串 要从皮质 硅整度 装型 纹路和尺寸多方面来考虑 最好的皮质是蜡质 最好的硅整度 是每颗核桃的大小 装型和纹路都相同 最好的装型是矮装 敦式的外形 最好的纹路之一是龙纹 最好的尺寸 是在12毫米至15毫米之间 而这个手串的皮质 硅整度 装型 纹路和尺寸 都是最佳 再加上这手串 有着天然迷人的香气 可以养颜护体 所以 这是极其难得的核桃手串 卢泰越说越激动 都要喊起来 这手串可遇而不可求 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我见过那么多好手串 还从未见过这么好的手串 不说其他人 要是把这手串 卖给我那位收藏家朋友的话 他会至少出价500万元 500万 薛立方一下惊呆了 苏颖一听 心头一震 满眼惊喜的望向江远 他手腕上 也有一个这样的手串 两个加起来 就是上千万元啊 而这两个手串 都是江远在极短的时间内 盘出来的 其他人也都惊愕地 看向卢泰手中的核桃手串 好好好 我要我要 薛立方几乎从卢泰手中抢走 慌忙带到自己左手腕上 此时此刻 他是心花怒放 得到5000多万的翡翠项链 又得到价值500万以上的核桃手串 他感觉自己一 价翻倍 以后别说是在苏氏家族 就是在天海市整个富婆圈 他也能昂起头来 接着 他是笑眯眯地看着江远 哎呀 真是我的好女婿 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儿子 嗯 回家给你做好吃的 哇 阿姨 您戴上这首串针 是太美了 我现在都嫉妒你了 傅荣荣使用极其羡慕的眼神 看着薛立方 夸奖起来 薛立方一听 虚荣心更是得到极大的满足 笑着不停 这多亏我有个好女婿啊 哼 我们苏家有江远这样的好女婿 真是烧了高香了 苏常立也咧着嘴笑个不停 很早我就说 有了江远这样的女婿 我这一辈子一定会光宗耀祖 扬眉吐气 江远一听都要晕倒了 这两口子骂人能把人骂死 夸人能把人夸死 真是不服不行 夫人 刚才您说着手串是先生送的 是吗 卢泰微笑着看向苏银 苏银指向江远 微笑点头 这是江远盘出来的 先生真是万里挑一的高手啊 卢泰对江远又一次肃然起敬 给他深深的鞠躬 而后他掏出一张名片来 双手递给江远 先生 有时间请您给我盘盘核桃手串 没问题 江远伸手接过名片 装在口袋里 这时候 旁边那个浓眉大眼的保安 往江远身边走了走 也掏出一张名片来 双手递给江远 先生 我叫胡四海 是个粗人 以后你有安保方面的需要 可以给我打电话 江远刚才就注意到 这个胡四海高大强壮 肌肉爆炸一般结实 一身都是钢筋铁骨 绝对是练夹子 这个人又眼神锐利而亮节 绝对是一个正义之士 在医院 他收了大混混交量 那交量也是一个练夹子 但是跟胡四海比起来 那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江远微笑着收下名片 拍了拍胡四海的肩膀 四海 以后有需要 我会跟你联系 正说着 脚落洗手间的房门 被人推开 两个保安把刘猛架了出来 只见他垂头丧气 一脸痛苦 还搭拉着两条腿 看样子 像是被人爆了 台似的 报告卢总和先生 一个保安向卢泰和江远 大声禀报 这位刘猛先生 在洗手间 已经享用完毕 请指示 第30章 屁滚尿流 众人一看 都咧咧嘴 薛立芳和富蓉蓉 更是捂上鼻子来 哦 刘猛突然两眼一瞪 狂吐起来 早有个保安眼明手快 拿一个垃圾篓 放在他面前 让他吐到垃圾篓里 就在这时 一群人突然 浩浩荡荡荡地冲进来 众人一惊 都扭头看去 江远一看 打头的是一个 戴着茶色眼镜的帅哥 正是苏佳琪 显然是来救刘猛的 他身边跟着严震帮 不用想是严震帮 通知他过来的 再看他们身后 跟着一群混混打手 一个个都手拿凶器 气势汹汹 我看谁敢让刘猛吃香 苏佳琪怒吼一声 刘猛一听 扑的一声 又吐了一口误会物 然后扭过头 眼泪汪汪地看向苏佳琪 我已经吃过了 苏佳琪大怒 瞪一眼江远 立即冲上前去 身为苏佳的废物女婿 胆敢虐待老爷子外孙 找死 随着他冲向江远 他身后的一群打手 纷纷抓着家伙 也都冲向江远 众人一看 更是慌忙后退 不过江远 卢泰和胡四海等人 都稳稳地站着 这时候 苏颖还在江远身边站着 下意识地搂住他的胳膊 碰 大厅内突然传出一声巨响 胡四海突然上前几步 犹如鬼影一般 来到苏佳琪身前 直接飞出一脚 踹到他的胸膛上 众人还没有看明白怎么回事 苏佳琪已经惨叫一声 飞向后面的一群人 噼里啪啦砸倒一群打手 一群打手看苏佳琪 已经口鼻流血 又看胡四海气势如虎 根本都不敢再向前 你 你是谁 苏佳琪摔的茶色眼镜都掉了 躺在地板上 咬牙切齿地瞪向胡四海 胡四海上前几步 一脚踩住苏佳琪的胸膛 一字一句回答道 江远先生是这里的主人 我是他的保镖胡四海 扭头看向江远 又说 先生 只要您点点头 我一脚踩爆他 法律责任我来承担 众人大惊 苏佳琪一下不敢动 苏常丽和薛丽芳都瞪大眼睛 看向江远 苏颖更是紧紧地 搂住苏颖的胳膊 傅荣荣看向江远的眼神 突然充满着敬畏 在这一刻 他们都看出 江远是这里的老大 更是这里的主宰 他可以决定苏佳琪的命运 江远对胡四海非常欣赏 淡淡道 四海 你先退后 我会处理好我的家事 是 先生 胡四海答应一声 瞪一眼苏佳琪 收起左脚 往后面退了退 江远看向苏颖 看他今的小脸蛋都白了 笑了 老婆 你说句话 苏颖这才缓过神来 同时心中涌过一阵暖流 这一次 他的老公不但给他长了脸 还帮他在苏氏家族中 提高了地位 因为现在 他可以决定苏佳琪的命运 要知道 苏佳琪是聚众闹事 并且还都带着凶器 揍他的生活不能自理 苏氏家族都无话可说 他昂首挺胸 咳嗽一声 看向苏佳琪冷冷道 苏佳琪 你是我的堂兄 按说我该尊重你 可是看看 你都是干了一些什么事 这流蒙请风水大师过来 想祸害我妈 你竟然过来助纣为虐 苏佳琪冷笑 赤道 苏颖 你老爸只是老爷子的养子而已 你更是跟苏氏家族 毫无血缘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动说话 扭头瞪向胡四海 鄙视一笑 你不是能打吗 老子叫一个高手过来 打得你满地爪牙 屁滚尿流 胡四海冷笑 好啊 你打电话 我等他过来 呸 苏佳琪吐了一口血水 忍住胸口的疼痛 摸出手机 拨打电话 焦老大 你在哪呢 你在芙蓉街 离这里不远 快过来 我爱打了 在天下翡翠城二楼 嗯 打得他满地爪牙 屁滚妙流 挂了电话 冲胡四海 猙獰一笑 小子 你就等着吧 胡四海看向江远 躬身道 先生 稍等片刻 好吗 江远当然要等 这一次 他就是要苏佳琪心服口服 他拉起苏颖的小手 冲他笑了笑 老婆 等会好吗 好啊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 苏颖轻轻点头 放在以前 遇到这种情形 他可不敢等 可是现在 他充满着自信 再说 苏佳琪根本不服 他也想看到 他心服口服 甚至想看到 他贵服 等的没有二十分钟 一个长着一双鹰眼的长发青年 快步冲进来 果然是猛男 一走进来 便带过来一口净风 咦 这不是焦亮焦老大吗 这可是一个大混混 黑白两道通吃 是啊 他经营着地下赌场 手下打手有一百多人呢 绝对是高手 这下恐怕要出大事了 旁边有很多服务员认识焦亮 一个个都使用惊骇的眼神 看向他 都压低声音议论起来 谁敢欺负苏绍 给老子站出来 焦亮怒吼 胡四海一看 握了握拳头 往前面走了走 焦老大 你可来了 苏佳琪一看焦亮来了 大喜 挣扎着坐起来 指向江远和胡四海 那小子叫江远 那个大个子叫胡四海 是江远的保镖 先把那个胡四海 给我干掉 江远 焦亮一听 急忙扭头一看 一看 站在一边的 正是江远 江远则是冷冷一笑 焦亮顿时眼神一冷 二话不说 走到苏佳琪身边 啪啪就是两个嘴巴子 只打得他嘴角流血 麻痹 你得罪谁不好 得罪江先生 众人大惊 胡四海 卢泰 还有很多公务员 也都惊呆了 苏佳琪更是一惊 惊得都要尿了 然后捂住脸大吼 焦老大 我是苏佳琪啊 我叫你揍江远和他的保镖 马哥碧 你知道江远是谁吗 他是我大哥 你小子敢得罪他 啊 苏佳琪焉了 后悔的要死 刚才这不该打那个电话 焦亮按住苏佳琪 便在地板上狂揍起来 只把苏佳琪打得哭爹喊娘 屁滚尿流 苏佳琪的一群打手健壮 没有一个人敢冲上前 本来胡四海就不好对付 现在又来一个焦老大 他们敢还手 那只有受虐的份 悄悄的 竟然还有人溜走了 刘猛还在地板上趴着 一看苏佳琪被揍得惨不忍睹 捂住脸不敢再看 现在想想 他觉得 诗祥还是一种比较不错的选择 同时他心中后悔的要死 知道江源有这么大的背景 打死也不敢跟他争老婆啊 别打了 别打了 苏佳琪终于崩溃 大哭大叫起来 常立叔 立方婶子 快救救我啊 隐儿妹妹 快救救我啊 江源妹夫 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真的 老子发誓 不是 孙子我发誓 贤婿 快别叫打了 别戳人命 苏常立和薛立方一看 都吓坏了 慌忙走到江源身边求情起来 这苏佳琪毕竟是老爷子的孙子 真打坏了 回家没法交代 苏颖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拉了拉江源的胳膊 轻声说 江源 现在苏佳琪已经知道错了 给她的机会吧 第31章 复仇 江源自然听从老婆大人的指示 冲她点点头 苏颖这才看向焦亮 轻贺起来 别打了 焦亮立即助手 看江源点头 往后退了退 掏出手指 擦拭手上的血水 众人看向苏佳琪 刚才还是帅哥 现在已经变成猪头 鼻青脸肿 口鼻流血 缓嘴歪眼斜 看起来像是已经变了一个人 不知道是疼痛 还是害怕 她哆哆嗦嗦地哭泣 然后艰难地爬起来 朝着江源跪下来 妹夫 妹妹 我刚才不该那么说 我错了 苏颖冷冷道 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你走吧 谢谢妹妹 谢谢妹夫 苏佳琪使出全力才爬起来 然后在两个青年的搀扶下 慢慢走向楼梯 苏颖扭头又瞪向刘猛 还有你 也滚 刘猛吓得浑身一哆嗦 慌忙爬起来 又想呕吐 慌忙捂住嘴巴 而后快速站起来 顺着墙跟逃之夭夭了 焦亮看没什么事了 冲江源点点头 也转身离开了 接着立即有服务员 拿着拖把拖地板 把地板上的血迹和污秽物 都拖得干干净净 先生 已经到了午饭时间 咱们翡翠店有特色餐厅 您看 卢泰看向江源 客气地问 江源看向苏颖 江源 我们还是去外面吃吧 苏颖一想到刘猛在这里吃翔的事情 就十分恶心 根本不想留在这里吃午饭 江源点点头 卢总 你们忙吧 我们出去吃 回头你要是盘和逃手串 可以跟我联系 好的 好的 恭送先生 卢泰跟江源握手 亲自相送 薛立芳 苏常丽和傅荣荣等人 都喜笑颜开 跟着江源和苏颖两口子 朝着楼梯走 身为苏氏家族的人 他们以前去高档会所消费 也从来没有享受到过 这种被老总恭送的待遇 一个个都充满着自豪感 当然 他们看向江源的眼神 就更加的喜爱和敬畏了 走到地下停车场 江源看卢泰和胡四海 一直相送 掏出手机来 给马建云打电话 马总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江先生 你客气了 我秘书告诉我 说你在天下翡翠城购物 我正说给你打电话呢 江源笑了笑 我现在正准备离开 打电话就是想跟您说一下 你这里的副总经理卢泰 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我想推荐他为这里的总经理 没问题 我一会儿就安排 马建云痛快地答应下来 卢泰先是一惊 而后大喜 给江源深深地居上一躬 他做副总经理 已经五年了 现在总经理出国做手术 他都没有机会 坐上总经理的位置 因为翡翠店里面 还有两个副总 竞争太大了 可是现在 江源一句话 就帮他搞定了 还有 你们这里的保安队长胡四海 也很不错 我建议让他的工资翻倍 江源又说 没问题 一会儿我一起安排 胡四海一听 也给江源鞠躬 这样一来 他的工资不但翻倍 以后他还会得到 马总的重视 将来要是能够成为 马总的保镖 那人生命运就大不相同了 苏颖 薛立芳和苏常立 他们一看 对江源更是欣赏 打一个电话 升值的升值的 加薪的加薪 这可不是一般人 能够做到的 好了 卢总 四海 你们回去忙吧 我们先回去了 江源跟卢泰和胡四海 一一握手 而后上车 当刘颖和苏颖 坐车驶向大街的时候 卢泰和胡四海 还在翘首张望 这个江先生不简单 话说苏佳琪和刘猛 这对难兄难弟 苏佳琪在众人的保护下 离开古玩大街 来到附近的一家医院 体检了身体 而后住院治疗 没办法 一张脸肿的大了几倍 双眼视线模糊 左臂骨折 还有轻度脑震荡 必须住院治疗 刘猛陪着苏佳琪也来了 不过 他一直在洗手间里狂吐 而后喝水 而后再吐 而后再喝 而后还吐 他只把胃里的东西 吐得干干净净 最后吐的都是水 才停下来 喘气休息一会儿 便开始一次次刷牙 用完了一袋牙膏 用坏了十个牙刷 刷的牙龈都红肿起来 才停下来喘气 又洗洗头 冲冲澡 他才垂头丧气的走到病房里 坐到病床边 苏佳琪半躺在病床上 眯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眼神里有痛苦 有不甘 还有泪水 因为脸上还没有消肿 看起来很滑稽 佳琪 我看算了 那江源有背景的 我们惹不起他 刘猛想起来 被两个保安比着吃翔的过程 不由得一阵哆嗦 痛哭流涕起来 怎么说呢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苏佳琪一听 脸色一怒 突然抬起右脚 直接踹到刘猛面门上 把他踹倒在地 废物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我被人打 又给江源下跪 你他妈说算了 刘猛捂着脸爬起来 哭丧着脸叹口气 佳琪 我也想报仇 问题是怎么报 现在连焦老大 都是江源的小弟 你说怎么办呢 苏佳琪怒吼 我正在找人调查 我要查查 江源怎么在翡翠殿那么牛 我不相信 他有什么背景 一个废物到什么时候 他都是废物 复仇 我们一定要复仇 这时 一个中年男子 走进病房来 一只手捋着山羊湖 一只手关上房门 刘猛扭头一看 正是风水大师 严震邦 想到严震邦 临震脱逃 他鄙视一笑 严大师 刚才你跑得真快啊 那是保存战力 我留下来 你就不吃翔了 严震邦捋着山羊湖问 麻痹 哪湖不开提哪湖 刘猛气疗骂娘 呃 的瞪着严震邦 现在他不能听到 有人说吃翔 一听到 他就想吐 想抓狂 严震邦毫不在意 刘猛的眼神 走到苏佳琪的身边说 苏绍 我找人调查了 江源旨 所以赶在翡翠城动手 是因为一张至尊卡 至尊卡 苏佳琪扭头 看向严震邦 刘猛也瞪大眼睛 看向严震邦 严震邦点点头 那翡翠城 是富豪马建云手下的产业 而江源曾经很幸运的 救过马建云一命 马建云就送他一张至尊卡 以报答救命之恩 任何人拥有那张至尊卡 就可以在翡翠城里面 免费消费 并且可以得到 主人一般的待遇 我靠 苏佳琪一座而起 我说 那里的总经理和安保队长 都保护他 刘猛更是一站而起 他妈的 我还以为他多牛呢 原来是因为拥有一张至尊卡 老子我拥有那张至尊卡 比他还牛 苏佳琪哼哼冷笑 鼻青脸肿的表情上 浮现出一丝得意 我就说 那废物不可能有什么背景 好 严大师 你安排 今天晚上 我们就要找他说啥 第32章 蓝鹿虎 在一家特色饭馆吃了午饭 江源便按照约定 乘坐出租车 赶往孙小小家 而苏颖和富蓉蓉 去了私立医院 薛立芳和苏常立返回苏家别墅 在去的路上 江源跟马染 要了孙小小家的资料 了解一些情况 孙小小的老爸叫孙海峰 是一个企业家 以前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富豪 跟马剑云齐名 但是最近三年 事业发展十分不顺 资产大幅缩水 今年4月份 公司又宣布破产 他现在已经达到资不抵债的境地 孙小小的老妈叫韩福慧 是天海大学的教师 是教育界的先进工作者 拿过很多荣誉 是他女儿的骄傲 只是随着他丈夫工作的不顺利 他心情阴郁 今年患上了抑郁症 孙小小就在天海大学上学 是那里的校花 不过因为生病 最近一年 一直处于休学的状态 现在看来 一家人的状态都十分不好 给人的感觉 这个家庭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因为孙小小是马染的好姐妹 江源对这一家人十分同情 想着一定要看看 他们家的风水出现了什么问题 一定要帮帮他们 就在这时 马染发来微信 江源哥哥 请你一定要帮帮小小 帮帮他们一家 江源立即回复微信 我会的 然然 我正在路上 很快就会到了 一个多小时后 他便来到北城开发区的 惠山别墅小区 这个别墅小区 十年前就是孙海峰打造的 里面有座一百多米高的无名小山 他命名惠山 就是因为他妻子叫韩福惠 而后就把这座别墅小区 命名为惠山别墅小区 当时周围一百多套别墅 都是属于他的资产 可是现在属于他的 只剩下一套了 江源看到这一点 不由得感到有些凄凉 以前是超级富豪 现在是资不抵债 前后落差 根本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当来到别墅小区 门前的时候 他看到马染和孙小小 就在大门一边站着 两个亭亭玉立的笑话美女 站在一边 美成一片风景 吸引很多人的注视 虽然现在是阴天 但是他们仍是热的香汗淋漓 不过他们顾不上这个 都朝着大街上眺望 江源付了车费 推开车门下车 走向马染和孙小小 江源哥哥 马染和孙小小一看 都呵呵笑起来 快步迎上前去 裙摆摇动 香风阵阵 江源呵呵一笑 然然 小小 天太热了 你们不用在这里等我 等候江源哥哥 我们并没有感到热哦 马染和孙小小都灿烂一笑 一左一右搂起江源的胳膊 走进大门 把守大门的几个保安 看着他们走进去 都好奇地打量江源 这小子是谁 不知道 艳福不浅啊 坐着出租车来的 不像是富二代 没有钱还左搂右抱的 你说气人不气人 几个保安都不住感叹 等江源走出很远 还在张望 江源在马染和孙小小的陪伴下 有说有笑地 走向孙小小家的别墅 他掏出两个手串 一个人递给一个 然然 小小 我第一次登门拜访 一个人送给你们一个核桃手串吧 哇 好漂亮 摸起来好润滑啊 嗯 还香呢 这手串是怎么盘出来的 像是红玉似的 我第一次见到 这么漂亮的手串 马染和孙小小 把玩在手里 都是赞不绝口 喜欢的不得了 这手串是我自己盘的 你们以后要戴在身上 不但可以美颜养生 还可以辟邪护身 江源笑了笑 看向孙小小 小小 尤其是你 晚上一定要戴在手腕上 那样你晚上睡觉 就不会做噩梦了 孙小小大邪 真是太好了 江源哥哥 听你这么一说 我现在就想睡觉了 戴在手腕上 又左看又看 还放在鼻子下面 嗅来嗅去 喜欢的合不拢嘴 马染抚摸着核桃手串 也是恋恋不舍 不过他突然拉一下 江源的手 把手串放在他手上 怎么了 然然 不喜欢吗 江源一愣 马染笑了笑 江源哥哥 一会儿你要见到 小小爸妈了 我觉得 你可以把这个手串 送给他妈妈韩老师 小小的妈妈有抑郁症 他觉得 他戴上非常合适 孙小小一听 急忙把手腕上的手串 摘下来 然然 把我这个送给我妈妈 不行的 刚才江源哥哥说了 你必须带着这个 马染把孙小小的手串 推回去 孙小小坚决不同意 跟马染争执起来 两个美女直征的脖子脸通红 江源一只手拉着一个 劝说他们 最后搂住他们的肩膀 让他们停止争执 看向马染说 大热的天 别争了 然然 你车上有小物件没有 我先借着 然后开一下光 送给阿姨 照样可以强身健体 有啊 我车上后备箱里 有两个子坛手串呢 不过没有盘好 一会儿交给你了 好东西都被你放坏了 一会儿 我把他们盘出生机来 我就知道江源哥哥 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所以我才一直存放两年啊 马染歪头笑 江源叹口气 你才认识我几天啊 为我存放两年了 拍马屁没拍好 拍到马腿上了 呵呵呵 马染和孙小小 都开心的笑起来 正说笑着 旁边突然传出一声娇斥 色胆包天 还不快松开我 两个妹妹 江源还正搂着 两个美女的肩膀 一听松开他们 扭头看去 旁边停着一辆黑色宝马 车内坐着一个 一脸冷傲的美女 不是别人 正是苏长风的大女儿 惠灵模特公司的 冰山总裁 苏惠灵 江源不由得见眉异景 苏惠灵怎么会在这里 原来苏惠灵 是韩服会的学生 两个人感情很深 她今天来看望韩老师 开车正要离开 谁料撞到江源 正左搂右抱哄着两个美女 要是普通女孩就算了 这两个女孩 一个是马染 一个孙小小 可都是千金大小姐一样的人物 比她苏惠灵还要尊贵 她根本受不了 便冲着江源怒斥起来 林姐别走啊 再回去坐一会儿 孙小小微笑着走到车窗边 拉起苏惠灵的手来 苏惠灵冷冷问道 小小 你和然然怎么认识那个混蛋 孙小小弄了弄小嘴 林姐 你别骂江源哥哥啊 她是我们的好朋友 苏惠灵吃笑 你们被她骗了 她就是我们苏家的女婿 做了什么事 又是什么人品 我不比你们清楚 马染听到这里不答应了 走到车窗边 说 林姐 江源哥哥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我和小小都非常非常崇拜她 我的天 苏惠灵气的推开车门下车 而后碰的一声关上车门 冲着江源怒斥 江源 在苏家丢人现眼也就罢了 还要来小小家丢人现眼吗 你欺骗苏赢也就罢了 现在还要欺骗我 两个妹妹吗 最后咬着牙吐出一个字 滚 第三十三章 风水生死局 江源往车边走了走 盯着苏惠灵的眼睛 问 惠灵 我怎么欺骗苏赢了 我又怎么欺骗然然和小小了 不要叫我的名字 你没有资格叫我的名字 苏惠灵直气得花枝乱颤 银牙紧咬 我颜尔姐多么美丽 多么优秀 竟然嫁给你这么一个废物 你不是欺骗她 是什么 然然和小小都非常单纯 单纯的像是一张白纸 你就是利用这一点欺骗她们 刚才你对她们左搂右抱 我是看得清清楚楚 江源摇摇头 关于她和苏颖的婚事 当时不是她能够做得了主的 至于对马染和孙小小左搂右抱 那只是兄妹之间的动作 她并没有觉得不妥 可是现在解释 苏惠灵岂会相信 孙小小拉一拉苏惠灵的手 解释起来 灵姐 刚才我和然然发生一点争执 是江源哥哥把我们拉开的 就是骂灵姐 你是误会江源哥哥了 要是其他人这么骂江源 马染一定不会答应 可是想到苏惠灵和江源老婆是堂姐妹 又看苏惠灵很生气 便忍住怒气劝说起来 好了 别生气了灵姐 小小家的风水有问题 我们还得请她去看看呢 什么 苏惠灵一听 对江源更是鄙视 你还会看风水 哼 骗子 你就是一个骗子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江源会看风水 你就是一个骗子 看病你是歪打正招 看风水 你不靠骗靠什么 江源摇摇头 转过身去 这美女毕竟是她的小姨子 能跟她一般见识 再说她老爸苏长风 已经对她有很大的成见 她也不想让家庭矛盾进一步升级 听苏惠灵还在喋喋不休 她卖腿便走 算了 我走还不行吗 江源哥哥 孙小小和马染 江源准备拉住她 一看她是往别墅小区里面走 他们都忍住笑 加快脚步 这时候 他们无法劝说苏惠灵 那就不管她了 苏惠灵一看 更是来气 指着江源的背影 怒道 不要脸 你不是走吗 往小区大门走啊 往小小家走 算什么本事啊 江源冲耳不闻 看马染和孙小小跟上来 拉住他们的小手 继续往前走 看江源牵着他们的手 越走越快 苏惠灵更是气得满脸通红 气喘吁吁 天气太闷热了 她已经热得劈头流汗 转身返回车内 车内开着空调 凉快多了 她越想越气 根本不允许江源走进孙小小家 掏出手机 给孙小小的老妈韩福慧打电话 韩老师 您和叔叔 今天请来一个风水大师吗 韩福慧和她老公孙海峰 正坐在客厅内 等候着风水大师的到来 拿着手机笑着回答 是啊 惠灵 你刚才回去 是不是遇到小小他们了 苏惠灵冷笑 我遇到他们了 那个所谓的风水大师我认识 就是我们苏家的女婿 叫江源 这很好啊 韩福慧笑了笑 苏惠灵气的呼吸骤停 好什么呀 她是个废物女婿 还是一个狂妄的女婿 韩福慧一愣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韩老师 家丑不可外扬 我不方便说什么 可是为了告诉您真相 我又不得不说 上次在我爷爷的卧室里 江源名义上给我爷爷看病 实际上是乱摸 他先摸我的脸 而后搂惠月 再接着搂他丈母娘薛丽芳 最后又搂抱我爷爷的干女儿丁美莲 还有这种事 韩福慧大惊 坐在一边的孙海峰 先是一愣 而是轻轻摇头 韩老师 您要是不相信 可以问一问刘猛 丁美莲就是他老妈 刘猛以前不也是您的学生吗 您可以联系到他 苏惠灵急的娇和起来 韩老师 像江源这种卑鄙小人 是很危险的 您和叔叔不得不防 最好不让他走进家门 你听到了吗 韩老师 我听到了 惠灵 你也别急 我和你叔叔知道怎么办 韩福慧挂了电话 看向孙海峰 争取他的意见 孙海峰说 那个江源 毕竟织好了小小的下巴 又是冉冉的朋友 现在来到家门前 我们能拒之门外 等会接触到看看吧 要是他人品不端 以后我们不跟他来往就可以了 韩福慧点点头 要是这样 那我就不给刘猛打电话了 接着他开始泡茶 等候着江源来到 等的没有三分钟 他的手机又响起来 一看姓名 是刘猛 老公 你看 我们不给刘猛打 他既然打过来了 韩福慧让孙海峰看手机 孙海峰淡淡一笑 一定是会领给刘猛打的电话 让他劝劝我们的 那就接听吧 只管听 不要发表意见 好 韩福慧答应一声 接听电话 韩老师 不好意思 打扰到您了 刘猛还在苏佳琪的病房里坐着 冲着电话客气一笑 韩福慧说 不打扰 刘猛 有什么事吗 韩老师 我听说 您请一个风水大师 去家里看风水 刘猛看一眼旁边的严震帮 严震帮 音音一笑 捋了捋山羊湖 他就曾经去过孙海峰家 帮助他们看过风水 不过那 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 这两年不是事业不顺利吗 便请人过来看看 韩福会笑了笑 韩老师 我已经听说了 那个风水大师叫江远 呸 他就是我们苏家的废物女婿 怎么可能会成为一个风水大师呢 刘猛越说越是唾弃 韩老师 您不知道 他可是一个弟弟道道的 并且还是一个嚣张狂妄的 上次给我外公看病 他竟然乱搞 最后搞到我老妈身上 听到刘猛津津有味的描述 江远乱搞的细节 韩福会都觉得脸红 打断他的话说 刘猛 我知道了 我知道怎么做 好了 客人快来了 我先挂了 放下手机 冲孙海峰苦苦一笑 孙海峰冷笑道 听口吻 我倒是觉得 这个刘猛是福会 不管怎么说 我们既然把人请来了 那就要善待 我还是那句话 要是他人品不端 以后我们不会跟他再来往 在韩福会和孙海峰议论刘猛的同时 刘猛也在和严正邦议论韩福会 严大师 你不是在韩福会家 不过一个风水生死局吗 严正邦捋着山羊湖 点点头 那个生死局我 做得极其隐蔽 别说江远一个废物 就是一个超一流的风水大师 也发现不了什么 我敢说 再过半年 韩福会一家 就会家破人亡 第34章 恐怖的一幕 江远在孙小小和马染的陪伴下 来到孙小小家的别墅大门前 马染的劳斯莱斯轿车就在门前停着 当来到轿车边 他快速打开后备箱 在几个箱子里找了好长一会儿 才找到两串子弹手串来 而后递给江远 江远哥哥 你看看 江远接过来 看到手串上有很多灰尘和污垢 都显得黑不溜秋的 毫无光泽 摸在手里 显得十分粗糙 毫无光滑感 然然 不是我说你 这么好的东西 你怎么放成这个样子 不是你提醒我 我都忘记车里面有这两个手串了 马染笑 反正你是大师 可以便废为宝吗 快点快点 我们还要进去见叔叔和阿姨呢 江远摇摇头 要了一瓶矿泉水 先冲洗一下 两个手串上面的灰尘和污垢 而后使用纸巾擦了擦 接着开始快速盘玩起来 随着他喃喃低语 又随着他使用 直言扫描两个手串 只过了几分钟 紫坛手串上都显示出玻璃底效果 晶莹闪亮起来 然然 你怎么还给他东西 苏惠玲开车追了过来 下车冲马 燃冷冷道 他把你们卖了 你们还会帮他数钱 马染笑了 林姐 你不是说江远哥哥是废物吗 一个废物 能把我们两个冰雪聪明的大学生卖掉 苏惠玲哑口无言 哼一声 地鞋一眼江远 而后大步走进别墅内 马染和孙小小相视一笑 都看向江远手中的两个紫坛手串 一看 两个美女同时信念圆凳 只见两个紫坛手串越来越亮 都可以当镜子照了 他们伸出小手摸了摸 温润圆滑 手感极佳 都无比惊喜地看向江远 对他更是崇拜 马染笑道 上次在三路口拍卖行 我见过有人拍卖一个紫坛手串 最后定价八百万 江远哥哥 我感觉这手串比那个还好 孙小小的连连点头 江远哥哥 你真是太神了 江远淡淡一笑 一边盘着手串 一边叹口气 第一次见到小小的爸妈 我送出这样的礼物 还是太寒酸了一些 马染和孙小小都哈哈大笑起来 搂住江远的脖子来 笑倒在他的怀里 装十三 苏惠玲一看 更是来气 紧紧地跟着 他要看看江远怎么玩下去 到时候 他会无情地揭露他的真面目 接着 江远他们有说有笑地走进别墅小院 江远是一边盘着手串 一边观察别墅小院 只见院子前面狭窄 后面宽敞 里面有假山小 有花园水池 风水布局很不错 江远看了又看 没有发现任何的阴煞之气 有句话说 前霞后宽居触吻 平安富贵望二孙 资财广有人盯急 财宝金珠满库门 也是说 孙小小家的别墅院子 没有什么问题 江远抬头看向后面的三层别墅 只看上一眼 就不由得见没一景 心中一沉 第二层的最西边有间卧室 往外冒着黑黑的阴煞之气 看上去像是浓烟滚滚 当然 江远使用 只眼可以看到这一幕 像孙小小和马远他们普通人 是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的 他想 问题就在这间卧室里 一会儿需要走进去查看一番 妈 江远哥哥来了 孙小小看他爸妈孙海峰 和韩福贵走出来 急忙走上去介绍 孙海峰和韩福贵笑了笑 迎上去 虽说他们听了一通苏惠玲和刘猛 对江远的抨击和鄙视 但是想到江远是客人 又是帮助过女儿的客人 他们还是以礼相迎 寒暄之后 孙海峰和韩福贵 微笑着把江远请进别墅客厅 而后嘘寒问暖 敬茶畅聊 只用了几分钟 江远便对孙海峰和韩福贵夫妇 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虽说他们夫妇的表情 都有劳累的表象 尤其是韩福贵表情憔悴 但是他们夫妻俩夫畅附随 相敬如宾 令江远心中十分触动 也就是因为他们夫妻俩和谐共处 宁成一鼓声 他们每次能够抵御那么强大的煞气 可以坚持到现在 江远可以这么断定 他们两口子有稍微的不合 这个家庭早就已经家破人亡 所以江远对这对夫妇十分的敬重 想到自己一定要帮助到他们 不一会儿 他们便直奔主题 孙海峰问道 江先生 我家的院子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什么问题 我发现问题在楼内 江远折指二楼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二楼看一看 我感觉最西边一间卧室里 有很大的问题 孙海峰和韩福会议厅都站起来 孙小小和马然也都急忙站起来 要知道 那间卧室正是孙小小的闺房 他们都想看看 那间卧室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苏惠玲也站起来 撇撇嘴 哼一声 蒙谁啊 这会儿 可没有人在乎苏惠玲的态度 大家一听二楼有问题 便立即带着江远走向二楼 不一会儿 他们便来到二楼 来到孙小小的卧室 江远看到这间卧室面积不大 有一张床 两张柜子 和一张书桌 窗口朝南 采光十分充足 因为是公主房 里面都是粉红的颜色 在家 上放着几个粉红色的芭比娃娃 使得卧室里的气氛 显得十分温馨 不过 他注意到 大量的阴煞之气 就是从床下面散发出来的 再一看床铺 头朝东 脚朝西 下面是一个床垫 床垫下面 是一个人工累气的台子 被完全封闭了起来 两眼床下面 看着里面躺着一具东西 他不由得双拳紧握 牙关紧咬 不是因为拥有了天魔传承 拥有了 只眼 他都不敢靠近这个床铺 恐怖 里面的清新太恐怖了 江远深呼吸 让自己镇定下来 而后看向孙海峰 问道 孙总 小小的床 为什么是这样设计的 孙海峰笑了笑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张床 因为小小害怕虫子和老鼠 我就请风水师看一下 而后又叫人重新装修了一下 把下面封闭了起来 这样 直接在上面摆放床垫就可以了 韩夫会看江远见眉紧皱 表情严肃 问道 江先生 这床有什么问题吗 江远点点头 拍了拍孙海峰的肩膀说 孙总 这个房间 只有咱俩两个男人留下来 其他人先下楼去 孙海峰感觉到江远的手拍得很重 顿时意识到什么 急忙看向韩夫会 孙小小 马冉和苏惠玲他们 安排道 夫人 你们都先下去吧 我和江先生留下来 找找这里的问题 第35章 四项必死局 韩夫会点点头 拉起女儿的手 又看向马冉和苏惠玲说 冉冉 惠玲 我们都下去吧 苏惠玲冷冷一笑 抓住韩夫会的手腕 斜一眼江远 你别听他瞎说 他就是在装神弄鬼 韩夫会轻轻摇头 我们还是相信江先生说的话 走吧 拉起孙小小便走 我不走 苏惠玲站着不动 我要看看 继续要玩什么把戏 马冉则是往江远身边站一站 江远哥哥 我不怕 我就留在这里 扭头看向韩夫会和孙小小说 阿姨 小小 要不你们先下去吧 他们一个患有抑郁症 一个胆小 是不能留在这里的 韩夫会和孙小小 看一眼孙海峰 又看一眼江远 点点头 一起走出房门 孙海峰看向江远 问道 江先生 他们留在这里 没什么问题吧 只要不害怕 当然没问题 只是我担心惠玲 江远看向苏惠玲 警告起来 惠玲 我劝你还是跟着阿姨 和小小下楼吧 不然一会儿 你一定会吓得尿裤子 无耻 苏惠玲顿时冲江远姓演员 瞪 你可是我姐夫 你怎么跟你小姨子这样说话 现在当着孙总的面 你也要做出嚣张的事情吗 江远摇摇头 又看向麻染 劝道 然然 床下面的东西非常恐怖 要不你还是下楼去吧 江远哥哥 我参加过汽车拉力赛 登过五千多米的雪山 早就走过几次鬼门关了 现在我还真想看一看 床下面藏着什么恐怖的东西 麻染昂起头来 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豪迈表情来 江远这才点点头 指向床铺 那好 你们俩把床上的东西都收拾干净 麻染和苏惠玲 立即走到床边 开始收拾东西 苏惠玲一边收拾 一边使用阴冷的眼神看着江远 走着瞧吧 敢敢欺骗苏总 回到苏家别墅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江远不理睬苏惠玲 看向孙海峰 又做出安排 孙总 你家里有砍刀吗 就砍柴的那种砍刀 要是有 拿过来一把 我家有一把开路形砍刀 我去拿 孙海峰走向房门 几分钟后 床铺上面的东西都收拾干净 砍刀也拿过来 江远掀起来床垫 使下面露出一个平台来 这是使用厚厚的三合板做成的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躺在地板上的大柜子 跟周围的墙壁完全结合在一起 因为密封十分严密 使人根本不知道 里面藏着什么 江远先把床垫拉出去 腾出空间 然后抓着砍刀 开始噼里啪啦的 砍起平台的一侧 砍得木屑横飞 孙海峰 马阿染 和苏惠玲站在一边 都瞪大眼睛看着 想看看 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东西 刚才江远说是恐怖的东西 他们想看看 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魔鬼 十来分钟后 江远把大柜子的一侧 砍得全部都是窝口 使得厚重的三合板 脱离了下面的墙体 而后扔掉砍刀 伸出双手抓住三合板 接着 他回头 看向孙海峰 冲他点点头 孙总 我要先开三合板了 孙海峰咬咬牙 点点头 尽管是一个经历过 大风大浪的人 在这一刻 他心中仍是有些紧张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已经感觉到 这床下有不祥之物 马阿染和苏惠玲 更是督下意识地 往后面退一退 退到前窗边 惠玲 你不是不怕吗 怎么退那么远 江远看一眼苏惠玲 细血一笑 苏惠玲哼一声 朝着前面走一走 一直走到江远身边 我看看 你玩什么把戏 马阿染一看 又往前面站一站 站到江远身边 那好 两个美女 我们三个一起掀开木板 江远冲马阿染 和苏惠玲使个眼色 马阿染和苏惠玲 都往两边站一站 弯下腰 抓起三合板的边缘 孙海峰也急忙走上去帮忙 我喊到三 我们一起往上线 江远冲他们点点头 开始喊数 一 二 三 当喊到三的时候 他们同时猛地朝着上面一线 当然 江远使用的力量最大 是他们的树呗 咔嚓 随着一声巨响 整个三合板 被他们一下掀开 呼 一股音气扑面来 呀 马阿染和苏惠玲 一看到里面躺着的东西 吓得尖叫一声 都猛地 跳到江远的身边 紧紧地搂住他的胳膊 而后他们扭过头 根本不敢再看一眼 孙海峰一看 瞠目结舌 双腿不由的易软 扶住旁边的墙壁才站稳 原来三合板下面的空间里 躺着一个稻草人 而稻草人 却有着一个森白一片的骷髅头 骷髅头的两个耳门里 插着两把血量的匕首 再看空间的四个角落 分别有四个比拳头 大一些石头雕刻而成的动物 动物的造型都十分夸张 表情都十分猙獰 分别是青龙 白虎 猪雀 玄武 江远一看 知道这是有人摆设的风水布局 此乃大凶大鳄 可以在无形中改变孙海峰和他家人的气韵 甚至会残害他们的身体和生命 放在以前 江远看不懂这风水布局 但是现在拥有了天魔传承 知道这是风水学中的风水死局 叫四象必死局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又称四象 他们是祖国神话中的四方神灵 分别代表东 西 南 北四个方向 现在那极其阴险的风水大师 让四象镇守骷髅头稻草人 就是让孙海峰一家人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随着他使用 只眼观察 骷髅头稻草人身上所散发出的黑煞之气更为浓厚 不过他们都老老实实的顺着天花板涌向前窗 而后冲出窗外 飘散在空中 这样一来 他相信这必死局已经没有什么坏的影响了 但是这东西绝对不能留在这里 我的女儿 我的小小 怪不得她每天都会做噩梦 怪不得她一旦生病都会拖拖拉拉 延长很长时间 孙海峰掩面而泣 原来她睡的床下 竟然有一个可怕的骷髅头 马尔染和苏惠霖想起来那一幕 也是毛骨悚然 睡觉的下面有死人骷髅头 想想就怕 他们下意识地依靠在江远身边 更是紧紧地搂住她的胳膊 而就在这不知不觉中 苏惠霖的裤子下面 突然流淌出一股无色透明的液体来 江远看向孙海峰 安慰道 孙总 你不要难过 我相信过不多久 小小和阿姨就会恢复健康 你的事业也一定会东山再起 第36章 头骨 孙海峰一听精神大震 擦去眼泪 站起来走到床边 咬紧牙关 直视骷髅头 身为一个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 和生死坎坷的中年人 还害怕一个骷髅头吗 江先生 你看这些东西怎么处置 叫人送过来一个垃圾箱 我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垃圾箱里 然后处理掉 江远拍了拍马染和苏惠霖的肩膀 让他们靠后 突然闻到一股不一样的气息 扭头看向苏惠霖 笑道 惠霖 刚才我说 你会被吓到 真的假的 苏惠霖明白江远的意思 顿时脸蛋一红 伸出双手捂住脸蛋来 羞愧无比 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江远 认为他是坑蒙拐骗 谁知道 人家真的看出了问题 刚才他警告 他会被吓尿 他更是认为他无耻 谁知道又被他说对了 现在 他不得不相信 江远真的有两把刷子 江远哥哥 你怎么知道惠霖姐会被吓到这种程度 马远好奇地问 别说了 苏惠霖捂住脸蛋冲向门外 我去换衣服 然后送上来一个大垃圾箱来 登登登跑开了 马远想笑 但是又不敢笑 床下的一幕 的确是太害人了 江远迈腿走进床铺 里面 先把四个雕刻着动物的石头拿起来 放在外面 又把稻草人取出来 也放在外面 最后 里面的空间里 只剩下一个骷髅头和两把匕首 江远哥哥 这个骷髅头是不是仿造的 马远鼓起勇气 往里面走了走 瞪大眼睛 盯着江远手中的骷髅头 这是真的头骨 江远取出两把匕首 扔在外面的地板上 使用 只眼观察骷髅头 马远又问 那么会是谁的头部一骨呢 孙海峰现在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是啊 会是谁的头骨呢 江远又 两眼骷髅头 而后又观察 孙海峰的头部骨骼 皱着眉头思索 孙海峰被江远一直瞅着 心里有些发毛 江先生 有什么问题吗 江远说道 孙总 我很冒昧的问一句 你父母都健在吗 孙海峰摇摇头 我老父亲去世的早 已经有二十年了 我老母亲是十年前病逝的 当时我的事业 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 往西北的方向指了指 西北五十多里 远是郊外 那里有一座叫孙家岭的矮山 我父母还有其他祖辈 都在那里安葬着 怎么了江先生 这头骨有什么问题吗 江远看着手中的遗骨 回答道 我看着头骨 也就是有十来年的时间 你可以叫人打开你老母亲的棺木 看一看他的头骨 是不是还在 什么 孙海峰大惊 惊得双腿都一阵哆嗦 江先生 您是说 这是我老母亲的头骨 说话间 他已经热泪盈眶 满脸痛苦 何人这么狠 竟然把老母亲的头骨偷懒 刺上匕首 然后放在女儿的床下 一时间 孙海峰有种肝肠寸断的痛苦和愤慨 伯伯 你先别激动 麻染健壮 急忙走到孙海峰身边安慰他 你现在打电话 叫人去看一看坟地 好吗 孙海峰快速擦去泪水 点点头 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手机来 我最小的弟弟 在那座矮山上承包果园 我叫他 这就带人过去看看 冲江源点点头 走出去打电话 过了五分钟 他泪流满面地走回来 江先生 我已经安排过了 我小弟带着几个工人 和几把铁锹去坟地了 那我们就 等着消息好了 江源找到一个黑色的袋子 把骷髅头装起来 放在一边的柜子上 看苏慧玲换一身黑色休闲装 推着一个垃圾箱过来 他便接过垃圾箱 放在卧室一角 而后把刚才收拾起来的垃圾 都放在垃圾箱里 合上盖子 苏慧玲这时候 不敢再碰垃圾箱 姐夫 你把垃圾箱推出去吧 好 你们在这里等我 我把垃圾箱里面的东西 推出去处理一下 垃圾箱里面的东西 已经不会对人造成任何伤害 不过 为了给孙海峰一个心理安慰 江源还是处理一下 他推着垃圾箱走出卧室 不一会儿的时间 便走出别墅小院 走到南边的一个小湖边 把里面的石头都扔进小湖里 把其他东西 都倒在小湖边的垃圾箱里 而后 他蹲到湖边洗洗手 又推着垃圾箱 回到别墅院子里 江源哥哥 你刚才拉出去的垃圾 都是什么啊 是从我卧室里拉出去的吗 孙小小从他老妈卧室里 走出来的时候 正好遇到江源回来 好奇地问 江源笑了笑 你床下有潮气 有些东西都潮湿了 不能用 所以我都处理掉了 那我的床以后还能睡吗 那个房间潮气太大 你不能再睡了 换个卧室吧 实际上 那个房间 现在已经没什么问题 里面收拾一下 然后买一张新床进去 任何女孩在里面 都可以睡一个踏实觉 但是江源知道 孙海峰 也不会让女儿 睡在那个房间里了 从心理学上来说 心理一旦产生阴影 需要面对 接受 处理 放下 忘记好几个过程 才能抹掉这个阴影 可是江源相信 无论是孙海峰 还是马染和苏惠灵 他们一辈子都忘记不了 这个阴影 尤其是孙海峰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 他几乎每天 都会想到这个阴影 甚至做梦 都会梦到这个阴影 江源哥哥 那我现在可以去卧室吗 孙小小又问 江源笑了笑 你卧室里有虫子 你要是不怕 就跟我上去吧 那好吧 你还是去陪我妈妈 孙小小冲江源 乖巧的笑了笑 转身又走进 他妈妈的房间 小小 江源叫住孙小小 从裤子口袋里 取出一个紫檀手串来 递给他 轻声说 你妈妈戴上这个手串 抑郁症很快就会好的 孙小小现在相信江源的话 微笑着连连点头 不过他随即又轻 声叹口气 嗨 我妈妈一看 是贵重的礼品 是不会接受的 傻丫头 你就说是你给他买的呀 那样 他不就会欣然接受了 孙小小动情一笑 眼睛湿润了 本来江源 已经无偿地帮助他一次 现在又把这个价值 上千万的礼物送给他 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快去吧 江源轻轻拍了拍孙小小的肩膀 快步走向楼梯 来到二楼 还没有走进孙小小的卧室 他就听到 里面传出男人的大哭声 正是孙海峰的声音 不用想 孙海峰的弟弟 已经打开了他们老母亲的棺木 一定是看到老人的头骨不在了 第37章 超度 江源快步走进孙小小的卧室 关上房门 看到孙海峰坐在地板上 正拍打着地板 嚎啕大哭 直哭得肝肠寸断 泪流满面 江源哥哥 刚才伯伯接到电话 树 棺木里老太太的头骨不见了 麻染焦急地对江源说 伯伯哭得劝不住 你快劝劝他吧 是啊姐夫 你快劝劝孙叔叔吧 苏惠玲也急坏了 拉着江源走到孙海峰身边 两个人怎么都劝不住 只能求助于江源 江源现在完全理解孙海峰的心情 尽管是一个坐视稳重的成年人 但是在面对这种情况时 都会接近于崩溃 老母亲的遗骨被人破坏 而后又放在女儿的床下 想想就让人愤恨和痛苦 此时此刻 江源恨不得 这就抓住那个恶人 把他就地正法 他蹲到孙海峰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劝道 孙总 你哭可以 但是别让楼下的韩老师和小小听到 伯伯 阿姨有抑郁症 不能受到惊吓的 是啊 孙叔叔 小小胆小 晚上又老是做噩梦 也是不能受到惊吓的 麻染和苏惠玲也蹲到孙海峰身边 劝说起来 一个轻轻拍打他的后背 一个拿着毛巾 擦拭他的满脸泪水 孙总 再说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我们得赶紧处理这些事情 不然夜长梦多 江源又拍了拍孙海峰的肩膀 孙海峰这才不大声哭喊 满眼悲愤地看向江源 江先生 是何人这么歹毒 加害我的女儿也就罢了 连我死去的老母亲都不放过 江源也极其气愤 孙总 你放心 我处理好这里的事情 就去找这个人 我绝不会放过他 得到天魔星的传承后 天魔星要他降妖除魔 这个加害孙海峰家人的人 就是妖魔 他必须除掉这个人 江源哥哥 要想找到这个人 那就查找装修的人 马尔然提醒道 孙海峰点点头 擦着眼泪说 三年前 我是找深海装修公司的人 来装修的 除了给小小装修卧室外 还重新装修了客厅和地下室 我记得 有个装修队长是一个左撇子 还是一个功夫高手 当时把我的保镖都打败了 叫高什么的 别人都叫他老高 听到深海装修公司 江源一下想起来 他大学班长的老爸 就在这家装修公司上班 还是里面的一个主要领导 有了这一点 他就可以顺藤摸瓜 抓到那个老高 从而找到那个 十恶不赦的恶人 他拍了拍孙海峰的肩膀 说 我知道了 接下来 我们先处理好这里的事情 好 孙海峰答应一声 又擦了擦眼泪 慢慢站起来 在马尔和苏惠林的搀扶下 他才站住身子 不过过一会儿 他就好多了 看向江源 问江先生 我老母亲的头骨怎么办 马尔和苏惠林 也牵挂着这个事情 都焦急地望着江源 他们想着 应该把头骨放回到棺材中去 可是怎么放 什么时候放 怎么才能确保 老人能够安息长眠 他们想通过江源 得到一个最好的答案 江源看了看旁边的柜子 找到一张白色枕巾 而后折叠起来 叠成一个长条 拖在手心中 使用 只眼扫描 而后根据 《天魔一经》中的内容 对着枕巾难滴雨 这就相当于到家的超度 不过所有过程 都被江源给简化了 这样做 他可以确保 孙海峰的老母亲 在地下长眠 又能使孙海峰 一个家族的人 都能心神安定 做完之后 他使用折叠起来的枕巾 抱起来头骨的脖子处 而后又使用一张白毛巾 把头骨和枕巾都包起来 看向孙海峰 安排到 孙总 一会儿你亲自去墓地 把这头骨 跟老太太的遗骨放在一起 结合的地方 你使用这里面的枕巾 缠上几圈 而后再盖上 这外面的毛巾就可以了 孙海峰又一次热泪盈眶 多谢江先生指点 大恩大德 我孙海峰一定会 孙总 江源打断孙海峰的话 事不宜迟 你现在带着这头骨就去 另外 你要你的兄弟等人 一定要保密 要是那恶人听说这件事 再做手脚 我们就会很难应对 好 我记住了 孙海峰连连点头 热泪又一次顺着脸颊流淌 马染急忙问道 江源哥哥 那你现在 就去深海装修公司吗 不 我等会再过去 江源指了指身边的卧室 这个房间 我要重新布置一下 说到这里 他看向孙海峰问 孙总 平常你烧香吗 烧 逢年过节 我们做生意的 会烧烧香白白财神 孙海峰如实回答 江源点点头 那好 这个房间我就布置成 一间烧香拜神的厢房 其实这个房间 现在做卧室也没问题 但是为了给孙海峰一个心理安慰 他便想到 布置一间烧香的厢房 里面有祭拜的神像 就是迷信的人也会相信 神佛可以压制魔鬼 走进这样的房间 只会生出千功之心 而不会生出惧怕之心 这样一来 孙海峰和家人来这里烧香 也不会害怕什么了 姐夫 叫我说 干脆让孙叔叔 韩老师和小小都搬出这里 而后把别墅推平 苏惠玲说 江源摇摇头 这是老宅 在打造别墅之前 就有房屋了 这样的别墅是集宅 是完全可以居住的 苏惠玲急忙问 你怎么知道 这以前是老宅 江源指了指东南角 院子东南有口水井 是以前的老井 不过被封盖住了 孙海峰又是一惊 江先生 您真是神人也 那口古井 就是我家的老井 因为有了自来水 所以才封盖上的 苏惠玲和马染一听 都瞪大眼睛看向江源 对他更是肃然起敬 马染更是拉一拉江源的胳膊 轻声问 江源哥哥 你怎么知道 那里有口古井 因为那里的空气比较湿润 植被也长得十分旺盛 江源当然不能说自己拥有 只眼 是看出来的 好了 孙总 你可以去了 我和然然 惠玲留下来布置房间 孙海峰答应一声 把包起来的头骨 放在一个袋子里 而后搂在怀里走了出去 感觉到怀里滚烫一片 他更是相信 江源的超度起到了作用 江源 马染和苏惠玲 则是留下来 收拾房间 三个人都忙得热火朝天 江源哥哥 我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你能教教我吗 第38章 偶遇 什么问题 你怎么看出 小小的床下有问题 随着马染这么一问 苏惠玲也好奇地问起来 是啊姐夫 小小床下的问题 一般人根本发现不了 你是怎么发现的 江源自然不会告诉他们真相 神秘一笑 先干活 干得我满意 我才会回答你们的问题 马染和苏惠玲一听 便赶紧收拾起房间来 两个美女都是身份尊贵的大小姐 以前哪干过这样的活 可是现在不怕热不怕累 干得是香汗淋漓 两个小时后 孙小小卧室里的东西 都被他们搬到楼下新的卧室里 而后 他们又把原来的卧室布置好 一间可以烧香的厢房 厢房内有财神的神像 有烧香的香炉 有烧纸的纸盆 还有下跪磕头的蒲团 周围的墙壁都是雪白色的 窗帘也都换成白色 整个房间看上去干净整洁 有庄严肃木 马染和苏惠玲最后整体一看 都非常满意 江远哥哥 这回你可以告诉我们真相了吧 马染搂住江远的胳膊 又好气地问 苏惠玲也极其好气地看向江远 倾听着她的回答 江远笑了笑 只好编个理由 其实我是使用鼻子闻出来 只要阴气中的东西 我都能闻出来 那你怎么知道 惠玲姐当时会吓到尿裤子 那个程度呢 马染又问 现在就他们三个人 所以她才问出来 不过苏惠玲还是红了脸 这话多亏是马染问出来的 换成其他人 她可会不答应 江远呵呵一笑 其实她当时注意到 苏惠玲该小便了 所以在受到惊吓的情况下 她才会小便失 敬 本来她已经忘记这件事 现在马染一问 她看向苏惠玲 只好回答道 知子莫若妇 知小姨子莫过姐夫啊 苏惠玲一听 更是脸蛋娇红 伸出粉拳给江远一拳 哼 听你说的 我好像跟你有一腿似的 江远哈哈大笑 马染也哈哈大笑 接下来 他们便有说有笑地下楼 见到韩福慧和孙小小母女之后 马染和苏惠玲惊乐的发现 他们母女俩的脸色 都变得好看多了 以前他们都有些面色发黄 可是现在没有了黄色 都是百里透红 尤其是韩福慧 憔悴的脸上现在没有憔悴之色 反而焕发出一些光彩来 这样一来 马染和苏惠玲 就对江远更为欣赏了 真别说 江远刚才取出小小床下的东西 真的起到了作用 江远想到该去装修公司调查了 便对韩福慧和孙小小母女提出告辞 母女俩当然是热情的挽留 让江远吃了晚饭再走 最后在马染的劝说下 他们才同意江远离开 而后把他一直送到别墅大门外 苏惠玲想着回公司 便顺路开车带着江远离开 而马染留下来 继续陪着韩福慧和孙小小母女俩 姐夫 你今天太棒了 苏惠玲一边开车 一边夸赞江远 要不是因为你来小小家 他家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理解你姐夫了 不但理解 而且完全支持 苏惠玲冲江远重重的点头 看苏惠玲已经心服口服 江远笑了笑 那好 接下来我有个工作要你去做 什么工作 你别去公司了 去家里 现在苏佳琪和刘猛对我恨之入骨 我想 打探一下他们的消息 吃几支笔才能做到百战百上 更何况 他们身边还有一个险恶的风水誓言阵帮 江远不得不防 姐夫 我知道怎么做 苏惠玲冲江远握了握拳头 他知道 现在不单单是苏佳琪和刘猛憎恨江远 基本上整个苏氏家族都想把他扫地出门 一旦江远和他们干起来 绝对是一场硬仗 突然想到什么 他问道 假如他们跟我爸联手呢 那我们就想办法 让你老爸知道真相真相 远离他们 无论如何 咱们是不会伤害你爸爸的 听到这句保证 苏惠玲笑了笑 又握了握拳头 姐夫 你就看我的吧 开车又走 来到别墅小区外面 江远让苏惠玲停车 而后悄悄下车 乘坐一辆出租车 赶往深海装修公司 深海装修公司 是一家大型的装修公司 在天海市装修公司的排名中 能够进入到前十 深海大厦就是他们的大本营 到了深海大厦 江远走下出租车 直接走向大厦一边的保安室 看到保安室里面 有一个中年保安 他站在窗口边 问道 大叔 吴长盛在装修公司上班吗 中年保安打量一眼江远 点点头 是啊 你是他啥人 我是他大学同学 来找他办点事 他走了 带着大厦的一些中层领导 去开茶话会了 去哪里开茶话会 这个就不知道了 你直接打电话给他吧 谢谢了 江远转身又走向大街 掏出手机 给吴长盛打电话 吴长盛不但是是江远的大学班长 还是室友 不过大学毕业后 他们从来没有联系过 吴长盛的老爸是公司老总 上大学的时候 他就开着跑车上学 而江远是赌鬼的儿子 两个人的身份差距 不是一般的大 班长 你好吗 电话一接通 江远便问候起来 吴长盛掏出手机 看到是江远打过来的电话 不过还是问道 你是谁啊 班长 我是江远啊 江远 吴长盛是一身边一群 正在交谈的同事小点声 是你小子 听说你当上苏氏家族的上门女婿了 现在牛逼得很啊 哈哈哈哈 旁边有好几个人都大笑起来 这几个人都是江远和吴长盛的大学同学 毕业之后 就跟着吴长盛来装修公司 做电脑设计了 他们都听说过江远的事情 知道他是一个废物女婿 他老婆和岳父岳母都不待见他 班长 我现在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可以吗 江远 我们老同学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你过来吧 我们好好聊聊 班长 我有急事 等下次吧 你告诉我 那个人在哪里工作就可以了 老同学 你是不是成为苏氏家族的上门女婿了 我们就高攀不起了 吴长盛看一眼身边的一群同学 故意大声问 哈哈哈哈 周围的同学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 不是啊班长 我只是有急事 有急事 也没有同学见面重要啊 我在通行茶楼168宝间 我和几个同学都在 就等你呢 不见不散 吴长盛立即挂掉电话 冲一群同学笑道 正气氛沉闷呢 江远一来就不同了 哈哈哈哈 种人都大笑起来 江远听到吴长盛把电话挂了 便收起手机 快步走向东边的大街 通行茶楼 离这里有四里多远 他想着跟吴长盛见一面 打听一下老高那个装修工 不到20分钟 他就到了茶楼 因为168包间是贵宾包间 所以一个美女服务员 直接带着他乘坐电梯 去16层的168包间 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去16层的电梯正在维修 现在我们只能到15楼 而后走楼梯上16层 给您带来不便 请您原谅 服务员歉意的说 江远淡淡一笑 没关系 先生 您请 当来到15楼 服务员热情的给江远打出请的手势 江远说声谢谢走出电梯 看到从一边的走道走来几个人 是一个极其冷艳的美女 带着几个保镖和朋友 江远突然想到 这个美女好像在哪里见过 但是一时间想不起来是睡了 江先生 您也来喝茶呀 冷艳美女看到江远 两眼一亮 极其冰冷的脸蛋上 浮现出一丝微笑 江远看她比自己大几岁 笑道大姐巧啊 第39章 同学会 冷艳美女问 还记得我是谁吗 江远一时间 真是想不起来是谁了 伸手挠了挠短发 江先生 在翡翠店 我要购买您的珍珠 但是您送给您岳母了 最后我还送给您一张名片 您想起来没有 江远这才想起来 这位美女在天海商业联合会工作 名片上的名字叫薛黛玉 哼哼 我想来了 您是薛总 叫什么薛总啊 我还是想听你叫我大姐 薛黛玉淡淡一笑 江远笑了笑 点点头 大姐 天海市的商业联合会 是一个庞大的商业组织 天海市排名前50的富豪 都是这个联合会的成员 有很多集团公司的老总 想加入到这个组织中 因为一旦加入到这个组织 会得到宝贵的人脉和商业资源 从而得到快速发展的机会 而这个薛黛玉 是这家商业联合会的副总会长 他现在的年龄不到26岁 这么年轻就能坐上这个位子 是因为他身后 有着神秘而强大的背景 再加上这个美女极其冷艳 有着天使的面孔和魔鬼的身材 叫这样的美女一声大姐 江远当然乐意 那我以后就叫你江远了 等有时间 你帮我看一看 我刚买不久的珍珠手串吧 薛黛玉冲江远淡淡一笑 大姐 那珍珠手串你带来了吗 带来了 薛黛玉从一个保镖手中 接过一个手提包 打开取出一个小袋子 递给江远 江远 要不我们找个包间 你仔细看看吧 大姐 不用 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另外 我还要跟几个同学见面 等以后有时间 我们再坐 一块喝茶 江远接过小袋子 往一边站一站 掏出里面的珍珠手串 看到是黑珍珠手串 并且是小叶子坛黑珍珠 满天心手串 薛黛玉往江远身边站一站 说 这种手串并不是很贵 我只花了六万元 当时只所以愿意购买这个手串 是因为 我看到其中一颗珠子 非常光滑 漂亮 看到之后心动了 他用修长的食指点了点那颗珠子 又说 要是其他的珠子都跟这颗珠子一样 那么这个手串就完美了 可是 想把所有珠子都变得那样美 有人说不现实 有人说 需要行家至少盘五年 还有人说 这手串已经废了 我想了想 只有找机会问问你了 不曾想 今天正好遇到你 大姐 其实这方面 我也不是太懂 就先看看吧 江远笑了笑 把珍珠手串放在手里 轻轻盘动起来 嘴上是难难低语 时不时的 他还会把珍珠手串 往面前放一放 使用 只眼扫一扫 只过了三分钟 他便把手串递给薛黛玉 大姐 你再看看 薛黛玉急忙接过来 一看珍珠手串 黑光闪闪 晶莹剔透 并且温婉如玉 不由的信念员瞪 好漂亮啊 你是怎么盘出来的 太不可思议了 越看越喜欢 越抚摸 越是不舍得松手 心中是砰砰乱跳 旁边几个保镖和随从一看 也都嘖嘖称赞 有人朝着他竖起大拇指 有人悄悄给他塞名片 其中有一个白发老者 眼神亮节 气质出众 冲薛黛玉笑道 黛玉 就这个手串 现在光芒四射 灵气十足 要价千万 都会有人购买 薛黛玉听到这句评价 更是大喜 江远 你送我这样的大礼 我这个当大姐的 当然不能太寒酸 从保镖手中 又结果公文包 取出一块手表来 这个新手表送给你了 江远看是一块运动手表 笑道 这手表的好几万吧 薛黛玉鸣嘴一笑 站在后面的一群人 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理查德米尔 男士系列的 RM021万表 就是奢华品牌 米勒手表 价格八百多万 全球只有三十块 这样的手表 绝对是限量版 看江远不识货 众人都笑起来 薛黛玉说 江远 你让我手串换发光彩 我送给你一块 几万块钱的手表 不多吧 说话间 亲自戴到江远手腕上 江远欣赏着手表 点点头 几万块钱的手表 就是不一样啊 哈哈哈哈 旁边的几个人 又都大笑起来 他们大笑 可没有任何嘲笑的意思 他们就是觉得 江远幽默 一出手 就能让一个价值六万元的手串 增值几百倍 人家绝对不是一个缺钱的主 只要人家愿意 什么样的奢华品牌买不来 正说着 江远的手机响起来 他掏出一看 正是班长吴长盛打过来的 对薛黛玉说 大姐 不好意思 我同学叫我呢 我得上楼了 跟薛黛玉握握手 又冲其他人点点头 快步走向楼梯 看江远不见了 那个白发老者笑道 黛玉 这个江远很了不起啊 薛黛玉微笑着点头 上次我就发现 他的与众不同了 这个朋友 我是交定了 黛玉 你可是一个从不喜欢结交朋友的人啊 白发老者呵呵一笑 薛黛玉的表情 又变得冷傲起来 点点头 恐怕江远是我结交的第一个朋友 也是最后一个朋友了 在薛黛玉和同伴亲生交谈的时候 江远快步来到168包间的门前 轻轻敲门 不一会儿 房门被人推开 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 露出一张长满青春痘的脸盘来 呦 江远 老同学 江远看 是吴长盛 冲他笑了笑 伸出手跟他握手 班长 一两年不见 你好啊 好好好 吴长盛呵呵一笑 看一眼江远的手 不跟他握手 来来来 我们几个大学室友 还有几个同学都在 里面请 大摇大摆地走进包间 江远收回手 跟进去笑道 班长 你现在混发达了 同学们都跟着你发财啊 哪里哪里 混口饭吃 我们能跟你比 驾到豪门 你试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啊 吴长盛客气一笑 一个驾字一说 包间里笑声一片 江远只是淡淡一笑 别人这样的讽刺 他听得太多了 已经有了抗毒性 再说他来这里 只是问问吴长盛 那个老高的下落 而后转身就走 像这样的同学 他以后不会跟他们 产生多少交集 哎呦 上门女婿 就是上门女婿啊 一身都是名牌啊 哎呦 看手表 米勒手表啊 不会是假的吧 听说他老婆大人 一个月 只能给他两千块零花钱 哈哈 别说这么直白嘛 大家都是同学 照顾一下人家的自尊心 哈哈 第四十章 寻找老高 江远对众人的嘲笑和鄙视 充耳不闻 看向吴长盛说 班长 我想跟你打听一下 你们装修公司的一个工人 来叙旧吗 不谈工作 吴长盛打断江远的话 硬把拉到茶桌边 旁边几个同学站起来 拉的拉 拽的拽 按的按 非常热情的让江远坐下 江远 听说你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跟你老婆共枕 真的吗 吴长盛认真的问 其他人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笑什么 吴长盛瞪向众人 显得非常生气 江远是我们的大学同学 我们应该帮帮他 怎么可以笑话他呢 众人都不敢再笑 使用同情 而又带着鄙夷的眼神 看着江远 江远 我是你的班长 帮助你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吴长盛说的语重心长 你老婆可是赫赫有名的 冰山女神 是很多男人的梦中 我呢 对他也十分欣赏 这样吧 你把你老婆的联系方式给我 我跟他约一下 然后开个房好好谈谈 哈哈哈哈 众人又一次大笑起来 有人笑弯了腰 有人笑得咳嗽 有人笑得砰砰砰拍桌子 还有人笑得像狗一样 吐着舌头 众人正在大笑 包间的房门 突然被人推开 茶楼的美女大堂经理走进来 冲吴长盛歉一笑道 吴绍 不好意思 刚才我们茶楼来了几个贵宾 他们以前来每次都用这个包间 所以 他们请你们换一个包间 费用他们来买单 谁呀这么横 我们来消费 还怕花钱吗 你让他们打听打听 这是吴绍吴长盛 我要看看那些人是谁 叫他们给老子滚过来 吴长盛身边的年轻人 都极其不满的 大喊大叫起来 他们可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 又有身份 再说其中几个还学过武术 自然不服气 江远坐在一边 则是沉默不语 他想着让吴长盛早点离开 而后跟他打听一下 那个装修工人 吴绍 请您给个方便 那几个客人 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大堂经理知道 外面的客人更不好惹 冲吴长盛又歉意一笑 给人方便 也是给自己方便 不可能 吴长盛怒道 你去告诉外面的人 我是深海装修公司的吴长盛 再这样 没大没小 我会对他们不客气 大堂经理苦苦一笑 只好点点头 走出包间 不一会儿 一个脱顶的中年男子 推门进来 看了看众人 冷冷问道 吴长盛在这里吗 吴长盛一看 正是他们深海装修 公司的老总孟辉 呵呵一笑 急忙点头哈腰的走上前 孟总 您怎么来了 快请进 我正请几个中层领导 过来喝茶呢 您顺便讲几句话 孟总冷冷道 我是请薛总过来喝茶的 哪有时间 你们快出去 薛总 商业联合会的薛总 吴长盛不由得一惊 不是他又是谁 好好好 吴长盛急忙笑呵呵的答应 冲其他人挥一下手 我们换个包间 赶紧给领导疼地方 众人一听 没有人敢再说一个不字 老老实实的走出去 还像放学的孩子似的 排成整整齐齐的一排 孟辉快步走出去 邀请外面的客人进来 你怎么还坐着 吴长盛看江远坐着不动 瞪向他大声赤合起来 信不信我把你个废物扔出去 正大骂着 房门被人推开 走进来几个客人 打头的是一个冷艳美女 薛总 是您啊 请请 吴长盛一看是薛黛 薛黛一眼也不看吴长盛 看向江远 奄然一笑 江远 好巧 又见面了 江远站起来 笑了笑 大姐 我和几个同学聚会呢 真是不好意思 这样吧 你们继续 我和其他朋友 到另外的包间去 薛黛伸出玉手 跟江远握手 江远 真是不好意思 又冲江远笑了笑 转过身走向房门 他带来的几个客人 都对着江远不住道歉 其中的孟辉 更是走到江远身边 深深鞠躬 江先生 不好意思 打扰您了 又给江远鞠躬 转身走向房门 当走到吴长盛身边时 冲他低声道 这是薛总都不敢打扰的人 你给我招待好了 吴长盛早已经下出一头冷汗 一听孟辉的话 更是全身打个冷战 刚才他还骂江远废物 要把他扔出去呢 这会儿走出去的一群人都走回来 一个个静若寒蝉 都使用敬畏的眼神 看着江远 他们别说敢做 呼吸都要停止了 刚才薛黛玉的一举一动 他们都看到了 那可是极其尊贵的薛大小姐 没有任何男子可以靠近他 更没有男子可以让他笑 可是刚才薛黛玉主动跟江远握手 并且冲他美美的笑 最后还道歉 带人离开包检 江远不是苏氏家族的废物女婿吗 怎么会得到薛黛玉这样的尊重 班长 坐呀 江远看向发傻的吴长盛 拍了拍身边的座椅 啪 吴长盛一巴掌 他打在自己脸上 冲江远卑躬屈膝地笑 远哥 刚才这群混蛋对您不敬 是我的错 我没有介绍您的身份 江远问 我啥身份 不还是苏家的女婿 不不不 您是薛总的好朋友 吴长盛瞪向旁边的一群人 怒吓起来 一个个混蛋 还不快给远哥道歉 远哥 对不起 远哥 刚才多有得罪 远哥 您老大人不计小人过 众人都点头哈腰地道歉起来 一个比一个笑得好看 江远现在可没时间理会 这群屈烟腹饰的小人 又指了指身边的座位 班长 来坐 吴长盛根本不敢坐 恭恭敬敬地站到江远身边 远哥 您有事 请指示 班长 你们装修公司 有没有一个叫老高的装修工 吴长盛挠了挠头皮 想不起这个人 扭头看向旁边的一群人 有 一个瘦瘦的青年说 两个老高呢 不知道是哪一个 左撇子 喜欢抽烟 嘴上老是叼着烟嘴 江远说 嗯 这个 瘦瘦的青年 开始吞吞吐吐起来 那个老高可是有背景的 别看是一个装修工 一般人根本不敢得罪 吴长盛大吼 说 瘦瘦的青年 吓得万一吓腰 这才说到 有这个人 今天下去干活了 联系他 问问他现在在哪干活 瘦瘦的青年 看吴长盛瞪着眼睛要吃人 急忙答应一声 掏出手机走出去 便拨打电话 几分钟后 他看向江远 禀报道 远哥 老高 去苏家别墅了 说是给老爷子苏留香装修卧室 我去江远心里轰隆一下 那个老高给孙小小装修卧室 加害他和他的家人 现在又给老爷子装修卧室 居心何在